红楼梦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 宝玉蛮脏 叛冤绝育 平而行全 幽兔笑谈 制作 那柳家的笑道 好猴儿崽子 你亲婶子找爷老去了 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 有什么疑的 别逃我把你头上的帽子 盖似的几根B毛衔下来 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 这小丝且不开门 且拉着笑说 好婶子 你这一进去 好歹偷些杏子出来赏我吃 我这里老挡 你若忘了时 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 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 也不答应你 随你干脚去 柳氏脆倒 发了婚的 今年不比往年 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重奶奶了 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 人打树底下一过 两眼就像那离极似的 还动他的果子 昨儿 我从里子树下一走 偏有一个密封往脸上移过 我一招手 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见了 她离得远看不真 只当我摘李子呢 就逼声浪嗓喊起来 说又是还没供佛呢 又是老太太 太太不在家还没进仙呢 等进了上头 嫂子们都有份的 倒像谁害了蝉老等李子出汗呢 叫我也没好话说 抢白了她一顿 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 怎不和他们要的 倒和我来要 这可是苍老鼠和老瓜去借粮 守着的没有 飞着的有 小四笑道 哎呦呦 没有罢了 说上这些闲话 我看你老以后就用不着我了 就便是姐姐 有了好地方 将来更呼唤着的日子多 只要我们多答应她些就有了 柳氏听了 笑道 你这个小猴精 又捣鬼掉白的 你姐姐 有什么好地方了 那小四笑道 别哄我了 早已知道了 但是你们有内签 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签不成 我虽在这里听哈 里头却也有两个姊妹 成个体统的 什么是瞒了我们 正说着 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 小猴们 小猴们快传你留婶子去吧 再不来可就悟了 柳家的听了 不顾和小四说话 忙推门进去 笑说 不必忙 我来了 一面来自厨房 虽有几个同伴的人 他们都不敢自专 单等他来条停分派 一面问众人 五丫头那去了 众人都说 才往茶房里找他们姊妹去了 柳家的听了 便将扶灵霜割起 且按着房头分派菜传 呼见迎春房里 小丫头连花儿走来说 思琪姐姐说了 要碗鸡蛋 炖得嫩嫩的 柳家的道 就是这样尊贵 不知怎地 今年这鸡蛋短得很 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 昨儿上到给亲戚家 送粥米去 四五个买办出去 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 我哪里找去 你说给他 改日吃吧 莲花儿道 前儿要吃豆腐 你弄了些馊的 叫他说了我一顿 进而要鸡蛋又没有了 什么好东西 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 别叫我翻出来 一面说 一面真个走来 接起菜箱一看 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 说道 这不是 你就这么厉害 吃的是主子的 我们的分力 你为什么心疼 又不是你下的蛋 怕人吃了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迹 便上来说道 你少满嘴里混气 你娘才下蛋呢 通共留下这几个 预备菜上的焦头 姑娘们不要 还不肯坐上去呢 预备阶级的 你们吃了 躺货一声药起来 没有好的 连鸡蛋都没了 你们身宅大院 水来伸手 饭来张口 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 哪里知道 外头买卖的行事呢 别说这个 有一年连草根子 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 我劝他们 细米白饭 每日肥鸡大鸭子 将救歇尔也罢了 吃腻了阁 烫超又闹起故事来了 鸡蛋 豆腐 又是什么面筋 将萝卜盏 赶自到换口味 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 一处要一样 就是诗来呀 我倒别伺候头层主子 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 莲花听了 便红了面 喊道 谁天天要你什么来 你说上这辆车子话 叫你来 不是为便宜 却为什么 前儿小燕来 说秦文姐姐 要吃卢蒿 你怎么忙得还问肉炒鸡炒 小燕说 昏得音不好 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 少歌油才好 你忙得到说自己发昏 赶着洗手炒了 狗颠而似的亲捧了去 竟然反倒拿我做法子 说我给众人听 柳家的忙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些人眼见的 别说前一次 就从旧年一例厨房以来 凡个房里偶然间 不论姑娘姐们要天一样伴养 谁不是先拿了钱来 另买另天 有的没的 名声好听 说我担管姑娘厨房省事 又有盛头 算起账来 惹人恶心 连姑娘带姐们四五十人 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 两只鸭子 十来斤肉 一吊钱的菜书 你们算算 够做什么的 连本像两顿饭还撑吃不住 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 那个点那样 买来的又不吃 又买别的去 既这样 不如回了太太 多天些分力 也向大厨房里 预备老太太的饭 把天下所有的菜书 用水牌写了 天天转着吃 吃到一个月现算到好 连前三姑娘和宝姑娘 偶然商议了 要吃个油盐炒枸杞牙来 先打发个紧 拿着五百钱来给我 我倒笑起来了 说 二位姑娘 就是大肚子弥勒佛 也吃不了五百钱的去 这三二十个钱的事 还预备得起 赶着我送回钱去 到底不收 说赏我打酒吃 又说 如今厨房在里头 保不住屋里的人 不去刀灯 一言一将 哪不是钱买的 你不给又不好 给了你又没的牌 你拿着这个钱 全当还了他们 速日刀灯的东西窝 这就是明白 体下的姑娘 我们心里只替她念佛 没得赵姨奶奶 听了又气不愤 又说太便宜了我 隔不了十天 也打发个小鸭头子 来寻这样寻那样 我倒好笑起来 你们竟成了力 不是这个 就是那个 我哪里有这些陪的 正乱时 只见思琪又打发人来 催莲花 说她 死在这里了 怎么就不回去 莲花 赌气回来 便添了一篇话 告诉了思琪 思琪听了 不免心头起火 此刻伺候迎春饭吧 带了小丫头们走来 见了许多人正吃饭 见她来的势头不好 都忙起身 陪笑让座 思琪便喝命 小丫头子动手 樊香柜所有的菜书 只管丢出去喂狗 大家赚不成 小丫头子们 巴不得一声 七手八脚抢上去 一顿乱翻乱指的 众人一面拉劝 一面央告思琪说 姑娘别误听了 小孩子的话 留嫂子有八个头 也不敢得罪姑娘 说鸡蛋难买是真 我们才也说 她不知好歹 平时什么东西 也少不得变法而去 她已经悟过来了 连忙争上了 姑娘不信 瞧那火上 思琪被众人一顿好言 方将弃劝的剑平 小丫头们 也没得摔完东西 便拉开了 思琪连说代骂 闹了一回 方被众人劝去 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 自己孤独了一回 争了一碗蛋令人送去 思琪全泼了地下了 那人回来也不敢说 恐又生事 柳家的打发她女儿 喝了一回汤 吃了半碗粥 又将拂灵霜一劫说了 五儿听罢 便心下要分些赠方官 遂用指令包了一半 趁黄昏人息之时 自己花遮流瘾地来找方官 且喜无人盘问 一静到了依红院门前 不好进去 只在一簇玫瑰花钱站立 远远地望着 有一盏茶时 可瞧小燕出来 忙上前叫住 小燕不知是哪一个 至跟前方看真切 因问做什么 乌尔笑道 你叫出方官来 我和她说话 小燕敲笑道 姐姐太心急了 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 只管找她做什么 方才使了她往前头去了 你且等她一等 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 等我告诉她 恐怕你等不得 只怕官员门了 五儿便将拂灵霜地 与了小燕 又说这是拂灵霜 如何吃 如何补益 我得了些送她的 赚返你地语她就是了 说病 作词回来 正走了绪一带 忽见迎头 林芝孝家的 带着几个婆子走来 五儿常躲不及 只得上来问好 林芝孝家的问道 我听见你病了 怎么跑到这里来 五儿陪孝道 因这两日好些 跟我妈进来散散闷 才因我妈使我道义宏愿送家伙去 林芝孝家的说道 这话差了 方才我见你妈出来 我才关门 既是你妈使了你去 她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 进出去让我关门 是何主意 可知是你扯谎 五儿听了 没话回答 只说 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娶去的 我忘了 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 只怕我妈错当 我先出去了 所以没和大娘说的 林芝孝家的听她辞顿色虚 又因近日玉串说 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 几个丫头对赖 没准心下便起了意 可巧小禅 莲花并几个媳妇子走来 见了这时便说道 林奶奶倒要审审她 这两日她往这里头跑得不像 鬼鬼唧唧的 不知干些什么事 小禅又道 正是 左儿玉串姐姐 说 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 少了好些零碎东西 连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串姐姐 要些玫瑰路 谁知也少了一罐子 若不是寻路 还不知道呢 莲花笑道 这话我没听见 今儿我倒看见一个路瓶子 林芝孝家的正因这些事 每日凤姐而使平儿催逼她 一听此言 盲问在哪里 莲花便说 在他们厨房里呢 林芝孝家的听了 盲命打了灯笼 带着众人来寻 武而急的便说 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方官给我的 林芝孝家的便说 不管你方官员官现有了赃证 我只承报了 凭你主子前辩去 一面说 一面进入厨房 莲花带着 取出路瓶 孔还有偷的别物 又细细搜了一遍 又得了一包浮灵霜 一并拿了 带了我 来回李丸与探春 那时李丸正因兰戈而病了 不理事务 指命去见探春 探春已归房 人回进去 丫鬟们都在院内纳粮 探春在内灌木 只有带书回进去 半日 楚兰说 姑娘知道了 叫你们找瓶回二奶奶去 林芝笑加地只得领出来 到凤姐那边 先找着了瓶 瓶儿进去回了凤姐 凤姐方才歇下 听见此事 便吩咐将她娘打四十板子 撵出去 永不许进二门 把五儿打四十板子 立刻交给庄子上 或卖或配人 瓶儿听了 出来一言 吩咐了林芝笑加地 五儿虎得哭哭啼啼 给瓶儿跪着 细诉方官之事 瓶儿道 这也不难 等明日问了方官便知真假 但这扶灵霜前日人送了来 还等老太太 太太回来 看了才敢打动 这不该偷了去 五儿见问 忙又将她舅舅送的一截 说了出来 瓶儿听了 笑道 这样说 你竟是个平白无辜之人 拿你来顶刚 此时天晚 奶奶才尽了要歇下 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续道 如今且将她交给上夜的人 看守一夜 等明儿我回了奶奶 再做道理 林芝孝家的不敢为虞 只得带了出来 交与上夜的媳妇们看守 自便去了 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 一步不敢多走 又坚重媳妇也有劝她说 不该做这没行止之事 也有抱怨说 正经更还做不上来 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 躺货眼不见寻了死 逃走了 都是我们不是 于是 又有素日易甘与柳家不睦的人 见了这般 十分趁愿 都来奚落嘲戏她 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 竟无处可诉 且本来怯弱有病 这一夜思茶无茶 思水无水 思水无清疹 乌乌夜夜只哭了一夜 谁知和她母女不和的那些人 巴不得一时 撵出她们去 唯恐次日有变 大家掀起了个清早 都悄悄地来买转瓶 一面送些东西 一面又奉承她办事简断 一面又讲述她母亲素日许多不好 瓶儿依依地都应着 打发她们去了 却悄悄地来访西人 问她可果真方官给她漏了 西人便说 路却是给方官 方官转给何人 我却不知 西人于是又问方官 方官听了 虎天跳地 芒鹰是自己送她的 方官便又告诉了宝玉 宝玉也慌了 说路虽有了 若勾起浮灵霜来 她自然也施工 若听见了 是她舅舅门上得的 她舅舅又有了不是 岂不是人家的好意 反被咱们陷害了 阴芒和平儿记忆 路的是虽完 然这双也是有不适的 好姐姐 你叫她说 也是方官给她的就完了 平儿笑道 虽如此 只是她昨晚 已经同人说 是她舅舅给的了 如何又说你给的 况且 那边所丢的路 也是无拙 如今 有脏症的白放了 又去找谁 谁还肯认 众人也未必心服 清文走来笑道 太太那边的路 再无别人 分明是彩云 偷了给黄哥儿去了 你们可瞎乱说 平儿笑道 谁不知是这个缘故 但今御串而急地哭 悄悄问着她 她硬了 御串也罢了 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 难道我们好意都懒 这是不成 可恨彩云不但不应 她还挤一串 说她偷了去了 两个人窝里发泡 仙草的和府皆知 我们如何装没事人 少不得要查的 殊不知告 失道的救世贼 又没脏症 怎么说她 宝玉道 也罢 这件事我也迎起来 就说是我唬他们完的 悄悄地偷了太太的来了 两件事都完了 西人道 也道是见阴志士 保全人的贼名 只是太太听见又说 你小孩子气 不知好歹了 平儿笑道 这也道是小事 如今便从赵姨娘屋里 起了脏来 也容易 我只怕又伤着一个 好人的体面 别人都别管 这一个人 岂不又生气 我可怜的是她 不肯为打老鼠 伤了玉萍 说着 把三个指头一伸 西人等听说 便知她说的是探春 大家都忙说 可是这话 竟是我们这里 应了起来的为事 平儿又笑道 也须得把彩云和玉串 两个业障叫了来 问准了她方好 不然他们得了意 不说为这个 倒向我没了本事 问不出来 凡出这里来完事 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 不管的不管了 西人等笑道 正是 也要你留个地步 平儿便命人 叫了她两个来 说道 不用慌 贼已有了 玉串先问贼在哪里 平儿道 现在二奶奶屋里 你问她什么应什么 我心里明知 不是她偷的 可连她害怕都承认 这里宝二爷不过意 要替她任一半 我代要说出来 但只是这座贼的 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 我主却是平常 里面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 因此为难 少不得央求 宝二爷应了 大家无事 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 还是怎样 若从此以后 大家小心存体面 这便求 宝二爷应了 若不然 我就回了二奶奶 别冤去了好人 彩云听了 不觉红了脸 一时羞恶之心赶发 便说道 姐姐 放心 也别冤了好人 也别带累了 无辜之人 伤体面 托东西元 是赵姨奶奶 央告我再三 我拿些 与还歌式情证 连太太在家 我们还拿过 个人去送人 也是常识 我原说 嚷过两天就罢了 如今 既冤去了好人 我心也不忍 姐姐 竟带了我回奶奶去 我一概应了完事 众人听了这话 一个个都诧异 她竟这样有肝胆 宝玉芒笑道 彩云姐姐 果然是个正经人 如今也不用你应 我只说是我 悄悄地偷的 唬你们玩 如今闹出事来 我原该承认 只求姐姐们 以后省些事 大家就好了 彩云道 我干的是 为什么叫你应 死活我该去受 凭儿夕人忙道 不是这样说 你一应了 未免又刀注销 赵姨奶奶来 那时三姑娘听了 岂不生气 竟不如 宝二爷应了 大家无事 且除这几个人 皆不得知道 这是何等的干净 但只以后 千万大家小心些 就是了 要拿什么 好歹 那道太太到家 哪怕连这房子 给了人 我们就没干系了 彩云听了 低头想了一想 方一远 于是大家商议妥贴 平儿带了他两个 并方官往前边来 至上夜房中 叫了我 将扶林霜一节 也悄悄地教他说 戏方官所赠 五儿感谢不尽 平儿带他们 来至自己这边 一见林芝孝家的 带领了几个媳妇 押戒着柳家的 等购多时 林芝孝家的 又向平儿说 今儿一早 押了他来 孔原里没人 伺候姑娘们的饭 我暂且将 秦险的女人 派了去伺候 姑娘一并回名奶奶 她道干净谨慎 以后就派她 长伺候吧 平儿道 秦险的女人是谁 我不大相熟 林芝孝家的道 她是原理男饺子 上夜的 白日里没什么事 所以姑娘不大相识 高高姑拐 大大的眼睛 最干净爽利的 欲穿而到 是了 姐姐 你怎么忘了 她是跟二姑娘的 思琪的沈娘 思琪的父母 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 她这叔叔 却是咱们这边的 平儿听了 方想起来 笑道 哦 你早说是她 我就明白了 又笑道 也太派急了些 如今这是 八下里水落石出了 林芝儿太太 屋里丢的 也有了 主 是宝玉那日过来 和这两个业障 要什么的 拼这两个业障 嗷她完 说 太太不在家 不敢拿 宝玉便瞅她 两个不提防的 事劫 自己进去 拿了些什么 出来 这两个业障 不知道 就虎 慌了 如今宝玉 听见 带累了别人 方细细地告诉了我 拿出东西来 我瞧 一件不差 那扶灵霜 是宝玉外头得了的 也曾赏过许多人 不独猿内人友 连妈妈怎么讨了出去 给亲戚们吃 又转送人 席人也曾给过 方官滞留的人 他们私情 葛香来往 也是尝试 前那两篓 还摆在议事厅上 好好的原封没动 什么 就昏来 其人来 等我回了奶奶再说 说必 出身进了我房 将此时照前 延回了凤姐儿一遍 凤姐儿道 虽如此说 但宝玉为人 不管青红皂白爱 都懒事情 别人再求求她去 她又搁不住人 两句好话 给她个探搂子带上 什么是她不应承 咱们若信了 将来若大事也如此 如何治人 还要细细地追求才是 依我的主意 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 虽不便善家拷打 只教他们垫着瓷娃子跪在太阳底下 茶饭也别给吃 一日不说跪一日 便是铁打的 一日也管招了 又倒是苍蝇 不抱无缝的蛋 虽然这柳家的眉头 到底有些眼 人才说她 虽不家贼行 也急出不用 朝廷家原有挂物的 倒也不算委屈了她 平儿道 何苦来操这心 得放手时需放手 什么大不了的事 乐得不是恩呢 依我说 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 终究咱们是那边屋里去的 没得结些小人仇恨 使人含怨 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 好容易怀了一个根 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 胭脂不是素日操劳太过 气恼伤着的 如今成早而见一半 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 一席话 说得凤姐倒笑了 说道 凭你这小蹄子发放去罢 我才精爽些了 没得淘气 平儿笑道 这不是正经 说必转身出来 一一发放 要支端的且听 下回分解 红楼梦 第六十二回 憨香云 醉眠少药音 呆香灵 请解十六群 幽兔笑谈 制作 话说 平儿初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 大事化为小事 小事化为美事 方是兴旺之家 若得不了一点子小事 便杨灵打鼓地乱折腾起来 不成道理 如今将他母女带回 赵就去当差 将秦显家的仍旧退回 再不必提此事 只是每日小心寻查要紧 说必 起身走了 柳家的母女 忙向上磕头 林家的带回园中 回了李丸探春 二人皆说 知道了 能可无事 很好 思琪等人空性投了一阵 那秦显家的 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 钻了来 只兴头上半天 在厨房内 正乱着接收家货米粮煤炭等物 又查出许多亏空来 说 精米短了两担 常用米又多汁了一个月的 炭也欠着额数 一面又打点 宋林之孝家的礼 悄悄地背了一篓炭 五百斤木柴 一旦精米 在外边就遣了紫植送入林家去了 又打点送账房的礼 又预备几样菜书请几位同事的人 说 我来了 全账列为扶持 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我又照顾不到的 好歹大家照顾些 正乱着 忽有人来说与他 看过这早饭就出去罢 留扫而言无事 如今还交与他管了 秦险家的听了 轰去魂魄 垂头丧气 灯石掩其息骨 卷包而出 宋人之物白丢了许多 自己倒要折遍了 赔补亏空 连丝旗都气了个倒痒 无计挽回 只得罢了 赵姨娘正因采云私赠了许多东西 被玉串炒出 声孔扎结出来 每日捏一把汗打停线 忽见采云来告诉说 都是宝玉硬了 从此无事 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 谁知甲桓听如此说 便起了疑心 将采云凡私赠之物 都拿了出来 照着采云的脸摔了去 说这两面三刀的东西 我不稀罕 你不和宝玉好 他如何肯替你应 你既有担当给了我 原该不予一个人知道 如今你既然告诉他 如今我再要这个 也没劝 采云见如此 急得发咒赌誓 至于哭了 百般解说 甲桓执意不屑 说不看你素日之情 去告诉二嫂子 就说你偷来给我 我不敢要 你细想去 说必摔手出去了 急得赵姨娘骂 没造化的种子 屈心灭障 气得采云哭个泪干长断 赵姨娘百般地安慰她 好孩子 她辜负了你的心 我看得真 让我收起来 过两日 她自然回转过来了 说着便要收东西 采云赌气一顿包起来 成人不见时 来自园中都撇在河内 顺水沉的尘飘地飘了 自己气得夜间 再被内暗哭 当下又只保玉生日已到 原来保琴也是这日 二人相同 阴王夫人不在家 也不曾向往年闹热 只有张道士送了饲养礼 换的寄名符 还有几处僧尼庙的 和尚姑子送了贡尖 并寿星纸马梳头 并本命兴官之年 太岁周年换的锁 家中常走的女仙来上寿 王子腾那边 仍是一套衣服 一双鞋袜 一百寿陶 一百树上用银丝挂面 薛姨娘处简易等 其余家中人 游室仍是一双鞋袜 凤姐儿是一个公制四面 和和荷包 里面装一个金兽星 一见波斯国所致丸弃 各庙中遣人去放唐舍钱 有令有保琴之礼 不能背数 姐妹中皆随便 或有一扇的 或有一字的 或有一话的 或有一诗的 寥父应景而已 这日保玉清晨起来 书席已必 官带出来 之前庭院中 已有李贵等四五个人 在那里设下天地乡竹 保玉筑了乡 行碧里 垫插粉纸后 便知宁府中宗祠祖先唐两处行臂礼 出至站台上 又朝上摇拜过贾母 贾正 王夫人等 一顺道游室上房 行过礼 坐了一回 方回荣府 先至薛姨妈处 薛姨妈再三拉着 然后又遇见薛科 让一回 方锦园来 秦文摄约二人跟随 小丫头夹着簪子 从李氏起 依依挨着 长的房中倒过 付出二门 至李 赵 张 王四个奶妈家 让了一回 方进来 虽众人要行礼 也不曾受 回至房中 席人等 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 王夫人有言 不令年轻人受礼 孔折了福寿 顾接不磕头 谢一时 贾桓贾兰等来了 西人连忙拉住 坐了一坐 便去了 宝玉笑说 走乏了 便歪在床上 方吃了半盏茶 只听外面叽叽呱呱 一群丫头笑进来 原来是翠墨 小罗 翠吕 入化 行锈烟的丫头 这儿 并奶子抱桥脚 彩鸾 锈鸾 八九个人 都抱着红毡 笑着走来 说 败寿的挤破了门了 快拿面来吻吃 刚进来时 探春 湘云 宝琴 锈烟 西春也都来了 宝玉芒迎出来 笑说 不敢启动 快预备好茶 进入房中 不免推让一回 大家归座 西人等捧过茶来 才吃了一口 平儿也打扮得 花枝招展的来了 宝玉芒迎出来 笑说 我方才到凤姐姐 门上 回了进去 不能见 我又打发人进去 让姐姐的 平儿笑道 我正打发你姐姐 梳头 不得出来回你 后来听见 又说让我 我哪里金当得起 所以特敢来磕头 宝玉笑道 我也金当不起 西人早在外街 安了坐 让他坐 平儿便服下去 宝玉作一不叠 平儿便跪下去 宝玉眼盲还跪下 西人连忙掺起来 又下了一服 宝玉又还了一衣 西人笑推宝玉 你在坐一 宝玉道 已经完了 怎么又坐一 西人笑道 这是他来给你拜授 金儿也是他的生日 你也该给他拜授 宝玉听了 喜得忙坐下一去 说原来金儿也是姐姐的方大 平儿还万福不叠 湘芸 拉宝琴秀妍说 你们四个人对拜授 直拜一天才是 探春盲问 原来行妹妹也是金儿 我怎么就忘了 忙命丫头去告诉二奶奶 赶着补了一分礼 与琴姑娘的一样 送到二姑娘屋里去 丫头答应着去了 秀妍见湘芸指口说出来 少不得要到个房去让让 探春笑道 倒有些意思 一年十二个月 月月有几个生日 人多了 便这等巧 也有三个一日 两个一日的 大年初一日也不白过 大姐姐站了去 怨不得她福大 生日比别人就站些 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 过了灯节 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 他们娘儿两个月的巧 三月初一日是太太 初九日是脸二哥哥 二月没人 西人道 二月十二是林姑娘 怎么没人 就只不是咱家的人 探春笑道 我这个记性是怎么了 宝玉笑指西人道 她和林妹妹是一日 所以她记得 探春笑道 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 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 平儿的生日 我们也不知道 这也是才知道 平儿笑道 我们是那盘名上的人 生日也没拜授的福 又没受理直分 可吵闹什么 可不悄悄地过去 进而她又偏吵出来了 等姑娘们回房 我在行李去罢 探春笑道 也不敢惊动 只是 今儿倒要替你过个生日 我心才过得去 宝玉香云等一起都说 很是 探春便吩咐了丫头 去告诉她奶奶 就说 我们大家说了 今儿一日不放平儿出去 我们也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 丫头笑着去了 半日 回来说 二奶奶说了 多谢姑娘们给她脸 不知过生日 给她些什么吃 只别忘了二奶奶 就不来许锅她了 众人都笑了 探春音说道 可巧今儿里头厨房不预备饭 一应下面弄菜 都是外头收拾 咱们就凑了钱叫柳家的来懒了去 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到好 众人都说是急 探春一面遣人去问李丸 保差 待遇 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 吩咐她那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 柳家的不知何意 因说外厨房都预备了 探春笑道 你原来不知道 今儿是平姑娘的滑蛋 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 至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分子 善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她 你只管捡心巧的菜书预备了来 开了账和我那里领钱 柳家的笑道 原来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 我竟不知道 说着便向平儿磕下头去 慌得平儿拉起她来 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 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 同道厅上去吃面 等到李丸保差一起来全 又遣人去请薛姨妈与待遇 因天气和暖 待遇之急见遇 故也来了 花团紧簇 挤了一厅的人 谁知薛珂又送了金善香薄四色寿礼 与宝玉 宝玉于是过去陪她吃面 两家接至了寿酒 互相筹送彼此同领 至五间 宝玉又陪薛珂吃了两杯酒 宝钗带了宝琴过来与薛珂行礼 把斩币 宝钗阴主薛珂 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 这虚套尽可收了 你只请伙计们吃吧 我们和宝兄弟进去 还要带人去呢 也不能陪你了 薛珂芒说 姐姐兄弟只管请 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 宝玉芒又告过罪 方彤她姊妹回来 一进脚门 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 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 宝玉芒说 这一道门何必关 又没多的人走 况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里头 躺货家去娶什么 岂不费事 宝钗笑道 小心没过余的 你瞧你们那边 这几日七室八室 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 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 若是开着 保不住那起人徒顺脚 抄近路从这里走 拦谁的事 不如锁了 连妈和我也经着些 大家别走 纵有了事 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 宝玉笑道 原来姐姐也知道 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 宝钗笑道 你只知道玫瑰鹿和扶灵霜两件 乃因人而及物 若非因人 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 殊不知 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 若以后刀登不出来 是大家的造化 若刀注销来 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 你也是不管事的人 我才告诉你 平儿是个明白人 我前儿也告诉了他 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 所以使他明白了 若不出来 大家乐得丢开手 若犯出来 他心里一有稿子 自有头绪 就冤屈不着平人了 你只听我说 以后留神小心就是了 这话也不可对第二个人讲 说着 来到沁方亭边 只见席人 湘灵 戴叔 夙云 情文 舍月 方官 蕊官 藕官 等十来个人 都在那里看雨作耍 见他们来了 都说 勺药栏里预备下了 快去上席吧 宝钗等随邪了他们 同到了勺药栏中 红香浦三间小厂厅内 连游士已请过来了 猪人都在那里 只没平 原来平儿出去 有赖林诸家送了礼来 连三斤四 上中下三等家人来拜售送礼的不少 平儿忙着打发赏钱道谢 一面又瑟瑟地回名凤姐儿 不过留下几样 也有不收的 也有收下几克赏羽人的 忙了一回 又直带凤姐儿吃过面 方换了衣裳往园里来 刚进了园 就有几个丫鬟来找他 一同到了红香浦中 只见盐开戴帽 入社芙蓉 众人都笑 受兴全了 上面四座 定要让他四个人坐 四人皆不肯 薛姨妈说 我老天拔地 又不合你们的全 我倒绝具的慌 不如我倒厅上随便躺躺去倒好 我又吃不下什么去 又不大吃酒 这里让他们倒便宜 有事等执意不从 宝柴道 这也罢了 倒是让妈在厅上歪着自如蝎 有爱吃的送蝎过去 倒自在了 且前头没人在那里 又可照看了 探春等笑道 既这样 恭敬不如从命 因大家送了 他到议事厅上 眼看着命丫头们 突了一个紧入 并靠北引诊之类 又嘱咐 好生给姨妈捶腿 要茶药水 别推三扯四的 回来送了东西来 姨妈吃了 就赏你们吃 只别离了这里出去 小丫头们都答应了 盼春等方回来 终久让宝琴秀燕二人在上 平儿面西坐 宝玉面东坐 探春又借了鸳鸯来 二人并肩对面相陪 西边一桌 宝钗带玉香云 迎春西春 一面又拉了香陵 玉川二人打横 三桌上 刘氏李丸又拉了西人 采云陪坐 四桌上便是子涓 婴儿 晴文 小罗 四起等人为坐 当下探春等还要拔展 宝琴等四人都说 这一闹 一日都做不成了 方才罢了 两个女仙要弹词上寿 众人都说 我们没人要听那些野话 你听上去说 给姨太太解闷儿去罢 一面又将各色吃石碱了 命人送与薛姨妈去 宝玉便说 雅作无趣 需要行令才好 众人有的说行 这个令好 那个又说行 那个令好 戴玉道 依我说 拿了笔焰 将各色全都写了 念成就 咱们抓出哪个来 就是哪个 众人都到庙 即拿了一副笔焰花剑 香灵近日学了诗 又天天学写字 见了笔焰遍图不得 连忙起座说 我写 大家想了一回 共得了十来个 念着 香灵一一地写了 错成灸 置在一个瓶中间 叛春便命瓶儿解 瓶儿向内搅了一搅 用筑捻了一个出来 打开看 上写着舍父二字 宝钗笑道 把个九令的祖宗捻出来 舍父从古有的 如今施了转 这是后人转的 比一切的令都难 这里头到 有一半是不会的 不如毁了 并捻一个雅俗共赏的 叛春笑道 既捻了出来 如何又毁 如今再捻一个 若是雅俗共赏的 便叫他们行去 咱们行这个 说着又这席人捻了一个 却是母站 史湘云笑着说 这个简断爽力 合了我的脾气 我不行这个舍父 没得垂头丧气闷人 我只划拳去了 叛春道 唯有他乱令 宝姐姐 快罚他一中 宝钗不容分说 便灌香云一杯 叛春道 我吃一杯 我是令官 也不用宣 只听我分派 命取了令头令盆来 从勤媚至起 挨下志趣 对了点的二人舍父 宝钦一致 是个三 秀妍宝玉等皆制的不对 直到香陵方制了一个三 宝钦笑道 只好室内生春 若说到外头去 可太没头绪了 叛春道 自然 三次不忠者罚一杯 你赴 他设 宝钦想了一想 说了个老字 香陵原生于这里 一时想不到 满是满席都不见 有与老字相连的成语 香云先听了 便也乱看 忽见门斗上贴着 红香土三个字 便知宝钦复的是 无不如老朴的朴字 见香陵设不着 众人击鼓又催 便悄悄地拉香陵 叫他说 要字 该语片看见了 说快罚他 又在那里四向传递呢 哄的众人都知道了 芒又罚了一杯 恨得香云拿筷子敲带玉的手 于是罚了香陵一杯 下则宝钦和探春对了点子 探春便附了一个人字 宝钦笑道 这个人字犯得很 探春笑道 天一字 两副一射也不犯了 说着 便又说了一个窗子 宝钦一想 因见席上有鸡 便设着他是用鸡窗 鸡人二点了 因设了一个十字 探春至他设着 用了鸡七余十的点 二人一笑 各饮一口门杯 香云等不得 早和宝玉三五乱叫 滑起全来 那边游氏和鸡羊隔着 席也七八乱叫滑起来 平儿 席人也做了一对 划拳 叮叮当当 只听得万上的镯子响 一时香云赢了宝玉 席人赢了平儿 游氏赢了鸡羊 三个人献九敌九面 香云便说 九面要一句古文 一句旧诗 一句古牌名 一句取牌名 还要一句实现书上的话 共总凑成一句话 酒底要观人事的果菜名 众人听了 都笑说 唯有他的令也比人唠叨 道也有意思 便催宝玉快说 宝玉笑道 谁说过这个 也等想一想 黛玉便道 你多喝一钟 我替你说 宝玉真个喝了酒 听黛玉说道 落霞与顾起飞 风急江天过宴哀 却是一只折足宴 叫得人酒回肠 这是红宴来宾 说得大家笑了 说 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 黛玉又粘了一个真壤 说酒底道 真子非观格怨真 何来万户倒一声 另外 鸳鸯席人等皆说的是一句俗话 都带一个受字的 不能多赘 大家轮流乱滑了一阵 这上面 这上面湘云又和宝琴对了手 李丸和秀燕对了点子 李丸便附了一个嫖字 秀燕便设了一个绿字 二人会议 各饮一口 湘云的拳却输了 请酒面酒底 宝琴笑道 请君入望 大家笑起来 说 这个典用的当 湘云便说道 奔腾而澎湃 江间波浪间天勇 需要铁索揽孤舟 寄予这一江峰 不宜出行 说得众人都笑了 说 好个舟断了肠子的 怪到他出这个令 故意惹人笑 又听他说酒底 湘云吃了酒 捡了一块鸭肉虾口 忽见碗内有半个丫头 碎捡了出来吃脑子 众人催他别只顾吃 到底快说了 湘云便用柱子举着说道 这丫头不是那丫头 头上那套桂花油 众人越发笑起来 尹的情文 小罗 婴儿等 一干人都走过来说 云姑娘会开仙 拿着我们取笑 快罚一杯裁吧 怎见得我们就该擦桂花油的 道的美人给一瓶子桂花油擦擦 戴玉笑道 他道有心给你们一瓶子油 又怕挂舞着打盗窃的官司 众人不理论 宝玉却明白 盲低了头 彩云有心病 不觉得红了脸 宝钗盲暗暗地瞅了戴玉一眼 戴玉自毁失言 原是去宝玉的 就忘了去着彩云 自毁不及 忙一顿行令划拳岔开了 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钗对了点子 宝钗附了一个宝字 宝玉想了一想 便支持宝钗做戏纸 自己所配通灵狱而言 便笑道 姐姐拿我做哑穴 我去射着了 说出来 姐姐别恼 就是姐姐的会钗字就是了 众人道 怎么解 宝玉道 他说宝 底下自然是玉了 我设钗字 旧师曾有敲断玉 拆红竹冷 岂不设着了 湘云说道 这用时事却使不得 两个人都该法 湘灵盲道 不止时事 这也有出处 湘云道 宝玉二字并无出处 不过是春连上或有之 诗书记载并无 算不得 湘灵道 前日我独存加州五言律 现有一句说 此乡多宝玉 怎么你倒忘了 后来又独立一山 七言绝句 又有一句宝钗 无日不生辰 我还笑说 他两个名字 都原来在唐诗上呢 众人笑说 这可问住了 快罚一杯 湘云无语 只得隐了 大家又该对点的对点 划拳的划拳 这些人因贾母王夫人不在家 没了管束 便任意取乐 呼三喝四 喊七脚八 满厅中 红飞翠舞 欲动猪摇 真是十分热闹 完了一回 大家方启席散了一散 疏然不见了湘云 只当他外头自便就来 谁知越等越没了影响 使人咯处去找 哪里找得着 接着林芝孝家的 同着几个老婆子来 声孔有正式呼唤 二者孔丫鬟们年轻 成王夫人不在家 不服探春等约束 自意痛也 试了体统 故来请问 有事无事 探春见他们来了 便知其意 盲笑道 你们又不放心 来查我们来了 我们没有多吃酒 不过是大家玩笑 将酒做个饮子 妈妈们别担心 李丸游士都也笑说 你们歇着去吧 我们也不敢 叫他们多吃了 林芝孝家的等人笑说 我们知道 连老太太叫姑娘吃酒 姑娘们还不肯吃 何况太太们不在家 自然玩罢了 我们怕有事 来打听打听 二则天长了 姑娘们玩一回子 还该点补些小事 素日又不大吃杂东西 如今吃一两杯酒 若不多吃些东西 怕受伤 探春笑道 妈妈们说的是 我们也正要吃呢 应回头命取点心来 两旁丫鬟们答应了 忙去传点信 探春又笑让 你们歇着去吧 或是姨妈那里说话而去 我们即刻打发人 送酒你们吃去 林芝孝家的等人笑回 不敢领了 又站了一回 方退了出来 平儿摸着脸笑道 我的脸都热了 也不好意思见他们 依我说净收了吧 别惹他们再来 倒没意思了 探春笑道 不想干 横竖咱们不认真喝酒就罢了 正说着 只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地走来 姑娘们快瞧云姑娘去 吃醉了涂粮块 在山子后头一块青板石凳上睡着了 众人听说 都笑道 快别吵嚷 说着 都走来看时 果见香云卧于山石辟处一个石凳子上 夜经香梦沉寒 四面勺药花飞了一身 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 手中的扇子在地下 也半倍落花埋了 一群疯蝶闹嚷嚷地围着它 又用胶帕包了一包勺药花般枕着 众人看了 又是爱 又是笑 忙上来推换晚福 香云口内游坐睡语说酒令 唧唧嘟嘟说 全香而酒裂 欲碗盛来琥珀光 指引到梅梢月上 醉福归 却唯一会亲友 众人笑推他 说道 快醒醒吃饭去 这朝凳上还睡出病来呢 香云慢起秋波 见了众人 低头看了一看自己 放之是醉了 原是来那两必敬的 不觉得因多罚了两杯酒 娇鸟不胜 便睡着了 心中反觉自愧 连忙起身 扎证着同人来至红香浦中 用过水 又吃了两盏燕茶 探春盲命将行酒师拿来 给他闲在口内 一时又命他 喝了一些酸汤 放才觉得好了些 当下又选了几样果菜 与凤姐送去 凤姐也送了几样来 宝钗等吃过点心 大家也有做的 也有利的 也有在外观花的 也有扶兰关瑜的 各自取便说笑不易 探春便和宝钦下棋 宝钗秀颜官局 林黛玉和宝玉 在以簇花下 鸡鸡浓浓不知说些什么 只见林芝孝家的 和一群女人 带了一个媳妇进来 那媳妇愁眉苦脸 也不敢静听 只到了街下 便朝上跪下了 碰头有声 探春音一块其受了敌 算来算去总得了两个眼 便折了关着 两眼只瞅着齐平 一只手却伸在河内 只管抓弄棋子作响 林芝孝家的站了半天 因回头要查时才看见 问什么事 林芝孝家的便指那媳妇说 这是四姑娘屋里的小丫头 才儿的娘现是园内伺候的人 嘴很不好 才是我听见了问着她 她说的话也不敢回姑娘 竟要撵出去才是 探春道 怎么不回大奶奶 林芝孝家的道 方才大奶奶都往厅上 一太太出去了 顶头看见 我已回明白了 叫回姑娘来 探春道 怎么不回二奶奶 平儿道 不回去也罢 我回去说一声 就是了 探春点点头 道 既这么着 就撵出她去 等太太来了 再回定夺 说必仍又下棋 这林芝孝家的 带了那人去不提 黛玉和宝玉二人 站在花下 遥遥之意 带玉便说道 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 虽然叫她管些事 倒也一步而不肯多走 差不多的人就早做起威夫来了 宝玉道 你不知道呢 你病这时 她干了好几件事 这园子 这园子也分了人管 如今多掐一草 也不能了 又出了几件事 单拿我和凤姐姐 做法子金别人 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 其只乖而已 带玉道 要这样才好 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 我虽不管是 心里美长闲了 替你们一算计 出得多尽的手 如今若不省捡 必至后手不接 宝玉笑道 凭她怎么后手不接 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 黛玉听了 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 说笑去了 宝玉正欲走时 只见西人走来 手内捧着一个小连环 扬起茶盘 里面可是放着两盅新茶 因问 她往哪去了 我见你两个半日没吃茶 巴巴地倒了两盅来 她又走了 宝玉道 那不是她 你给她送去 说着 自拿了一盅 习人便送了那盅去 偏和宝钗在一处 只得一盅茶 便说 哪位渴了 哪位先接了 我再盗去 宝钗笑道 我却不渴 只要一口树一树就够了 说着 先拿起来喝了一口 剩下半杯地在黛玉手内 习人笑道 我再盗去 带玉笑道 你知道我这病 大夫不许我多吃茶 这半钟尽够了 难为你想得到 说必 饮干 将杯放下 习人又来接宝玉的 宝玉音问 这半日没见方官 她在哪里呢 习人四顾一瞧说 才在这里几个人 豆草的 这惠子不见了 宝玉听说 便忙回至房中 果见方官面向里 睡在床上 宝玉推她说道 快别睡觉 咱们外头玩去 一会儿好吃饭的 方官道 你们吃酒不理我 叫我闷了半日 可不来睡觉罢了 宝玉拉了她起来 笑道 咱们晚上家里再吃 回来我教习人姐姐 带了你桌上吃饭 何如 方官道 偶官蕊官都不上去 但我在那里也不好 我也不惯吃那个面条子 早起也没好生吃 才刚饿了 我已告诉了刘嫂子 先给我做一碗 汤盛半碗精米饭送来 我这里吃了就完事 若是晚上吃酒 不许叫人管着我 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 我现在家里 吃二三斤 好汇全酒呢 如今学了这老石子 他们说怕坏嗓子 这几年也没文件 成尖我是要开斋了 宝玉道 这个容易 说着 只见柳家的国浅了人 送了一个盒子来 小燕接着揭开 里面是一碗虾碗鸡皮汤 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 一碟烟的腌脂鹅腐 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朗卷酥 并一大碗热腾腾 碧莹莹蒸的绿奇香道精米饭 小燕放在岸上 走去拿了小菜 并挽住过来 剥了一碗饭 方官便说 油腻腻的 谁吃这些东西 只将汤泡饭吃了一碗 捡了两块烟鹅就不吃了 宝玉闻着 盗爵比往常之味有剩些似的 所以吃了一个卷酥 幽命小燕也剥了半碗饭 泡汤一吃十分香甜可口 小燕和方官都笑了 吃壁 小燕便将剩的要交回 宝玉道 你吃了罢 若不够再要歇来 小燕道 不用要 这就够了 方才摄月姐姐 拿了两盘子点心给我们吃了 我再吃了这个 尽不用再吃了 说着便站在桌边一顿吃了 又留下两个卷酥 说 这个留着给我妈吃 晚上要吃酒 给我两碗酒吃就是了 宝玉笑道 你也爱吃酒 等着咱们晚上痛喝一阵 你西人姐姐和秦文姐姐量也好 也要喝 只是每日不好意思 今儿大家开债 还有一件事 想着嘱咐你 我竟忘了 此刻才想起来 以后方官全要你照看他 他或有不到的去处 你提他 席人照顾不过这些人来 小燕道 我都知道 都不用操心 但指这五儿怎么样 宝玉道 你和柳家的说句 明儿直叫他进来吧 等我告诉他们一声就完了 方官听了 笑道 这倒是正经 小燕又叫两个小丫头进来 服侍洗手道茶 自己收了家伙 交与婆子 也洗了手 便去找柳家的 不在话下 宝玉便出来 仍往红香浦寻众姐妹 方官在后拿着金扇 刚出了院门 只见席人情闻 二人携手回来 宝玉问 你们做什么 席人道 摆下饭了 等你吃饭呢 宝玉便笑着江方才吃的饭一节 告诉了他两个 席人笑道 我说你是猫儿时 闻见了香就好 隔锅饭而香 虽然如此 也该上去陪他们多少 应个景 清闻用手指戳在方官额上 说道 你就是个狐妹子 什么空跑了去吃饭 两个人怎么就约下了 也不告诉我一声 西人笑道 不过是误打误撞地遇见了 说约下了可是没有的事 清闻道 记这么着 要我们无用 明儿我们都走了 让方官一个人就够使了 西人笑道 我们都去了使得 你却去不得 清闻道 唯有我是第一个要去 又懒又笨 性子又不好 又没用 西人笑道 躺货那孔雀挂子 再烧个窟窿 你去了 谁可会补呢 你倒别和我拿三撇四的 我烦你做个什么 把你懒得横针不捏 竖线不动 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烦你 横竖都是他的 你就都不肯做 怎么我去了几天 你病得七死八活 一夜连命也不顾 给他做了出来 这又是什么缘故 你到底说话 别致杨憨 和我笑 也当不了什么 大家说着 来至厅上 薛姨妈也来了 大家依序坐下吃饭 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饭 应景而已 一时吃壁 大家吃茶闲话 又随便玩笑 外面小罗和乡林 方官 锐官 藕官 豆官等四五个人 都满园中玩了一回 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 坐在花草堆中豆草 这一个说 我有观音柳 那一个说 我有罗汉松 那一个又说 我有君子竹 这一个又说 我有美人椒 这个又说 我有星星翠 那个又说 我有月月红 这个又说 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 那个又说 我有琵琶记里的琵琶果 豆官便说 我有姐妹花 众人没了 乡林便说 我有夫妻会 豆官说 从没听见有个夫妻会 乡林道 一见一花为蓝 一见树花为会 凡会有两只 上下结花者为兄弟会 有病头结花者为夫妻会 我这只病头的 怎么不是 豆官没的说了 便起身笑道 依你说 若是这两只 一大一小 就是老子儿子会了 若两只背面开的 就是仇人会了 你汉子去了大半年 你想夫妻了 便扯上会也有夫妻 好不害羞 乡林听了 红了脸 忙要起身凝塌 笑马道 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小蹄子 满嘴里汗憋的胡说了 等我起来 打不死你这小蹄子 豆官见他要勾来 怎容他起来 便忙连身将他压倒 回头笑着央告蕊官等 你们来 帮着我拧他这周嘴 两个人滚在草地下 众人拍手笑说 了不得了 那是一挖子水 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 豆官回头看了一看 果见旁边有一汪鸡鱼 乡林的半扇裙子都无失了 自己不好意思 忙夺了手跑了 众人笑个不住 怕乡林拿他们出气 也都哄笑一散 乡林起身低头一瞧 那群上游滴滴点点流下绿水来 正恨骂不绝 可乔宝遇见他们豆草 也寻了些花草来凑戏 忽见众人跑了 只剩了乡林一个低头弄群 因问怎么散了 乡林便说 我有一只夫妻会 他们不知道 反说我周 因此闹起来 把我的新裙子也脏了 宝玉笑道 你有夫妻会 我这里倒有一只病地灵 口内说 手内却真个粘着一只病地灵花 又粘了那只夫妻会在手内 乡林道 什么夫妻不夫妻 病地不病地 你瞧瞧这裙子 宝玉方低头一瞧 便矮压了一声 说 怎么就拖在泥里了 可惜 这十六红铃最不惊然 乡林道 这是乾儿秦姑娘带了来的 姑娘坐了一条 我坐了一条 进而才上身 宝玉跌脚叹道 若你们家 一日糟蹋这一百件 也不值什么 只是头一件 继续琴姑娘带来的 你和宝姐姐 每人才一件 她的上好 你的仙脏了 岂不辜负她的心 二则 姨骂老人家嘴碎 饶这么样 我还听见常说 你们不知过日子 只会糟蹋东西 不知西服呢 这叫姨妈看见了 又说一个不轻 湘林听了这话 却碰在心坎上 反倒喜欢起来了 音笑道 就是这话 我虽有几条新裙子 都不和这一样的 若有一样的 赶着换了 也就好了 过后再说 宝玉道 你快修动 只站着放好 不然连小鹰西裤鞋面 都要脱脏 我有个主意 西人上月 做了一条 和这个一模一样的 她因有效 如今也不穿 竟送了你换下这个来 如何 湘林笑着摇头说 不好 他们躺货 听见了道不好 宝玉道 这怕什么 等他们笑满了 他爱什么 难道不许你送他 别的不成 你若这样 还是你速日为人了 况且不是满人的事 只管告诉宝姐姐 也可 只不过怕姨妈老人家 生气罢了 湘林想了一想有理 便点头笑道 就是这样罢了 别辜负了你的心 我等着你 千万叫他亲自送来才好 宝玉听了 喜欢非常 答应了茫茫的回来 一臂力低头心下暗算 可惜这么一个人 没父母 连自己本性都忘了 被人拐出来 偏又卖语了这个霸王 银又想起 上日平儿 也是意外想不到的 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 一臂胡思乱想 来至房中 拉了习人 细细告诉了他缘故 相邻之为人 无人不怜爱的 习人又本是个手中洒漫的 旷与香灵塑香交好 一闻此信 忙就开箱取了出来折好 随了宝玉来寻着香灵 她还站在那里等呢 习人笑道 我说你太淘气了 足得淘出个故事来才罢 香灵红了脸 笑道 多谢姐姐了 谁知那起醋 狭鬼使黑心 说着 接了裙子 展开一看 果然同自己的一样 又命宝玉背过脸去 自己插手向泪解下来 将这条系上 习人道 把这脏了的胶鱼 我拿回去 收拾了再给你送来 你若拿回去 看见了也是要问的 香灵道 好姐姐 你拿去布局给哪个妹妹吧 我有了这个 不要她了 习人道 你道大方的好 香灵王又万福道谢 习人拿了脏裙便走 香灵见宝玉蹲在地下 将方才的夫妻慧与并地灵 用树枝而扣了一个坑 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 将这灵会安放好 又将些落花来演了 方搓土掩埋平伏 香灵拉她的手 笑道 这又叫做什么 怪到人人说 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的事 你瞧瞧 你这手弄得泥屋台华的 还不快喜去 宝玉笑着 方起身走了去洗手 香灵也自走开 二人已走远了数步 香灵父转身回来叫住宝玉 宝玉不知有何话 扎着两只泥手 笑嘻嘻地转来问 什么 香灵只顾笑 因那边她的小丫头 针而走来说 二姑娘等你说话呢 香灵方向宝玉道 裙子的事 可别向你哥哥说才好 说必 急转身走了 宝玉笑道 可不我疯了 往湖口里探头而去呢 说着 也回去洗手去了 要知端详 且听 下回分解 红楼梦 第六十三回 寿衣红 群方开夜宴 死金丹 毒宴里清丧 幽兔笑谈 制作 话说 宝玉回至房中洗手 因与习人商议 晚间吃酒 大家取乐 不可拘泥 如今吃什么 好早说 给他们备办去 西人笑道 你放心 我和晴文 摄月 秋文四个人 每人五钱银子 共是二两 方官 碧痕 小燕 四儿四个人 每人三钱银子 他们有假的不算 共是三两二钱银子 早已交给了 刘嫂子 预备四十碟果子 我和平说了 已经抬了一坛 好哨星酒 尝在那边了 我们八个人 单替你过生日 宝玉听了 喜得忙说 他们是哪里的钱 不该叫他们出财事 清文道 他们没钱 难道我们是有钱的 这原是个人的心 哪怕他偷的呢 只管领他们的情就是 宝玉听了 笑说 你说的是 西人笑道 你一天不挨他两句硬话 遵你 你再过不去 清文笑道 你如今也学坏了 专会驾桥拨火 说着 大家都笑了 宝玉说 关院门去罢 西人笑道 怪不得人说 你是无事忙 这惠子关了门 人道疑惑 月姓在等一等 宝玉点头 阴说 我出去走走 四儿摇水去 小燕一个 跟我来罢 说着 走至外边 阴见无人 便问五儿之事 小燕道 我才告诉了刘嫂子 她倒喜欢得很 只是五儿那夜 受了委屈烦恼 回家去又气病了 哪里来的 只等好了吧 宝玉听了 不免后悔 常叹 阴又问 这是西人知道 不知道 小燕道 我没告诉 不知方官 可说了不曾 宝玉道 我却没告诉过她 也罢 等我告诉她 就是了 说必 傅走进来 故意洗手 仪式掌灯时分 听得院门前 有一群人进来 大家隔窗敲视 果见林芝孝家的 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来 前头一人提着大灯笼 清文敲笑道 他们茶上夜的人来了 这一出去 咱们好关门了 只见宝玉樊 樊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 林芝孝家的看了不少 林芝孝家的吩咐 别耍钱吃酒 放到头睡到大天亮 我听见是不一的 众人都笑说 哪里有那样大胆子的人 林芝孝家的又问 宝二爷睡下了没有 众人都回不知道 习人忙推宝玉 宝玉撒了鞋 便迎出来 笑道 我还没睡呢 妈妈进来歇歇 又叫 习人倒茶来 林芝孝家的忙进来 笑说 还没睡 如今天长夜短了 该早些睡 明起的方早 不然到了明日起迟了 人笑话说 不是个读书上学的公子了 倒向那起 挑脚汗了 说辟 又笑 宝玉芒笑道 妈妈说的是 我每日都睡得早 妈妈每日进来 可都是我不知道的 已经睡了 今儿应吃了面 怕停住时 所以多晚一会子 林芝孝家的 又向习人等笑说 该欺些个普洱茶吃 习人情闻 二人盲笑说 欺了一招子 女儿茶 已经吃过两碗了 大娘也尝一碗 都是现成的 说着 情闻便到了一碗来 林芝孝家的又笑道 这些时 我听见二爷嘴里 都换了字眼 赶着这几位大姑娘们 竟叫起名字来 虽然在这屋里 到底是老太太 太太的人 还该嘴里尊重些才是 若一时半刻 偶然叫一声使得 若只管叫起来 怕以后兄弟折照样 便惹人笑话 说这家子的人眼里 没有长辈 宝玉笑道 妈妈说的是 我原不过是一时半刻的 习人情闻都笑说 这可别委屈了她 直到如今 她可姐姐没离了口 不过完的时候 叫一声半声名字 若当着人 却是和仙一样 林芝孝家的笑道 这才好呢 这才是读书之理的 越自己千月尊重 别说是三五代的尘人 献从老太太 太太屋里拨过来的 便是老太太 太太屋里的猫狗 轻易也伤她步的 这才是受过调教的公子行事 说必 吃了茶 便说 请安歇吧 我们走了 宝玉还说 再歇歇 那林芝孝家的 已带了众人 又查别处去了 这里情闻等忙命关了门 进来笑说 这位奶奶哪里吃了一杯来了 烙三刀四的 又排场了我们一顿去了 摄月笑道 她也不是好意的 少不得也要常提着心 也提防着怕走了大点的意思 说着一面摆上酒果 习人道 不用围桌 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 放在炕上做 又宽硕 又便宜 说着 大家果然抬来 摄月合四 那边去搬果子 用两个大插盘 做四五四方搬运了来 两个老婆子 蹲在外面火盆上筛酒 宝玉说 天热 咱们都脱了大衣裳才好 众人笑道 你要脱你脱 我们还要轮流 安息呢 宝玉笑道 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 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子 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 这会子还哦我就不好了 众人听了 都说 依你 于是先不上座 且忙着卸妆宽衣 一时将正装卸去 头上纸随便挽着嘴儿 身上皆是长裙短袄 宝玉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袄子 下面绿灵淡抹掐裤 散着裤脚 以着一个各色玫瑰勺药花瓣装的 玉色袈裟新枕头和方冠两个鲜花拳 当时方冠满口嚷热 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鸵绒三色段子斗的水田小夹袄 竖着一条柳绿旱金 底下水红洒花夹裤 也散着裤腿 头上梅鹅编着一圈小便 总规制顶心 结一根鹅卵粗细的总便 拖在脑后 幼儿眼内只塞着 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色子 左耳上单带着一个 白果大小的硬红香金大坠子 月显得面如满月油白 眼如秋水环青 眼的众人笑说 他两个倒像是双生的弟兄两个 习人等一一的针了酒来 说且等等在划拳 虽不安息 每人在手里吃我们一口罢了 于是习人为先 端在唇上吃了一口 于依依依依下去 依依吃过 大家方团圆坐定 小艳色因抗炎坐不下 便端了两张椅子 静抗放下 那四十个碟子 皆是一色白粉定谣的 不过只有小叉碟大 里面不过是山南海北 中原外国 或干或鲜 或水或露 天下所有的九专果菜 宝玉音说 咱们也该行各令才好 习人道 斯文谢的才好 别大呼小叫 惹人听见 二则我们不识字 可不要那些文的 摄月笑道 拿头子咱们抢红吧 宝玉道 没去 不好 咱们占花名好 清文笑道 正是早已想弄这个玩意儿 习人道 这个玩意虽好 人少了没去 小燕笑道 依我说 咱们静悄悄地 把宝姑娘林姑娘 请了来玩一回子 到二更天再睡不迟 习人道 又开门呵护地闹 躺货遇见寻夜地问呢 宝玉道 怕什么 咱们三姑娘也吃酒 再请她一声才好 还有秦姑娘 众人都道 秦姑娘罢了 她在大奶奶屋里 刀登地大发了 宝玉道 怕什么 你们就快请去 小燕色都得不了一声 二人忙命开了门 分头去请 秦闻 摄月 习人三人又说 他两个去请 只怕宝林两个不肯来 须得我们请去 死活拉她来 于是 习人秦闻忙 又命老婆子打个灯落 二人又去 果然 宝钗说夜深了 戴玉说身上不好 他二人在三阳求说 好歹给我们一点体面 略做做再来 探春听了 却也欢喜 音响 不请李丸 躺货被她知道了 倒不好 便命 翠莫同了 小燕 也再三地 请了李丸 和宝奇二人 惠奇 先后都到了一红院中 习人又死活拉了香灵来 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 方左开了 宝玉芒说 林妹妹怕冷 过这边靠板 必坐 又拿个靠背垫着谢 习人等都端了椅子 在炕檐下一陪 黛玉却离桌远远地靠着靠背 因肖像宝钗 李丸 探春等到 你们日日说 人夜俱隐薄 今儿我们自己也如此 往后怎么说人 李丸笑道 这有何妨 一年之中 不过生日节间如此 并无夜夜如此 这倒也不怕 说着 晴文拿了一个竹雕的铅筒来 里面装着象牙花明铅子 摇了一摇 放在当中 又取过头子来 乘在河内摇了一摇 揭开一看 里面是五点 数字宝钗 宝钗便笑道 我先抓 不知抓出个什么来 说着 姜筒摇了一摇 伸手撤出一根 大家一看 只见签上画着一只牡丹 提着雁冠群芳四字 下面又有捐的小字 一句唐诗 道士 认识无情也动人 又住着 再席 共贺一杯 此为群芳之冠 随意命人 不拘诗词雅穴 道义则已又久 众人看了 都笑说 巧得很 你也原配牡丹花 说着 大家 共贺了一杯 宝钗吃过 便笑说 方官唱一只 我们听吧 方官道 既这样 大家吃门备 好听的 于是大家吃酒 方官便唱 寿言开除风光好 众人都道 快打回去 这会子很不用你来上寿 捡你极好的唱来 方官只得细细地唱了一只赏花石 翠风毛铃扎肘叉 闲踏天门扫罗花 您看那风起玉尘煞 门壳的那一层云下 抵多少门外及天涯 您再修要剑斩黄龙一下而岔 再修向东老贫穷卖酒家 您与俺眼相云霞 动宾喝 您得了人可便早些回话 若迟喝 错叫人留恨必桃花 才罢 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签 口内颠来倒去念 任是无情也动人 听了这曲子 眼看着方官不语 湘芸芒一手夺了 置于宝钗 宝钗又置了一个十六点 数到探春 探春笑道 我还不置得个什么呢 伸手撤了一根出来 自己一瞧便置在地下 红了脸 笑道 这东西不好 不该行这里 这原是外头男人们行的令 许多魂化在上头 众人不解 习人等盲食了起来 众人看上面是一只杏花 那红字写着摇池仙品四字 诗云 日边红杏以云栽 祝云 得此千者 必得贵婿 大家恭贺一杯 共同饮一杯 众人笑道 我说是什么呢 这千元是规格中取戏的 除了这两三根 有这画的 并无杂画 这又何妨 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 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 大喜 大喜 说着 大家来静 探春哪里肯饮 却被史湘云 湘领 李丸等三四个人 强死强活 灌了下去 探春之命捐了这个 再行别的 众人断不肯一 湘领拿着他的手墙 置了个十九点出来 便该李丝撤 李丝摇了一摇 撤出一根来一看 笑道 好极 你们瞧瞧 这老石子竟有些意思 众人瞧那签上 画着一只老梅 是写着双小寒字四字 那一面旧诗诗 竹林茅舍自甘心 祝云自饮一杯 下家智头 李丸笑道 真有趣 你们智去罢 我只自吃一杯 不问你们的废语性 说着 便吃酒 将投过于黛玉 黛玉一致 是个十八点 便该湘领撤 湘领笑着 宣泉鲁秀的伸手 撤了一根出来 大家看时 一面画着一只海棠 提着香梦 陈汉四字 那面诗道诗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 夜深两个字 改诗梁两个字 众人便知他去白日间 香云醉卧的时 都笑了 香云笑指那自行船 与黛玉看 又说快坐上那船家去罢 别多话了 众人都笑了 阴看住云 济云相梦沉憨 彻此千者不便饮酒 只令上下二家各饮一杯 香云拍手笑道 阿弥陀佛 真真好千 恰好黛玉是上家 宝玉是下家 二人珍了两杯 只得要饮 宝玉先饮了半杯 丑人不见 地狱方官 端起来便一扬薄 黛玉只管和人说话 将酒全折在树鱼内了 香云便戳起头子来 一置个九点 数去该摄月 摄月便撤了一根出来 大家看时 正面上一只图米花 提着韶华圣极四字 那边写着一句旧诗 道士 开到图米花室了 祝云 在席各饮三杯送春 摄月问怎么讲 宝玉愁眉芒将牵肠了说 咱们且喝酒 说着大家吃了三口 已冲三杯之数 摄月一致个十九点 该香灵 香灵便撤了一根并地花 提着莲春绕锐 那面写着一句诗 道士 莲里之头花正开 祝云 共贺撤者三杯 大家陪饮一杯 香灵便又置了个六点 该待遇撤 待遇默默地想到 不知还有什么好的 被我撤着方好 一面伸手取了一根 只见上面画着一只芙蓉 提着风露青筹四字 那面一句旧诗 道士 莫愿东风当自戒 祝云 自饮一杯 牡丹 陪饮一杯 众人笑说 这个好极 除了她 别人不配做芙蓉 黛玉也自笑了 于是饮了酒 便置了个二十点 盖着席人 席人便伸手取了一只出来 却是一只桃花 提着武陵别景四字 那一面旧诗写着道士 桃红又是一年春 祝云 杏花陪一展 座中同耕者陪一展 同臣者陪一展 同性者陪一展 众人笑道 这一回热闹有趣 大家算来 香陵 秦文 宝钗三人 皆与她同耕 黛玉与她同臣 只无同性者 方官盲道 我也姓花 我也陪她一中 于是大家斟了酒 黛玉音像探春笑道 命中该着昭桂婿的 你是姓花 快喝了 我们好喝 盼春笑道 这是个什么 大嫂子顺手给她一下子 李丸笑道 人家不得跪去反挨打 我也不忍的 说得众人都笑了 习人才要治 只听有人叫门 老婆子忙出去问时 原来是须姨妈 打发人来了接待遇的 众人因问几更了 人回二更以后了 终打过十一下了 宝玉又不信 要过表来瞧了一瞧 已是子出出可十分了 黛玉便起身说 我可撑不住了 回去还要吃药呢 众人说 也都该散了 习人宝玉等 还要留着众人 李丸宝钗等都说 叶太深了不下 这已是破格了 习人道 既如此 美味再吃一杯再走 说着 晴文等已都真满了酒 每人吃了都命点灯 习人等直送过沁方亭河 那边方回来 关了门 大家赴又行起令来 习人等又用大钟 蒸了几钟 用盘攒了各样果菜 与地下的老嬷嬷们吃 彼此有了三分九 便猜拳迎唱小曲 那天已四更十分 老嬷嬷们一面鸣吃 一面暗偷 酒坛已庆 众人听了呐喊 方收拾灌输睡觉 方官吃得两塞胭脂一般 眉梢眼角 月天了许多风韵 身子涂不得 便睡在习人身上 好姐姐心跳得很 习人笑道 谁许你尽力灌起来 小燕色也涂不得 早睡了 晴文还只管叫 宝玉道 不用叫了 咱们且胡乱谢一谢吧 自己便枕了那红香枕 身子一歪便也睡着了 习人见方官醉得很 恐闹他拓久 只得轻轻起来 就将方官扶在宝玉之侧 由他睡了 自己却在对面 踏上倒下 大家黑天一觉 不知所知 极致天明 习人睁眼一看 只见天色精明 忙说可迟了 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 只见方官头枕着炕炎上 睡油胃醒 连忙起来叫他 宝玉已翻身醒了 笑道可迟了 音又推方官起身 那方官坐起来 由发正揉眼睛 习人笑道 不害羞 你吃醉了 怎么也不捡地方乱停下了 方官听了 瞧了一瞧 方知道和宝玉同踏 盲笑的下地来 说 我怎么吃的不知道了 宝玉笑道 我竟也不知道了 若知道 给你脸上抹些黑墨 说着丫头进来伺候书席 宝玉笑道 左油扰 今儿晚上我还习 习人笑道 爸爸爸 今儿可别闹了 再闹就有人说话了 宝玉道 怕什么 不过才两次罢了 咱们也算是会吃酒了 那一坛子酒 怎么就吃光了 正是有趣 偏又没了 习人笑道 原要这样才有趣 碧枝兴尽了 反无后卫了 足都好上来了 清闻连骚也忘了 我记得他还唱了一个 四儿笑道 姐姐 忘了 连姐姐还唱了一个呢 再习的谁没唱过 众人听了 聚红了脸 用两手握着笑个不住 忽见平儿笑嘻嘻地走来 说 亲自来请昨日在习的人 今儿我还冬 短一个也使不得 众人忙让做吃茶 清闻笑道 可惜昨夜没他 平儿忙问 你们夜里做什么来 习人便说 告诉不得你 昨夜里热闹非常 连往日老太太 太太带着众人玩 也不急锁这一玩 一坛酒 我们都鼓到光了 一个个吃的把骚都丢了 三不知的又都唱起来 四更多天才横三竖四地 打了一个盹 平儿笑道 好 白喝我要了酒来 也不请我 还说着给我听 气我 清闻道 今儿他欢喜 必来请你的 等着吧 平儿笑问道 他是谁 谁是他 清闻听了赶着笑答 说着 偏你这耳朵间 听得真 平儿笑道 这会子有事不和你说 我干事 我干事去了 一回再打发人来请 一个不到 我是打上门来的 宝玉等忙流 他已经去了 这里宝玉书洗了 正吃茶 忽然一眼看见 燕台底下压着一张纸 因说道 您这随便混压东西也不好 习人清闻等忙问 又怎么了 谁又有了不是了 宝玉指道 燕台下是什么 一定又是奶味的样子 忘记了收的 清闻忙起燕拿了出来 却是一张字帖 地狱宝玉看时 原来是一张粉尖子 上面写着 见外人庙域公诉 摇扣方尘 宝玉看壁直跳了起来 盲问 这是谁接了来的 也不告诉 习人清闻等见了这般 不知当时 哪个要紧的人来的帖子 盲一起问 足谁接下了一个帖子 四儿盲飞跑进来 笑说 足妙玉并没亲来 只打发个妈妈送来 我就搁在那里 谁知一顿酒就忘了 众人听了 道 我当谁的 这样大惊小怪 这也不值得 宝玉忙命 快拿纸来 当时拿了纸 言了墨 看他下着见外人三字 自己竟不知回帖上 回个什么字样 才相抵 只管提笔出神 半天仍没主意 阴又想 若问宝钗去 他必有批评怪诞 不如问带玉去 想吧 秀了铁 竟来寻带玉 刚过了沁方亭 忽见秀燕颤颤巍巍的迎面走来 宝玉忙问 姐姐 哪里去 秀燕笑道 我找妙语说话 宝玉听了诧异 说道 她为人孤僻 不合时宜 万人不入堂木 原来她推重姐姐 竟知姐姐不是我们一流的俗人 秀燕笑道 她也未必真心中我 但我和她坐过十年的邻居 只一墙之隔 她在盘乡寺修炼 我家袁寒素 拎的是她庙里的房子 住了十年 无视到她庙里去作伴 我所认的字都是成她所受 我和她又是贫贱之交 又有半师之分 因我们投青去了 闻得 她因不合时宜 全是不容 竟投到这里来 如今又天缘凑合 我们得欲 就请敬为意 承她倾木 更胜当日 宝玉听了 恍如听了焦雷一般 喜得笑道 怪道姐姐 举止言谈 超然如野鹤咸云 原来有本而来 正因她的一件事 我为难 要请叫别人去 如今遇见姐姐 真是天缘巧合 求姐姐指教 说着便将拜帖 取与秀妍看 秀妍笑道 她这脾气 竟不能改 竟是生成这等放淡 鬼屁了 从来没见拜帖 上下别号的 这可是俗语说的 僧不僧 俗不俗 女不女 男不男 成个什么道理 宝玉听说 芒笑道 姐姐 不知道 她原不在这些人中算 她原是世人意外之人 殷取我是各些 唯有知识的 放给我这帖子 我因不知回什么字样才好 竟没了主意 正要去问林妹妹 可巧遇见了姐姐 秀妍听了宝玉这话 且只顾用眼上下细细打量了半日 方笑道 怪到俗语说的 文明不如见面 又怪不得妙语静下这帖子给你 又怪不得上年 静给你那些梅花 既连她这样 少不得我告诉你缘故 她常说 古人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 皆无好诗 只有两句好 说道 纵有千年铁门槛 终须一个土馒头 所以她自称见外之人 又常赞文是庄子的好 故诱惑称为鸡人 她若帖子上是自称鸡人的 你就还她个世人 鸡人者 她自称是鸡灵之人 你牵自己乃世中饶饶之人 她便喜了 如今她自称剑外之人 是自卫倒于铁剑之外了 故你如今指下剑内人 便合了她的心了 宝玉听了 如醍醐灌顶 哀哟了一声 方笑道 怪到我们家庙说是铁剑寺呢 原来有这一说 姐姐就请让我去写回帖 秀烟听了 便自往龙翠庵来 宝玉回房写了帖子 上面指写剑内人 宝玉勋墓 锦拜几字 亲自拿了道龙翠庵 只隔门缝 投进去便回来了 一右剑方官梳了头 挽起攒来 带了些花翠 忙命她改装 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 露出碧青头皮来 当中分大顶 又说 冬天做大雕鼠卧腿带 脚上穿虎头盘云五彩小战靴 或散着裤腿 只用镜袜厚底相邪 又说 方官知名不好 竟改了难名才别致 因幼改做雄奴 方官十分称心 又说 既如此 你出门也带我出去 有人问 只说我和名烟一样的小丝就是了 宝玉笑道 到底人看得出来 方官笑道 我说 你是无才的 咱家现有几家土藩 你就说 我是个小土藩 况且 人人说 我打连锤好看 你想这话可妙 宝玉听了 喜出意外 盲笑道 这却很好 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 跟从外国县府之种 吐气不畏风霜 安玛便捷 记者等 再起个番名 叫做耶律雄奴 雄奴二因 又与匈奴相通 都是犬戎名性 况且 这两种人自遥顺时 便为中华之患 晋唐诸朝 深受其害 幸得咱们有福 生在当今之事 大顺之正义 胜于之功德人孝 赫赫隔天 同天地日月一照不朽 所以樊丽朝中 跳梁猖獗之小丑 到了如今 竟不用一干一割 接天使其拱手 斧头远远来想 我们正该坐见他们 为君父生色 方官笑道 既这样着 你该去操袭弓马 学些武艺 挺身出去 拿几个反叛来 岂不尽忠效力了 何必借我们 你骨唇咬舌的 自己开心作戏 却说是称功颂德呢 宝玉笑道 所以你不明白 如今四海宾符 八方宁静 千载百载 不用五倍 咱们虽一戏一笑 也该称颂 方不负作响生平了 方官听了有理 二人自为妥贴甚意 宝玉便叫他 耶律雄奴 究竟贾府二宅 借有先人当年 所获之求 赐为奴隶 只不过 令其饲养马匹 借不堪大用 湘云素兮憨戏异常 他也醉习武扮的 美美自己束蓝带 穿折袖 近见宝玉将方官 扮成男子 他便将魁官 也扮了个小子 那魁官本是长瓜提短发 好便于面上粉末油彩 手脚又灵便 打扮了又省一层手 李丸探春见了野爱 便将宝琴的窦官 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 头上两个鸭记 短袄红鞋 只差了土脸 便演示戏上的一个琴童 湘云将魁官改了 换作大英 因他姓为 便叫他作为大英 方合自己的意思 按有为大英雄能本色之语 何必涂珠抹粉 才是男子 豆官身量年纪皆极小 又极鬼灵 故约豆官 园中人也换他作阿豆的 也有换作炒豆子的 宝琴反说 琴童书童等名太熟了 竟是豆子别致 便换作豆童 饮饭后 平儿还喜 说红香蒲太热 便在鱼饮堂中 摆了几席新酒佳肴 可喜游诗又带了 佩讽邪约二妾过来游玩 这二妾 一是青年娇憨女子 不尝过来的 今季入了这园 再遇见香云 香灵 方蕊一干女子 所谓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二语不错 只见她们说笑不了 也不管游是在那里 只凭丫鬟们去服侍 且同众人一一地游玩 一时到了怡红院 呼听宝玉教耶律雄奴 把佩奉 携冤 相邻三个人笑在一处 问是什么话 大家也学着叫这名字 又叫错了音韵 或忘了字眼 甚至于叫出眼驴子来 引得和园中人 凡听见无不孝道 宝玉又见人人取笑 孔作见了她 盲又说 海西弗朗斯亚 闻有金星玻璃宝石 她本国翻语以金星玻璃名为温都里纳 如今将你比作她 就改名换叫温都里纳可好 方官听了更喜 说就是这样吧 因此又换了这名 众人嫌拗口 仍翻汉名 就换玻璃 闲言少数 且说当下众人都在于阴堂中 以酒为名 大家玩笑 命女仙击鼓 平儿采了一支韶药 大家约二十来人传花为令 热闹了一回 阴人回说 真家有两个女人送东西来了 探春和李丸游士三人出去一室厅相见 这里众人且出来散一散 佩丰携渊两个去打秋千玩耍 宝玉便说 你两个上去让我送 慌得佩丰说 罢了 别替我们闹乱子 倒是叫野驴子来送送使得 宝玉盲笑说 好姐姐们别玩了 没得叫人跟着你们学着骂他 邪渊又说 笑软了 怎么打呢 掉下来栽出你的皇子来 佩丰便赶着他打 正玩笑不绝 忽见东府中几个人 慌慌张张跑来说 老爷冰天了 众人听了 唬了一大跳 忙都说 好好的并无疾病 怎么就没了 家下人说 老爷天天修炼 定是功行圆满 圣仙去了 游氏一闻此言 又见贾真父子 并贾连等戒不在家 一时竟没各这几的男子来 未免忙了 只得忙谢了装饰 命人先到玄真关 将所有的道士都锁了起来 等大爷来家审问 一面忙忙坐车 带了赖生一干家人 媳妇出城 又请太医看事到底戏何便 大夫们见人已死 和处诊迈来 素质甲净倒气之术 总数虚弹 更致身心理斗 手更伸 浮灵沙 望左虚伪 过于劳神费力 反因此上了性命的 如今虽死 肚中坚硬似铁 面皮嘴唇 烧得紫酱皱裂 便向媳妇回说 戏玄教中吞金浮沙 烧涨而没 众道士荒地回说 原是老爷密法心智的 单沙吃坏事 小道们也曾劝说 宫行未到且服不得 不诚望老爷于今夜 手更伸时悄悄地 浮了下去便生仙了 这恐是潜心的道 移出苦海 脱去皮囊 自了去也 有事也不听 指命锁着 等甲针来发放 且命人去飞马报信 一面看是这里窄霞 不能停放 横竖也不能进城的 盲撞过好了 用软教台制铁剑寺来停放 恰指算来 至早也得半月的功夫 甲针方能来到 沐金天气炎热 时不得相待 遂自行主持 命天闻声则了 日期入恋 寿木以戏早年备下 记在此庙的 甚是便宜 三日后便开丧破效 一面且坐起道场来等甲针 荣府中凤姐出不来 李丸又照顾姊妹 宝玉不识尸体 只得将外头之士 赞托了几个家中 二等管事人 甲斌 甲光 甲横 甲鹰 甲昌 甲灵等各有执事 有时不能回家 便将她继母 接来在宁府看家 她这继母 只得将两个 未出嫁的小女带来 一并起居才放心 且说 甲真闻了此信 急忙告假 并甲荣是有职之人 李部见当今 龙敦孝弟 不敢自专 剧本情旨 原来天子 即是人孝过天的 且更隆重功臣之意 一见此本 便照问甲敬何止 礼部带奏 细尽是出身 祖之以因 其子甲真 甲敬因年迈多吉 常养敬于都城之外 玄真观 金因其末于寺中 其子真 其孙荣 信因国丧随嫁在此 故其甲归练 天子听了 盲下额外恩旨曰 甲敬虽白衣无功于国 念彼祖父之功 追赐无品之之 令其子孙伏舅 由北下之门进都 入彼私地并练 人子孙进丧礼必伏舅 回集外 轴光路四岸上 里刺激 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计调 亲辞 辞职一下 不但贾府中人谢恩 连昭中所有大臣 皆松乎称颂不绝 贾珍父子兴夜迟回 半路中又见贾斌 贾光二人领驾丁飞起而来 看见贾珍 一起滚安下马请安 贾珍忙问 做什么 贾斌回说 嫂子孔哥哥和哲来了 老太太路上无人 叫我们两个来护送老太太的 贾珍听了 赞称不绝 又问家中如何料理 贾斌等便将如何拿了道士 如何挪至家庙 怕家内无人接了亲家母 和两个姨娘 在上房住着 贾荣当下也下了马 听见两个姨娘来了 便和贾珍一笑 贾珍忙说了几声妥当 家边便走 店也不投 连夜换马飞驰 一日到了兜门 先奔入铁剑寺 那天 已是四更天气 做更的闻之 忙喝起众人来 贾珍下了马 和贾荣放声大哭 从大门外边跪爬进来 至关前 骑嗓气血 直哭到天亮喉咙 都哑了方柱 游氏等都一起见过 贾珍父子盲暗里 换了胸服 在关前俯服 无奈自要李氏 竟不能目不事物 耳不闻声 少不得剪些悲戚 好指挥众人 阴将恩旨 背书与众亲有听了 一面先打发贾荣家中 料理亭龄之事 贾荣得不得一声 先骑马飞来之家 忙命前听收桌椅 下阁扇 挂孝曼子 门前起鼓手 澎拍楼等事 又忙着进来 看外祖母两个姨娘 原来 有老安人年糕喜睡 常歪着 他二姨娘三姨娘 都和丫头们做活计 他来了兜倒烦恼 贾荣且嬉嬉地 望他二姨娘笑说 二姨娘 你又来了 我们父亲正想你呢 由二姐变红了脸 骂道 容小子 我过两日不骂你几句 你就过不得了 越发连个体统都没了 还亏你是大家公子哥 每日念书学礼的 越发连那小家子嫖侃的 也跟不上 说着顺手拿起一个运斗来 搂头就打 吓得贾荣抱着头滚到怀里告扰 由三姐便上来撕嘴 又说 等姐姐来家 咱们告诉她 贾荣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饶 她两个又笑了 贾荣又和二姨抢杀人吃 由二姐嚼了一嘴渣子 吐了她一脸 贾荣用舌头都舔着吃了 中丫头看不过 都笑说 热笑在身上 老娘才睡了觉 她两个虽小 到底是姨娘家 你太眼里没有奶奶了 回来告诉爷 你吃不了兜着走 贾荣撇下她姨娘 便抱着丫头们轻嘴 我的心肝 你说的是 咱们缠她两个 丫头们忙推她 恨的骂 短命滚 你一般有老婆丫头 只和我们闹 知道的说是完 不知道的人 在遇见那脏心烂肺的 爱多管闲事 嚼舌头的人 嘲嚷的那副理 谁不知道 谁不背得李嚼舌 说咱们这边乱仗 贾荣笑道 各门令户 谁管谁的事 都够使的了 从古至今 连汉朝和唐朝 人还说脏堂臭汉 何况咱们这宗人家 谁家没风流逝 别讨我说出来 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厉害 脸书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 凤姑娘那样刚强 瑞书还想她的账 那一见瞒了我 贾荣只管信口开河胡言乱道之间 只见她老娘醒了 请安问好 又说难为老祖宗劳心 又难为两位姨娘受委屈 我们爷儿们感待不见 唯有等事完了 我们阁家大小 登门去磕头 有老人点头道 我的儿 倒是你们会说话 亲戚们原是该的 又问 你父亲好 几时得了性感到的 贾荣笑道 才刚感到的 先打发 我瞧你老人家来了 好歹瞧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 说着 又和她二姨急眼 那由二姐便悄悄咬牙含笑骂 很会嚼舌头的猴儿崽子 留下我们 给你爹做娘不成 贾荣又戏她老娘道 放心吧 我父亲每日为两位姨娘操心 要寻两个又有根基 又富贵 又年轻又俏皮的两位姨爹 好聘价这二位姨娘的 这几年总没捡的 可巧前日路上才相准了一个 有老只当真话 忙问是谁家的 二姊妹丢了活计 一头笑 一头赶着打 说 妈别信这雷打的 连丫头们都说 天老爷有眼 仔细雷要紧 有职人来回话 是已完了 请哥出去看了 回爷的话去 那贾荣芳笑嘻嘻地去了 不知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红楼梦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 悲提五美银 浪荡子 情依九龙配 幽兔笑谈 制作 话说 贾荣建家中诸事已妥 连忙赶至寺中 回名贾真 于是连夜分派各项 直视仁义 并预备一切应用 翻杠等物 则于初四日 卯时请灵旧进城 一面使人知会 诸位亲友 是日 桑仪昆耀 宾客如云 自铁剑寺至宁府 家路看得何止数万人 内中有接叹的 也有羡慕的 又有一等半平促的读书人 说是桑梨与其奢依莫若减期的 一路纷纷议论不一 智卫身十方道 将灵旧停放在正堂之内 供殿举哀已毙 亲友见次散回 指圣族众人分礼迎宾送客等事 近今只有行大旧相伴未去 贾真贾荣 此时为礼法所居 不免在灵旁及草枕快 恨苦居丧 人散后 仍成功寻他小姨子们私混 宝玉亦每日在宁府穿笑 至晚人散 方回园里 凤姐身体未愈 虽不能时常在此 或欲开坛 诵经清友上季之日 一闸针过来 相帮游逝料理 一日 宫碧早饭 因此是天气上常 贾真等连日劳眷 不免在灵旁假妹 宝玉见无客制 遂欲回家看事待遇 因先回至怡红院中 进入门来 只见院中寂静无人 有几个老婆子与小丫头们 在回廊下取遍乘凉 也有睡卧的 也有坐着打盹的 宝玉也不去惊动 只有四儿看见 连忙上前来打帘子 将掀起时 只见方官自内 待孝跑出 几乎与宝玉撞个满怀 一见宝玉 方寒孝站住 说道 你怎么来了 你快与我拦住秦文 他要打我呢 一语未了 只听得屋内 稀流滑辣的乱响 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 随后秦文赶来骂道 我看你这小蹄子往哪里去 输了不叫他 宝玉不在家 我看你有谁来救你 宝玉连忙带笑拦住 说道 你妹子小 不知怎么得罪了你 看我的份上 饶她吧 秦文也不想宝玉此事回来 乍一见 不觉好笑 碎笑说道 方官竟是个狐狸精变的 竟是会居神潜将的符咒 也没有这样快 又笑道 就是你真请了神来 我也不怕 碎夺手仍要捉拿方官 方官早已藏在宝玉身后 宝玉虽一手拉了秦文 一手携了方官 进入屋内 看时只见西边炕上摄月 秋文 碧痕 紫霄等正在那里 抓子儿迎刮子儿呢 却是方官疏语情文 方官不肯叫他 跑了出去 情文阴赶方官 将怀内的子儿 撒了一地 宝玉欢喜道 如此长天 我不在家 正恐你们寂寞 吃了饭睡觉睡出病来 大家寻见时 玩笑消遣甚好 阴不见西人 又问道 你西人姐姐呢 情文道 西人吗 月发道学了 独自个在屋里面闭呢 这好一会 我没进去 不知他做什么呢 一些生气也听不见 你快瞧瞧去吧 或者此事参悟了 也未可定 宝玉听说 一面笑 一面走至里间 只见西人 坐在近窗床上 手中拿着一根灰色桃子 正在那里打截子呢 见宝玉进来 连忙站起来 笑道 情文这东西 编排我什么呢 我硬要赶着 打完了这截子 没功夫和他们瞎闹 硬哄他们道 你们玩去吧 趁着二爷不在家 我要在这里 静坐一坐 养一养神 他就编排了我 这些魂话 什么 面壁了 参产了 等一会 我不撕他那嘴 宝玉笑着 挨近西人坐下 瞧他打截子 问道 这么长天 你也该歇息歇息 或和他们玩笑 要不 瞧瞧林妹妹去也好 怪热的 打这个哪里使 习人道 我见你戴的扇套 还是那年东府里 荣大奶奶的事情上做的 那个青东西出租中 或亲友家夏天 有丧事方戴的这 一年遇着戴一两遭 平常又不犯作 如今那府里有事 这是要过去天天戴的 所以我赶着另做一个 等打完了截子 给你换下那旧的来 你虽然不讲究这个 若叫老太太 回来看见 又该说我们多懒 连你的穿戴之物 都不惊心了 宝玉笑道 这真难为你想得到 只是也不可过于敢 热着了倒是大事 说着 方官早托了一杯 凉水内新派的茶来 因宝玉素西饼腐柔翠 虽蜀月不敢用兵 只以心急井水 将茶莲湖浸在盆内 不施更换 取其凉意而已 宝玉就方官手内吃了半盏 碎向西人道 我来时已吩咐了明烟 若真大哥那边有要紧的客来时 叫他即刻送信 若无要紧的事 我就不过去了 说碧 碎出了房门 又回头向碧痕等到 如有事往林姑娘出来找我 于是一静往萧香馆来看黛玉 江过了青芳桥 只见雪燕领着两个老婆子 手中都拿着领藕瓜果之类 宝玉盲问雪燕道 你们姑娘从来不吃这些凉东西的 拿这些瓜果何用 不是要请哪位姑娘奶奶吗 雪燕笑道 我告诉你 可不许你对姑娘说去 宝玉点头应允 雪燕便命两个婆子 先将瓜果送去交与子娟姐姐 她要问我 你就说我做什么呢 就来 那婆子答应着去了 雪燕芳说道 我们姑娘这两日方爵身上好些了 今日饭后 三姑娘来会着药桥 二奶奶去 姑娘也没去 又不知想起了什么来 自己伤感了一回 提笔写了好些 不知是诗是词 叫我传瓜果去时 又听叫子娟将屋内摆着的小琴桌上的陈设搬下来 将桌子挪在外间当的 又叫将那龙文姿放在桌上 等瓜果来时听用 若说是请人呢 不犯先忙着把个卤摆出来 若说点香呢 我们姑娘素日屋内除百新鲜花果木瓜之类 又不大喜熏衣服 就是点香 一当点在常坐我之处 难道是老婆子们把屋子熏臭了 要拿香熏熏不成 究竟连我也不知何故 说必便连忙的去了 宝玉这里不由地低头心内细想到 据雪燕说来 必有缘故 若是同哪一位姊妹们贤作 亦不必如此鲜舍转据 或者是孤爹孤妈的继承 但我记得每年到此日期 老太太都吩咐 另外整理摇转 送去与林妹妹思绩 此时已过 大约必是七月 因为瓜果之节 家家都上秋季的坟 林妹妹有感于心 所以在私事自己惦记 去礼记 春秋见其时时 知意也未可定 但我此刻走去 见她伤感 必极力劝解 又怕她烦恼 欲结于心 若不去 又恐她过于伤感 无人劝止 两件皆足至极 莫若先到凤姐姐 处一看 再比稍作几回 如若见林妹妹伤感 再设法开解 既不知使其过悲 哀痛烧身 亦不致亦致病 想必 碎出了圆门 已经到凤姐出来 正有许多执事婆子们 回世壁 纷纷散出 凤姐儿正倚着门盒 平儿说话呢 一见了宝玉 笑道 你回来了吗 我才吩咐了林芝孝家的 叫她使人告诉 跟你的小丝 若没什么事 趁便请你回来 歇息歇息 再者那里人多 你哪里经得住那些气味 不想恰好你到来了 宝玉笑道 多谢姐姐 记挂 我也因今日没事 又见姐姐 这两日没往那府里去 不知身上可大于否 所以回来 探视看视 凤姐道 左右也不过是这样 三日好两日不好的 老太太 太太不在家 这些大娘们 哎 哪一个是安分的 每日不是打架 就伴嘴 连赌博偷盗的事情 都闹出来了两三件了 虽说有三姑娘帮着办理 她又是个没出格的姑娘 也有叫她知道得的 也有往她说不得的事 也只好强扎正着罢了 总不得心静一会儿 别说想病好 秋气不添 也就罢了 宝玉道 虽如此说 姐姐还要保重身体 少操些心才是 说必 又说了些闲话 别了凤姐 一直往园中走来 进了肖香管院门看时 只见鲁鸟残烟 垫于玉里 子涓正看着人往里搬桌子 受陈舍呢 宝玉便知已经寄完了 走入屋内 只见黛玉面向里歪着 病体奄奄 大有不胜之态 子涓连忙说道 宝二爷来了 黛玉方慢慢地起来 含笑让作 宝玉道 妹妹这两天可大好些了 气色道绝静些 只是为何又伤心了 黛玉道 可是你没得说了 好好的我多 早晚又伤心了 宝玉笑道 妹妹脸上现有泪痕 如何还哄我呢 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来多病 凡事当各自宽解 不可过作无意之悲 若作剑坏了身子 使我 说到这里 觉得以下的话有些难说 连忙艳住 只因她虽说和黛玉一处长大 情投意合 又怨同生死 却只是心中领会 从来未曾当面说出 旷间黛玉心多 每每说话造词 得罪了她 今日 原味的是来劝解 不想把话又说造词了 接不下去 心中一急 又怕黛玉恼她 又想一想 自己的心实在的是为好 因而转机为悲 早已滚下泪来 黛玉且先元老宝玉说话 不论轻重 如今见此光景 心有所感 本来素惜爱哭 此时亦不免无言对气 却说 子涓端了茶缆 打量二人又为何事脚口 因说道 姑娘才身上好些 宝二爷又来 怂气了 到底是怎么样 宝玉一面视泪笑道 谁敢欧妹妹了 一面搭讪着起来闲步 只见燕台底下 微露一只脚 不禁伸手拿起 黛玉忙要起身来夺 已被宝玉揣在怀内 笑扬道 好妹妹 赏我看看吧 黛玉道 不管什么 来了就混翻 一语未了 只见宝钗走来 笑道 宝兄弟要看什么 宝玉因为剑上面 是何言辞 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 未敢造次回答 却望着黛玉笑 黛玉一面让宝钗坐 一面笑说道 我曾见古始终有财色的女子 终身遭忌 令人可心可陷 可悲 可探者甚多 今日饭后无事 阴玉择出数人 胡乱凑几首诗 以气感慨 可巧探丫头 来回我乔凤姐姐去 我也身上懒懒地 眉桶她去 才将做了五首 一时困倦起来 撂在那里 不想二爷来了就瞧见了 其实给她看也倒没有什么 但只我嫌她是不是 写给人看去 宝玉忙道 我多早晚给人看来呢 昨日那把扇子 原是我爱那几首 白海棠的诗 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写了 不过为的是 拿在手中看着便宜 我岂不知规格中诗词字迹 是轻易往外传颂不得的 自从你说了 我总没拿出园子去 宝钗道 林妹妹这绿的也是 你既写在扇子上 偶然忘记了 拿在书房里去 被乡公们看见了 岂有不问 是谁做的呢 旁货传扬开了 反为不美 自古道 女子无才便是德 总以真净为主 女工还是第二件 其余诗词 不过是规中游戏 原可以会可以不会 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 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 林佑笑向黛玉道 拿出来给我看看无妨 只不叫宝兄弟拿出去就是了 黛玉笑道 既如此说 连你也可以不必看了 又指着宝玉笑道 他早已抢了去了 宝玉听了 方自怀内取出 凑至宝钗身旁 一同细看 只见写道 西市 一带清城 竹浪花 无功空字 一而家 孝贫莫笑 东孙女 头白西边 尚幻煞 于姬 长段乌锥 叶小风 于惜忧恨 怼众同 清鹏甘寿 他绵海 隐见何如 楚藏中 林飞 绝艳惊人 出汉宫 红颜命薄 古金铜 君王纵使 清颜色 予夺权和 必化功 绿桌 瓦丽明珠 一粒炮 何增十位 众交扰 都冤完福 前生造 更有同归 未寄了 红佛 《长衣雄谈》 太字书 美人俱眼 石穷图 诗居于气 杨公木 起得机密 女丈夫 宝玉看了 赞不绝口 又说道 妹妹这诗 恰好只做了五首 何不就命约 五美银 于是 布隆芬说 便提笔写在后面 宝钗一说道 作诗不论何题 只要擅翻古人之意 若要随人 绞踪走去 纵使字句精工 已落地二意 究竟算不得好事 即如 前人所勇昭君之师甚多 有悲惋昭君的 有怨恨严寿的 又有积汉帝 不能使画公图貌贤臣 而画美人的 纷纷不一 后来 王金公富有 义太 由来画不成 当时往沙毛严寿 永书有 耳目所见上如此 万里安能至遗迪 二诗俱能各出几件 不与人同 近日 林妹妹这五首诗 亦可谓命已新起 别开生面了 仍欲往下说时 只见有人回到 连二爷回来了 世财外间传说 往东府里去了好一会了 想必就回来的 宝玉听了 连忙起身 迎至大门以内等待 恰好贾连自外下马进来 于是 宝玉先迎着贾连跪下 口中给贾母王夫人等请了安 又给贾连请了安 二人携手走了进来 只见李婉 凤姐 宝钗 待遇 迎探夕等 早在中堂等后 一一相见一臂 阴听贾连说道 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 一路身体甚好 今日先打发了我来回家看事 明日五更 仍要出城迎接 说必 众人又问了些路途的景况 因贾连是远规 遂大家别过 让贾连回房歇息 一宿完景 不必细数 至此日饭事前后 果见贾母王夫人等到来 众人接见已毙 略坐了一坐 吃了一杯茶 便领了王夫人等人过宁府中来 只听见里面哭声震天 却是贾设贾连送贾母到家 急过这边来了 当下贾母进入里面 早有贾设贾连帅领族中人 哭着迎了出来 他父子一边一个挽了贾母 走至陵前 又有贾真贾荣跪着 突入贾母怀中痛哭 贾母慕年人 见此光景 一搂了真容等 痛哭不已 贾设贾连在旁苦劝 方略略止住 又转至灵右 见了游氏婆媳 不免又相吃大痛一场 哭闭 众人方上前 依依请安问好 贾真因贾母才回家来 为得歇息 坐在此间 看着未免要伤心 遂再三求贾母回家 王夫人等一载三项圈 贾母不得已 方回来了 果然年迈的人 禁不住风霜伤感 至夜间便绝头 闷母酸 鼻塞生重 连忙请了医生来诊 卖下药 足足地忙乱了半夜一日 幸而发散得快 未曾传经 至三更天 唏嘘发了点汗 迈尽身凉 大家方放了心 至此日仍服药条理 又过了数日 乃贾敬送病之期 贾母游位大狱 遂留宝玉在家侍奉 凤姐因未曾甚好 亦委屈 其余贾舍 贾脸 邢夫人 王夫人等率领家人仆妇 都送至铁剑寺 至晚方回 贾真游氏并贾荣 仍在寺中守灵 等过百日后 方夫就回击 家中仍托有老娘 并二姐三姐照管 却说 贾脸素日 既闻游氏姐妹之名 恨无缘得见 尽因贾敬廷龄在家 每日与二姐三姐相认已熟 不禁动了垂涎之意 况之 与贾真贾荣等 素有巨优之窍 因而成绩百般撩拨 眉目传情 那三姐 却只是淡淡相对 只有二姐也十分有益 但只是眼目众多 无从下手 贾脸又怕贾真吃醋 不敢轻动 只好二人心领神会而已 此时出殡以后 贾真家下人少 除有老娘带领二姐三姐 并几个粗食的丫鬟 老婆子在正式居住外 其余避切都随在寺中 外面仆妇 不过晚间寻耕 日间看守门户 白日无事 亦不进里面去 所以贾脸便欲趁此下手 虽托相伴贾真为名 亦在寺中住宿 又时常借着替贾真料理家务 不时至宁府中来勾搭二姐 一日 有小管家鱼路来回贾真道 前者所用彭杠校部 并请杠人轻衣 共使银一千一百十两 出给银五百两万 仍欠六百零十两 昨日两处买卖人聚来催讨 小的特来讨爷的事下 贾真道 你且向库上领去就是了 这又何必来问我 鱼路道 昨日已曾上库上去领 但只是老爷宾天以后 各处之领甚多 所剩还要预备百日道场 及料中用堵 此时竟不能发给 所以小的今日 特来回爷 或者爷内库里 暂且发给 或者挪借和相 吩咐了小的好办 贾真笑道 你还当事先呢 有银子放着不使 你无论哪里借了给他爸 于露笑回道 若说一二百 小的还可以挪借 这五六百 小的一时哪里办得来 贾真想了一回 向贾龙道 你问你娘去 昨日出殡以后 有江南真家送来打祭银五百两 未曾交到库上去 你先要了来 给他去罢 贾龙答应了 连芒果这边来回了游氏 付转来回他父亲道 昨日那项银子已使了二百两 下胜的三百两 令人送至家中 交与老娘受了 贾真道 既然如此 你就带了他去 向你老娘要了出来交给他 再也瞧瞧家中 有事无事 问你两个姨娘好 下胜的鱼鹿先见了天上吧 贾龙与鱼鹿答应了 方玉退出 只见贾连走了进来 鱼鹿忙上前请了安 贾连便问何事 贾真一一告诉了 贾连心中想到 趁此机会正可置宁府寻二姐 一面遂说道 这有多大事 何必向人借去 昨日我方得了一项银子 还没有使呢 莫若给他添上 岂不省事 贾真道 如此甚好 你就吩咐了荣儿 一并令他娶去 贾连忙道 这必得我亲身娶去 在我这几日没回家了 还要给老太太 老爷 太太们请请安去 到大哥那边 茶茶家人们有无声事 再也给亲家太太请请安 贾真笑道 只是又劳动你 我心里倒不安 贾连也笑道 自家兄弟 这有何妨呢 贾真又吩咐贾荣道 你跟了你叔叔去 也到那边给老太太 老爷 太太们请安 说我和你娘都请安 打听打听 老太太身上可打安了 还服药呢 没有 贾荣一一答应了 跟随贾连出来 带了几个小丝 骑上马一同进城 在陆叔直闲话 贾连有心 便提到有二姐 因夸说如何标志 如何做人好 举止大方 言语温柔 无一处不令人可敬可爱 人人都说你婶子好 就我看哪里及你二一一零呢 贾荣揣之奇异 便笑道 叔叔既这么爱她 我给叔叔做梅 说了做二房 何如 贾连笑道 你这是玩话还是正经话 贾荣道 我说的是当真的话 贾连又笑道 敢自豪呢 只是怕你婶子不一 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 况且我听见说 你二爷儿已有了人家了 贾荣道 这都无妨 我二爷儿三爷儿 都不是我老爷养的 原是我老娘带了来的 听见说 我老娘在那一家时 就把我二爷儿许给 皇娘中头张家 指负为婚 后来张家遭了官司败落了 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 如今这十数年 两家阴信不通 我老娘时常抱怨 要与他家退婚 我父亲也要将二爷转骗 只等有了好人家 不过令人找着张家 给他十几两银子 写上一张退婚的字 想张家穷极了的人 建了银子 有什么不一的 在他也知道 咱们这样的人家 也不怕他不一 又是叔叔 这样人说了 坐二房 我管保我老娘 和我父亲都愿意 倒只是 嫂子那里却难 贾连听到这里 心花都开了 哪里还有什么话说 只是一味呆笑而已 贾荣又想了一想 笑道 叔叔若有胆量 依我的主意 管保无妨 不过多花上几个钱 贾连忙道 有何主意 快些说来 我没有不一的 贾荣道 叔叔回家 一点声色也别露 等我回名了我父亲 向我老娘说妥 然后在咱们府后方 近左右 买上一所房子 急应用家伙 再拨两窝子家人 过去服侍 择了日子 人不知鬼不觉 娶了过去 嘱咐家人 不许走漏风声 嫂子在里面住着 深宅大院 哪里就得知道了 叔叔两下里住着 过个一年半载 急货闹出来 不过 挨上老爷一顿骂 叔叔只说 婶子总不生育 原是为子似起见 所以私自在外面 做成此事 就是婶子 见生你做成熟饭 也只得罢了 再求一求老太太 没有不完的事 自古道玉令之婚 贾连只顾贪图二姐美色 听了贾荣一篇话 遂未祭出万全 将现今身上有福 并停妻再娶 严妇度妻种种不妥之处 皆智之度外了 却不知贾荣一非好意 素日因同她姨娘有情 只因贾真在内 不能倡议 如今 若是贾连娶了 少不得在外居住 趁贾连不在时 好去鬼混之意 贾连哪里思想 其次 最向贾荣致谢道 好侄儿 你果然能够说成了 我买两个橘色的丫头 谢你 说着 已至宁府门首 贾荣说道 叔叔进去 向我老娘要出银子来 就交给鱼鹿吧 我先给老太太请安去 贾连含笑点头道 老太太跟前别说 我和你一同来的 贾荣道 知道 幼夫儿向贾连道 今日要遇见二姨 可别性急了 闹出事来 往后倒难办了 贾连笑道 少胡说 你快去吧 我在这里等你 于是贾荣赐去 给贾母请安 贾连进入宁府 早有家人头 率领家人等请安 一路为随之亭上 贾连一一地问了些话 不过色泽而已 便命家人散去 独自往里面走来 原来贾连贾真素日亲密 又是兄弟 本无可避计之人 自来是不等通报的 于是走至上房 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 打起帘子 让贾连进去 贾连进入房中一看 只见南边炕上 只有游二姐 带着两个丫鬟 一处做活 却不见 有老娘与三姐 贾连忙上前 问好相见 游二姐含笑让座 便靠东边排插而坐下 贾连仍将上手让与二姐 说了几句见面情 便笑问道 亲家太太和三妹妹 哪里去了 怎么不见 游二姐笑道 才有事往后头去了 也就来的 此时伺候的丫鬟 阴到茶去 无人在跟前 贾连不住地 拿眼睿着二姐 二姐低了头 只含笑不理 贾连又不敢造次 动手动脚 因见二姐手中 拿着一条 拴着荷包的卷子摆弄 便搭讪着 往腰里摸了摸 说道 冰狼荷包 也忘记了带了来 妹妹有冰狼 赏我一口吃 二姐道 冰狼倒有 就只是我的冰狼 从来不给人吃 贾连便笑着 玉锦珊来拿 二姐怕人看见不雅 便连忙一笑 撂了过来 贾连接在手中 都倒了出来 捡了半块 吃剩下的料 在口中吃了 又将剩下的 都揣了起来 刚要把荷包 亲身送过去 只见两个丫鬟 倒了茶来 贾连一面借了茶 吃茶 一面暗将自己带的 一个汉玉酒龙 佩解了下来 拴在手绢上 趁丫鬟回头时 仍撂了过去 二姐一不去拿 纸妆看不见 坐着吃茶 只听后面 一阵帘子响 却是由老娘三姐 带着两个小丫鬟 自后面走来 贾连送母于二姐 令其识取 这由二姐 亦只是不理 贾连不知二姐何意 甚是着急 只得迎上来 与由老娘三姐相见 一面 又回头看二姐时 只见二姐笑着 没事人事的 再又看一看卷子 已不知哪里去了 贾连方放了心 于是大家归座后 许了些闲话 贾连说道 大嫂子说 前日有一包银子 交给亲家太太收起来了 今日因要还人 大哥令我来取 再也看看 家里有事无事 有老娘听了 连忙使二姐 拿钥匙去取银子 这里贾连又说道 我也要给亲家太太请请安 瞧瞧二位妹妹 亲家太太脸面道好 只是二位妹妹 在我们家里受委屈 有老娘笑道 咱们都是至亲骨肉 说哪里的话 在家里也是住着 在这里也是住着 布满二爷说 我们家里自从先夫去世 家绩也着实艰难了 全亏了这里姑爷帮助 如今姑爷家里 有了这样大事 我们不能别的出力 白看一看家 还有什么委屈了的呢 正说着 二姐已取了银子来 交与有老娘 有老娘遍地与贾连 贾连叫一个小丫头 叫了一个老婆子来 吩咐她道 你把这个交给鱼鹿 叫她拿过那边去等我 老婆子答应了出去 只听得院内是贾荣的声音说话 续一进来 给他老娘姨娘请了安 又向贾连笑道 才刚老爷还问叔叔呢 说是有什么事情要使唤 原要使人到庙里去叫 我回老爷说叔叔就来 老爷还吩咐我 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 贾连听了 忙要起身 又听贾荣和他老娘说道 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说的 我父亲要给二姨说的一副 就和我这叔叔的面貌 身量差不多 老太太说好不好 一面说着 又悄悄地用手指着贾连 和他二姨弄嘴 二姐道不好意思说什么 只见三姐似笑非笑 似脑非脑地骂到 坏透了的小猴崽子 没了你娘的说了 多早晚我才撕他那嘴呢 一面说着便赶了过来 贾荣早笑着跑了出去 贾连也笑着辞了出来 走至厅上又吩咐了家人们 不可耍钱吃酒等话 又悄悄地央贾荣 回去急速和他父亲说 一面便带了鱼鹿过来 将银子添足交给他拿去 一面给贾舍请安 又给贾母去请安不提 却说贾荣见鱼鹿跟了贾脸去取银子 自己无事便仍回至里面 和他两个姨娘嘲戏一回 放其身 至晚到寺 见了贾真回到 银子已经交给鱼鹿了 老太太已大狱了 如今已经不服药了 说必又趁便将路上假脸 要娶由二姐做二房之意说了 又说如何在外面之房子住 不使凤姐知道 此时总不过为的是 子嗣艰难其见 为的是二姨是见过的 亲上做亲 比别处不知道的 人家说了来得好 所以二叔在三腰 我对父亲说 只不说是他自己的主意 贾真想了想 笑道 其实倒也罢了 只不知你二姨心中 愿意不愿意 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 叫你老娘 问准了你二姨 再做定夺 于是又教了贾荣一篇话 便走过来将此事告诉了尤氏 尤氏确知此事不妥 因而极力劝止 无奈 贾真主意已定 素日又是顺从惯了的 况且 他与二姨本非一母 不便深管 因而也只得由他们闹去了 至此日一早 果然贾荣附近城来见 他老娘 将他父亲之意说了 又天上许多话 说贾脸做人如何好 穆金凤姐身子有病 已是不能好的了 暂且买了房子在外面住着 过个一年半载 只等凤姐一死 便接了二姨进去做正事 又说他父亲此时如何聘 贾脸那边如何娶 如何借了你老人家养老 往后三姨也是那边应了替聘 说得天花乱坠 不由得由老娘不肯 况且 素日全窥贾真周济 此时又是贾真做主替聘 而且 庄联不用自己置满 贾脸又是青年公子 比张化圣强十倍 遂连忙过来 与二姨商议 二姨又是水性的人 在先已和姐夫不妥 又长怨恨当时 错许张化 致使后来终身失所 今见贾脸友情 旷使姐夫将他聘嫁 有何不肯 也便点头一月 当下回复了贾荣 贾荣回了他父亲 此日 命人请了贾脸到寺中来 贾真当面告诉了 他有老娘应允之事 贾脸自是喜出望外 感谢贾真贾荣父子不尽 于是二人商量着 使人看房子打首饰 给二姐质买装帘 及新房中应用床杖等物 不过几日 早将诸事办妥 已于宁荣街后 二里远近 小花之巷内买定一所房子 共二十余间 又买了两个小丫鬟 忽然想起家人鲍二来 当初他女人因和贾脸偷情 被凤姐打闹了一阵 含羞吊死了 贾脸这林之孝 许了二百两发送 又提及给鲍二些银两 令日调个媳妇给他 鲍二又有体面 又有银子 便仍然奉承贾脸 一时想起来 便叫了他两口到新房子里来 以被二姐过来时服侍 又使人将张华父子叫来 必乐着与有老娘写退婚书 却说张华之祖 原当黄粮装头 后来死去 至张华父亲时 仍冲此意 因与有老娘前夫相好 所以将张华与有二姐指妇为婚 后来不料遭了官司 败落了家产 弄得衣食不招 哪里还娶得起媳妇呢 有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 两家有十数年阴性不通 今被贾父家人患指 逼他与二姐退婚 心中虽不愿意 无奈惧怕假针等试验 不敢不依 只得写了一张退婚文约 有老娘与了二十两银子 两家退亲不提 这里贾连等建诸事已妥 遂择了初三皇到即日 以便迎娶二姐过门 为之如何 下回分解 正是 只为同之 贪色欲 至较连礼 起割毛 红楼梦 第六十五回 贾二社 偷取游二姨 游三姐 四甲柳二郎 幽兔笑谈 制作 话说 贾连 贾真 贾荣等三人商议 事事妥贴 至初二日 先将有老和三姐送入新房 有老一看 虽不似贾荣口内之言 也十分齐悖 母女二人已撑了心 鲍二夫妇 见了如意盆火 赶着有老一口一声 换老娘 又或是老太太 赶着三姐换三姨 或是姨娘 至此日五更天 一成素教 将二姐抬来 各色香烛纸马 并铺盖以及酒饭 早已备得十分妥当 一时 贾连素福 做了小叫而来 败过天地 焚了纸马 那由老见二姐身上 头上浑然一心 不是在家模样 十分得意 掺入洞房 是叶甲脸 同他颠鸾倒凤 百般恩爱 不消息说 那甲脸越看越爱 越瞧越喜 不知怎生奉承之二姐 乃命鲍二等人 不许提三说二等 只以奶奶称之 自己也称奶奶 竟将凤姐一笔勾倒 有时回家中 只说在东府 有事羁绊 凤姐辈 因知她和贾真相得 自然是或有事商议 也不宜心 在家下人虽多 都不管这些事 便有那游手好闲 专打听小事的人 也都去奉承贾脸 乘机讨些便宜 谁肯去漏风 于是贾脸深感 贾真不尽 贾脸一月出 五两银子 做天天的供给 若不来时 她母女三人一处吃饭 若贾脸来了 她夫妻二人一处吃 她母女便回房自吃 贾脸又将自己 几年所有的梯迹 一并搬了与二姐收着 又将凤姐素日之为人行事 枕边亲内 尽情告诉了她 只等一死 便接她进去 二姐听了 自是愿意 当下十来个人 倒也过起日子来 十分丰足 眼见已是两个月光景 这日贾真在铁剑寺 做完佛事 晚间回家时 因与她一昧久别 竟要去探望探望 先命小四去打听贾脸 在于不在 小四回来说不在 贾真欢喜 将左右一概先捡回去 只留两个心腹小童牵马 一时到了新房 已是掌灯时分 悄悄入去 两个小四将 马拴在圈内 自往下房去听后 贾真进来 屋内踩点灯 先看过了游氏母女 然后二姐出见 贾真人话而已 大家吃茶 说了一回闲话 贾真音笑说 我坐的这宝山如何 若错过了 打着灯笼还没出巡 过日你姐姐还备了礼来 瞧你们呢 说话之间 由二姐以命人 预备下酒转 关起门来 都是一家人 缘无必毁 那鲍二来请安 贾真便说 你还是个有良心的小子 所以叫你来服侍 日后自有大用你之处 不可在外头吃酒生事 我自然赏你 躺货这里短了什么 你脸二爷是多 那里人杂 你只管去回我 我们弟兄不比别人 鲍二答应道 是小的知道 若小的不尽心 除非不要这脑袋了 贾真点头说 要你知道 当下四人一处吃酒 由二姐直局 便要他母亲说 我怪怕的 妈同我到那边走走来 由老爷会议 便真个同他出来 只剩小丫头们 贾真便和三姐挨肩擦脸 百般轻薄起来 小丫头子们看不过 也都躲了出去 凭他两个自在取乐 不知做些什么勾搭 跟得两个小丝都在厨下 和鲍二饮酒 鲍二女人上灶 忽见两个丫头也走了来嘲笑 要吃酒 鲍二音说 鲍二们不再上头服侍 也偷来了 一时叫起来 没人 又试试 他女人骂道 糊涂浑腔了的妄疤 你撞丧那黄汤疤 撞丧碎了 夹着你那 鲍子挺你的失去 叫不叫 与你逼相干 应由我承当 风雨横竖撒不着你头上来 这鲍二原因 妻子发迹的 近日越发亏他 自己 除赚钱吃酒之外 一概不管 夹连等也不肯责备他 故他是妻如母 百依百随 且吃够了便去睡觉 这里鲍二家的 陪着这些丫鬟 小厮吃酒 讨他们的好 准备在假针钱上好 四人正吃得高兴 呼听叩门之声 鲍二家的忙出来开门 看见是假脸下马 问有事无事 鲍二女人便悄悄告他说 大爷在这里西院里呢 假脸听了便回至卧房 只见游二姐和他母亲 都在房中 见他来了 二人面上便有些善善的 假脸反推不知 指命快拿酒来 咱们吃两杯好睡觉 我今日很乏了 游二姐忙上来陪笑 接一份茶 问长问短 假脸喜得心痒难受 一时鲍二家的端上酒来 二人对饮 他丈母不吃 自回房中睡去了 两个小丫头分了一个过来服饰 假脸的心腹小铜龙儿拴马去 见已有了一匹马 细瞧一瞧 知识假真的 心下会议也来除下 只见喜儿兽儿两个正在那里坐着吃酒 见他来了 也都会议 顾笑道 你这会子来得巧 我们因赶不上爷的马 恐怕饭夜 往这里来借宿一消的 龙儿便笑道 有的是炕 只管睡 我是二爷使我送月银的 交给了奶奶 我也不回去了 喜儿便说 我们吃多了 你来吃一种 龙儿才坐下 端起杯来 呼听马棚内闹僵起来 原来二马同槽 不能兼容 互相掘踢起来 龙儿等慌的忙 放下酒杯 出来喝马 好容易喝住 另拴好了 放进来 鲍二家的笑说 你三人就在这里吧 茶也现成了 我可去了 说着 带门出去 这里喜儿喝了几杯 已是棱子眼了 龙儿兽关了门 回头见喜儿直挺挺地 仰卧炕上 二人便推他说 好兄弟 起来好生睡 只顾你一个人 我们就苦了 纳喜儿便说道 咱们今儿 可要功功道道地 贴一炉子烧饼 要有一个冲正经的人 我痛把你妈一操 龙儿兽儿见他醉了 也不必多说 只得吹了灯 将就睡下 由二姐听见马闹 心下便不自安 只管用言语混乱假脸 那甲脸吃了几杯 春行发作 便命收了酒果 眼门宽衣 由二姐只穿着大红小袄 三碗乌云满脸春色 比白日更增了颜色 甲脸搂他笑道 人人都说 我们那夜插破其整 如今我看来 给你食血也不要 由二姐道 我虽标志 却无品行 看来到底是不标志的好 甲脸盲问道 这话如何说 我却不解 由二姐低泪说道 你们拿我做鱼人带 什么事我不知 我如今和你做了两个月夫妻 日子虽浅 我也知你不是鱼人 我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如今既做了夫妻 我终身靠你 岂敢蛮长一字 我算是有靠 将来我妹子却如何结果 据我看来 这个刑警恐非常测 要做长久之计方可 甲脸听了 笑道 你且放心 我不是粘酸吃醋之辈 前世我已尽知 你也不必惊慌 你因妹夫道 是做凶的 自然不好意思 不如我去破了这里 说着走了 便至西院中来 只见窗内灯烛辉煌 二人正吃酒取乐 甲脸便推门进去 笑说 大爷在这里 兄弟来请安 甲真修得无话 只得起身让坐 甲脸盲笑道 何必又做如此景象 咱们弟兄从前是如何样来 大哥为我操心 我今日粉身碎骨 感激不尽 大哥若多心 我亦和安 从此以后 还求大哥如西方好 不然 兄弟能可绝后 再不敢到此出来了 说着 便要跪下 慌得甲真连忙掺起 只说 兄弟怎么说 我无不领命 甲脸盲命人 看就来 我和大哥吃两倍 又拉尤三姐说 你过来 陪小叔子一杯 甲真笑着说 老二 到底是你 哥哥必要吃干这种 说着 易扬博 尤三姐站在炕上 指甲脸笑道 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 清水下砸面 你吃我看见 剑提着影戏人子上场 好歹别戳破这层纸 你别油蒙了心 打量 我们不知道 你府上的事 这会子 花了几个臭钱 你们哥俩 拿着我们姐儿 两个全当 粉头来取乐 你们就打错了 算盘了 我也知道 你那老婆太难缠 如今把我姐姐 拐了来做二房 偷的锣敲不得 我也要 会会那凤奶奶去 看她 是几个脑袋 几只手 若大家好取和便吧 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 我有本事 先把你两个的 牛黄狗宝掏了出来 再和那泼妇拼了这命 也不算是游三姑奶奶 喝酒怕什么 咱们就喝 说着 自己戳起胡来 蒸了一杯 自己先喝了半杯 搂过假脸的脖子来就惯 说 我和你哥哥 已经吃过了 咱们来亲乡亲乡 虎得 假连酒都醒了 假真也不承忘 游三姐这等 无耻老辣 弟兄两个本是 风月场中耍惯的 不想今日 反被这闺女 一席话说住 游三姐 一叠声又叫 将姐姐请来 要乐咱们 四个一处同乐 素语说便宜不过当家 他们是弟兄 咱们是姊妹 又不是外人 只管上来 游二姐反不好意思起来 假真得便就要一溜 游三姐哪里肯放 假真此事方后悔 不承忘 她是这种为人 与假脸反不好 轻薄起来 这游三姐松松 挽着头发 大红袄子半眼半开 露着葱绿抹胸 异狠学府 底下绿裤红鞋 一对金莲或翘或病 没半可斯文 两个坠子 却似打秋千一般 灯光之下 月显得柳眉龙脆雾 弹口脸丹煞 本是一双秋水眼 再吃了酒 又添了行色银浪 不独将她二子压倒 拒真脸平去 所见过的上下贵贱若干女子 皆未由此 绰约风流者 二人以苏麻如醉 不禁去招她一招 她那淫态风情 反将二人尽住 那游三姐放出手眼来 略适的一事 她弟兄两个竟全然无一点 别是别见 连口中一句响亮话都没了 不过是酒字二字而已 自己高谈阔论 任意挥霍洒落一阵 拿她弟兄二人嘲笑取乐 竟真是她嫖了男人 并非男人淫了她 一时她的酒足性贱 也不容她弟兄多做 拈了出去 自己关门睡去了 自此后 霍略有丫鬟婆娘不到之处 便将贾脸 贾真 贾荣三个颇生力言痛骂 说她言三个 诱骗了她广父姑女 贾真回去之后 以后一不敢轻易再来 有时游三姐 自己高了心敲命小思来请 方敢去一会 到了这里也只好随她的便 谁知这游三姐天生脾气不堪 仗着自己风流标志 偏要打扮的出色 另是做出许多万人不及的 引擎浪台来 哄得男子们垂涎落魄 欲尽不能 欲远不舍 迷离颠倒 她以为乐 她母子二人也十分相劝 她反说 姐姐糊涂 咱们金玉一般的人 白叫这两个县世宝 沾污了去 也算无能 而且她家有一个极厉害的女人 如今瞒着她不知 咱们方安 躺货一日她知道了 岂有甘休之礼 势必有一场大闹 不知谁生谁死 趁如今我不拿她们取乐 做件准舌 到那时白落个臭名 后悔不及 因此一说 她母女见不听劝 也只得罢了 那游三姐天天挑剪穿吃 打了银的 又要金的 有了珠子 又要宝石 吃的肥鹅又在肥呀 祸不衬心 连珠一推 衣裳不如意 不论零段心整 便用剪刀剪碎 撕一条 骂一句 究竟假真等何曾随意的一日 反花了许多美心钱 假脸来了 只在二姐房内 心中也毁上来 无奈 二姐倒是个多情人 以为假脸是终身之主了 凡事倒还知疼着痒 若论起温柔和顺 凡事毕伤毕意 不敢是财字砖 实教奉解高十倍 若论标志 言谈行事 也剩五分 虽然如今改过 但已经失了脚 有了一个银子 凭它有甚好处也不算了 偏着假脸又说 谁人无措 知过必改就好 故不提以往之银 只取现今之善 便如交手期 似水如鱼 一心一计 誓同生死 哪里还有奉平二人在意了 二姐在枕边亲内 也常劝假脸说 你和真大哥商议商议 捡个熟的人 把三丫头拼了吧 留着他不是长法子 终究要生出事来 怎么处 假脸道 前日我曾回过大哥的 他只是舍不得 我说是块肥羊肉 只是烫得慌 玫瑰花可爱 刺打扎手 咱们未必想得住 正经捡个人聘了罢 他只一丝丝 就丢开手了 你叫我有何法 二姐道 你放心 咱们明日先劝三丫头 他砍了 叫他自己闹去 闹得无法 少不得聘他 假脸听了说 这话极是 至此日 二姐另备了酒 假脸也不出门 至五间特请他小妹过来 与他母亲上座 由三姐便知其意 酒过三巡 不用姐姐 开口 先便低泪气道 姐姐 今日请我 自有一番大理要说 但妹子不是那余人 也不用叙叙叨叨提 那从前丑事 我已尽知 说也无异 既如今姐姐 也得了好处安身 妈也有了安身之处 我也要自寻归结去 方使正理 但终身大事 一生至一死 非同而起 我如今改过首分 只要我捡一个素日 可心如意的人方 跟他去 若凭你们简则 虽是负笔十重 才过子见 冒笔潘安的 我心里进不去 也白过了一世 假脸笑道 这也容易 凭你说是谁就是谁 一应彩礼 都有我们置办 母亲也不用操心 游三姐气道 姐姐知道 不用我说 假脸笑问二姐是谁 二姐一时也想不起来 大家想来 假脸便道 定是此人无疑了 便拍手笑道 我知道了 这人缘不差 果然好眼力 二姐笑问是谁 假脸笑道 别人她如何进得去 一定是宝玉 二姐与游老听了 一以为然 游三姐便催了一口 道 我们有姊妹十个 也嫁你弟兄十个不成 难道除了你家 天下就没了好男子了不成 众人听了都诧异 除去她 还有哪一个 游三姐笑道 别只在眼前想 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 正说着 忽见假脸的心腹小丝 星儿走来请假脸说 老爷那边紧等着叫爷呢 小的答应往救老爷那边去了 小的连忙来请 假脸又忙问 昨日家里没人问 星儿道 小的回奶奶说 爷在家庙里童真大爷 上一座百日的事 只怕不能来家 假脸忙命拉马 龙儿跟随去了 留下星儿 答应人来示务 由二姐拿了两碟菜 命拿大杯蒸了酒 就命星儿在抗炎下蹲着吃 一尝一短向她说话 问她家里奶奶多大年纪 整个厉害的样子 老太太多大年纪 太太多大年纪 姑娘几个 各样家常等于 星儿笑嘻嘻地在抗炎下一头吃 一头将容辅之事被戏告诉她母女 又说 我是二门上该班的人 我们共是两班 一班四个 共是八个 这八个人有几个是奶奶的心腹 有几个是爷的心腹 奶奶的心腹 我们不敢惹 爷的心腹奶奶的就敢惹 提起我们奶奶来 心里歹毒 口里坚快 我们二爷也算是个好的 哪里见得她 倒是跟前的平姑娘 为人很好 虽然和奶奶一气 她倒背着奶奶 常做些个好事 小的们凡有了不是 奶奶是容不过的 只求求她去就完了 如今 何家大小 除了老太太 太太两个人 没有不恨她的 只不过面子情而怕她 皆因她一时看的人都不及她 只一味哄着老太太 太太两个人喜欢 她说一事一 说二事二 没人敢拦她 又恨不得把银子 钱省下来堆成衫 好叫老太太 太太说她会过日子 殊不知苦了下人 她讨好 孤着有好事 她就不等别人去说 她先抓奸 或有了不好事 或她自己错了 她便一缩头 推到别人身上来 她还在旁边拨火 如今连她正经婆婆大太太 都嫌了她 说她雀儿捡着望处飞 黑母鸡一窝 自家的事不管 倒替人家去瞎张罗 若不是老太太在头里 早叫过她去了 由二姐笑道 你背着她这等说她 将来你又不知怎么说我呢 我又插她一层 越发有的说了 兴儿忙跪下说道 奶奶要这样说 小的不怕雷打 但凡小的们有造化起来 先娶奶奶时 若得了奶奶这样的人 小的们也少挨些打骂 也少提心吊胆的 如今跟爷的这几个人 谁不被前辈后 称养奶奶胜得怜下 我们商量着叫二爷要出来 情愿来答应奶奶呢 由二姐笑道 猴儿操得还不起来呢 说句玩话就唬得那样起来 你们做什么来 我还要找了你奶奶去呢 兴儿连忙摇手说 奶奶千万不要去 我告诉奶奶 一辈子别见她才好 随天辛苦 两面三刀 上头一脸笑 脚下屎绊子 明是一盆火 暗是一把刀 都战全了 只怕三姨的这张嘴 还说她不过 好 奶奶这样斯文良善人 哪里是她的对手 游氏笑道 我只依礼待她 她敢怎么样 兴儿道 不是小的吃了酒 放肆胡说 奶奶便有礼让 她看见奶奶 比她标志 又比她得人心 她怎肯甘休善罢 人家是醋罐子 她是醋刚醋啊 凡丫头们二爷多看一眼 她有本事当着爷 打个烂羊头 虽然平姑娘在屋里 大约一年二年之间 两个有一次到一处 她还要口里颠十个过子呢 气得平姑娘性子发了 哭闹一阵 说 又不是我自己寻来的 你又浪着劝我 我缘不一 你反说我反了 这惠子又这样 她一般的也罢了 倒秧告平姑娘 游二姐笑道 可是扯谎 这样一个夜叉 怎么反怕屋里的人呢 星儿道 这就是俗语说的 天下逃不过一个里子去了 这平儿是她自幼的丫头 陪了过来一共四个 嫁人的嫁人 死得死了 只剩了这个心腹 她原位收了屋里 一则显她贤良名 二则又叫栓爷的仙 好不外头走邪的 又还有一段因果 我们家的规矩 凡爷们大了 为娶亲之仙 都先放两个人服侍的 二爷缘有两个 谁知她来了没半年 都寻出不是来 都打发出去了 别人虽不好说 自己脸上过不去 所以抢逼着平姑娘 做了房里人 那平姑娘又是个正经人 从不把这一件事 放在心上 也不会挑起窝夫的 到一位忠心赤胆服侍她 才容下了 由二姐笑道 原来如此 但我听见你们家 还有一位寡妇奶奶 和几位姑娘 她这样厉害 这些人如何医的 心儿拍手笑道 原来奶奶不知道 我们家这位寡妇奶奶 她的魂名叫做大菩萨 第一个善德人 我们家的规矩又大 寡妇奶奶们不管事 只一清净守洁 妙在姑娘又多 只把姑娘们交给她 看书写字 学针线 学道理 这是她的责任 除此问事不知 说事不管 只因这一向她病了 事多 这大奶奶暂管几日 究竟也无可管 不过是按利而行 不像她多事成才 我们大姑娘不用说 但凡不好也没这段大福了 二姑娘的魂名是 二木头 出一针 也不知矮忧一声 三姑娘的魂名是 玫瑰花 游氏姊妹 盲笑问何意 心儿笑道 玫瑰花又红又香 无人不爱的 只是刺戳手 也是一位神道 可惜不是太太养的老瓜窝里出凤凰 四姑娘小 她正经是真大爷亲妹子 因自幼无母 老太太命太太抱过来 养这么大 也是一位不管事的 奶奶不知道 我们家的姑娘不算 另外有两个姑娘 真是天上少有 地下无双 一个是咱们姑太太的女儿 姓林 小名叫什么待遇 面旁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 一肚子文章 只是一身多病 这样的天还穿家的 出来风儿一吹就倒了 我们这起没王法的嘴 都悄悄地叫她多病西事 还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儿 姓靴叫什么宝钗 竟是雪堆出来的 每常出门或上车 或一时院子里瞥见一眼 我们鬼使神差 见了她两个 不敢出气 游二姐笑道 你们大家规矩 虽然你们小孩子进得去 然遇见小姐们 原该远远常开 兴儿摇手道 不是 不是 那正经大理 自然远远地藏开 自不必说 就藏开了 自己不敢出气 是生怕这气大了 吹倒了姓林的 气暖了 吹化了姓靴的 说得满屋里都笑起来了 不知端详 且听 下回分解 红楼梦 第六十六回 请小妹 赤青龟地府 冷二郎 一冷入空门 幽兔笑谈 制作 话说 抱二家的 打她一下子 笑道 原有些真的 叫你又编了这 魂话 越发没了苦 你倒不像 跟二爷的人 这些魂话 倒像是 宝玉那边的了 游二姐才要又问 忽见游三姐笑问道 可是你们家那宝玉 除了上学 她做些什么 兴儿笑道 姨娘别问她 说起来 姨娘也未必信 她长得这么大 读她没有上过 正经学堂 我们家从祖宗 直到二爷 谁不是寒窗十载 骗她不喜欢读书 老太太的宝贝 老爷先还管 如今也不敢管 成天界疯疯癫癫癫的 说的话人也不懂 干得世人也不知 外头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样 心里自然是聪明的 谁知是外倾而内拙 见了人 一句话也没有 所有的好处 虽没上过学 倒难为她认的几个字 每日也不习文 也不学武 又怕见人 只爱在丫头群里闹 再者也没刚柔 有时见了我们 喜欢时 没上没下 大家乱玩一阵 不喜欢各自走了 她也不理人 我们坐着握着 见了她也不理 她也不责备 因此没人怕她 只管随便都过得去 游三姐笑道 主子宽了 你们又这样 言了又抱怨 可知难缠 游二姐道 我们看她倒好 原来这样 可惜了一个好胎子 游三姐道 姐姐信她胡说 咱们也不是见一面两面的 行事言谈吃喝 原有些女儿气 那是只在里头 惯了她 若说糊涂 那些儿糊涂 姐姐记得 穿校时 咱们同在一处 那日正是和尚们 进来绕关 咱们都在那里站着 她只站在头里挡着人 人说她不知里 又没颜色 过后 她没悄悄地告诉咱们说 姐姐 不知道 我并不是没颜色 向和尚们脏 恐怕气味熏了姐姐们 接着她吃茶 姐姐又要茶 那个老婆子 就拿了她的碗道 她赶忙说 我吃脏了的 另洗了再拿来 这两件上 我冷眼看去 原来她在女孩子们 前不管怎样都过得去 只不大和外人的事 所以她们不知道 有二姐听说 笑道 依你说 你两个已是情投意合了 竟把你许了她 岂不好 三姐见有星儿 不便说话 只低头磕瓜子 星儿笑道 若论模样而行事为人 倒是一对好的 只是她已有了 只为路行 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 因林姑娘多病 二则都还小 雇尚未及死 再过三二年 老太太便一开言 那是再无不准的了 大家正说话 只见龙儿又来了 说老爷有事 是件机密大事 要前二爷往平安州去 不过三五日就起身 来回也得半月功夫 今日不能来了 请老奶奶早和二姨定了那事 明日也来 好作定夺 说着 带了星儿回去了 这里由二姐命演了门早睡 谈问她妹子一夜 至此日午后 假脸方来了 由二姐因劝她说 既有正事 何必忙忙又来 千万别为我无事 假脸道 也没甚事 只是偏偏地又出来了一件远钗 出了月就起身 得半月功夫才来 由二姐道 既如此 你只管放心前去 这里一应不用你记挂 三妹子她从不会朝更目改的 她已说了改毁 必是改毁的 她已责定了人 你只要依她就是了 假脸问是谁 由二姐笑道 这人此刻不在这里 不知多早才来 也难为她掩历 自己说了 这人一年不来 她等一年 十年不来 等十年 若这人死了再不来了 她情愿替了头当姑子去 吃长斋念佛 以了今生 假脸问 到底是谁 这样动她的心 二姐笑道 说来话长 五年前 我们老娘家里做生日 妈和我们到那里 与老娘拜寿 她家请了一起创客 里头有个做小生的 叫做柳香莲 她看上了 如今要是她才嫁 旧年 我们闻得柳香莲 惹了一个货逃走了 不知可有来了不曾 假脸听了道 怪道呢 我说是个什么样人 原来是他 果然眼力不错 你不知道 这柳二郎 那样一个标志人 最是冷面冷心的 差不多的人都无情无义 她最和宝玉合得来 去年因打了靴呆子 她不好意思见我们的 不知哪里去了一向 后来听见有人说来了 不知是真是假 一问宝玉的小子们就知道了 唐货不来 她贫宗浪迹 知道几年才来 岂不白耽搁了 由二姐道 我们这三丫头说得出来 干得出来 她怎样说 只依她变了 二人正说之间 只见由三姐走来说道 姐夫 你只放心 我们不是那心口两样的人 说什么是什么 若有了姓柳的来 我便嫁她 从今日起 我吃斋念佛 只服侍母亲 等她来了 嫁了她去 若一百年不来 我自己修行去了 说着 将一根玉簪 积作两段 一句不真 就如这簪子 说着 回房去了 真个竟非礼不动 非礼不言起来 贾连无了法 只得和二姐商议了一回家务 赴回家与凤姐商议起身之事 一面这人问明烟 明烟说 竟不知道 大约未来 若来了 必是我知道的 一面又问她的街坊 也说未来 贾连只得回复了二姐 智气深知已尽 前两天便说起身 却先往二姐这边来住两夜 从这里再悄悄长行 国见小妹 竟又换了一个人 又见二姐持家勤慎 自是不消计挂 时日一早出城 就奔平安州大道 小行夜住 可饮鸡餐 方走了三日 那日正走之间 顶头来了一群驼子 内中一伙 主仆拾来骑马 走得进来一看 不是别人 竟是薛盘和柳香连来了 贾连身为奇怪 盲身马赢了上来 大家一起相见 说些别后寒温 大家便入酒店歇下 续谈续谈 贾连因笑说 闹过之后 我们忙着请你两个和解 谁知柳兄踪迹全无 怎么你两个今日倒在一处了 薛盘笑道 天下竟有这样其事 我同伙计犯了货物 自春天起身 往回里走 一路平安 谁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 欲一伙强盗 已将东西截去 不想柳二弟从那边来了 方把贼人赶散 夺回货物 还救了我们的性命 我谢他又不受 所以我们结拜了生死弟兄 如今一路进京 从此后我们是亲弟亲兄一般 到前面岔口上分路 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 有他一个姑妈 他去望后望后 我先进京去安置了我的事 然后给他寻一所宅子 寻一门好亲事 大家过起来 贾连听了道 原来如此 倒教我们悬了几日心 音又听到寻亲 又忙说道 我正有一门好亲事 堪陪二弟 说着 便将自己取游室 如今又要发嫁小姨 一节说了出来 只不说由三姐自责之语 幼主薛盘且 不可告诉家里 等生了儿子 自然是知道的 薛盘听了大喜 说早该如此 这都是舍表妹之过 相连盲笑说 你又忘情了 还不住口 薛盘盲止住不语 便说 既是这的 这门亲事定要做的 相连道 我本有愿 定要一个绝色的女子 如今既是贵昆仲高义 顾不得许多了 任凭财夺 我无不从命 贾连笑道 如今口说无凭 等柳兄一见 便知我这内地的品貌 是古今有一无二的了 相连听了大喜 说 既如此说 等地探过姑娘 不过月中就进京的 那时在定如何 贾连笑道 你我一言为定 只是我信不过柳兄 你乃是贫宗浪迹 倘然胭脂不归 岂不误了人家 须得留一定理 相连道 大丈夫岂有失信之理 小弟素系寒贫 况且客中 何能有定理 薛盘道 我这里现成 就被一分二哥带去 贾连笑道 也不用金箔之理 须是柳兄亲身自有之物 不论物之贵贱 不过我带去取信尔 相连道 既如此说 帝无别物 此剑防身 不能解下 囊中上有一把鸳鸯剑 乃吴家传代之宝 帝也不敢善用 只随身收藏而已 贾兄请拿去围定 帝纵戏水流花落之性 然一段不舍此见者 说帝 解囊出剑 彭与贾连 贾连命人收了 大家又饮了几杯 方各自上马 坐别启程 正是 将军不下马 各自奔前程 解说 贾连一日到了平安州 见了节度 玩了宫事 因幼主他十月 前后勿要还来一次 贾连领命 此日连忙取路回家 先到游二姐处探望 谁知贾连出门之后 由二姐操吃家务 十分紧缩 每日关门合祸 一点外事不完 她小妹子果 是个斩钉截铁之人 每日侍奉母子之余 只安分守己 随分过活 虽是夜晚间孤亲独枕 不惯寂寞 那一心丢了众人 只念柳香莲 早早回来玩了终身大事 这日假脸进门 见了这般景况 喜之不尽 深念二姐之德 大家续歇寒温之后 假脸便将路上相遇 相连一事说了出来 又将鸳鸯剑取出 地语三姐 三姐看时 上面龙吞魁户 珠宝金银 将把一撤 里面却是两把合体的 一把上面赞着一圆字 一把上面赞着一阳字 冷嗖嗖 明亮亮 如两痕秋水一般 三姐喜出望外 连忙收了 挂在自己绣房床上 每日望着剑 自笑终身有靠 假脸住了两天 回去赴了父命 回家和宅相见 那时凤姐以大狱 出来李氏行走了 假脸又将此事 告诉了假真 假真因近日 又遇了新有 将这事丢过 不在心上 任凭假脸才夺 只怕假脸独立不佳 少不得又给了他 三十两银子 假脸拿来 交与二姐预备装脸 谁知八月 那香脸方进了京 先来拜见薛姨妈 又遇见薛科 方知薛盘 不惯风霜 不服水土 一进京时便病倒在家 请一条志 听见香脸来了 请入卧室相见 薛姨妈也不念旧事 只感心恩 母子们十分称谢 又说起 亲事一劫 凡一应东西 皆以妥当 只等择日 柳香脸也感激不见 次日又来见宝玉 二人相会 如鱼得水 香脸阴问 假脸偷取二房之事 宝玉笑道 我听见明烟一干人说 我却未见 我也不敢多管 我又听见明烟说 脸二哥哥着实问你 不知有何话说 香脸就将路上所有知识 一概告诉宝玉 宝玉笑道 大喜 大喜 难得这个标志人 果然是个古今角色 堪配你之为人 香脸道 既是这样 他那里少了人物 如何只想到我 况且我又素日不慎和他后 也关切不至此 路上功夫茫茫的 就那样再三要来定 难道女家反感这男家不成 我自己疑惑起来 后悔不该留下这件作定 所以后来想起你来 可以细细问个底里 才好 宝玉道 你原是个惊喜人 如何继续了定理 又疑惑起来 你原说 只要一个角色的 如今既得了个角色便罢了 何必在意 相连道 你既不知他取 如何又知是角色 宝玉道 他是真大嫂子的继母 带来的两位小姨 我在那里和他们 混了一个月 怎么不知 珍珍一对油物 他又姓有 相连听了 爹族道 这是不好 断乎做不得了 你们东府里 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 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 我不做这圣网吧 宝玉听说 红了脸 相连自残尸言 连忙作一说 我该死胡说 你好歹告诉我 他品行如何 宝玉笑道 你既深知 又来问我做甚吗 连我也未必干净了 相连笑道 原是我自己一时忘情 好歹别多些 宝玉笑道 何必再提 这倒是有心了 相连作一告辞出来 若去找薛盘 一则他现卧病 二则他又浮躁 不如去锁回定理 主意已定 便移境来找贾连 贾连正在心房中 闻得相连来了 喜之不禁 芒盈了出来 让道内侍与有老相见 相连只作一称老伯母 自称婉生 贾连听了诧异 叱咤之间 相连便说 课中偶然盲促 谁知家姑母于四月间定了帝父 实地无言可回 若从了老兄背了姑母 似非合理 若系金箔之定 帝不敢索取 但此间隙祖父所遗 请仍赐回违姓 贾连听了 便不自在 还说定者定也 原怕反悔 所以为定 岂有婚姻之事 出辱随意的 还要斟酌 相连孝道 虽如此说 帝愿领则领罚 然此事断不敢从命 贾连还要饶舌 相连便起身说 请胸外做一叙 此处不便 那游三姐在 房明明听见 好容易等了她来 惊呼见反悔 便知她在 甲府中得了消息 自然是嫌自己 淫奔无耻之流 不屑为妻 金若容她出去 和贾连说退亲 料那贾连 必无法可处 自己 岂不无趣 一听贾连要 同她出去 连忙摘下剑来 将一股 雌风引在肘内 出来便说 你们不必出去在意 还你的定理 一面泪如雨下 左手将剑并翘 送雨相连 右手回肘 直往向上一横 可怜揉碎 桃花红满地 玉山青岛在南浮 方林会兴 渺渺明明 不知哪边去了 当下虎的众人急救不迭 有老一面豪哭 一面又骂相连 贾连忙揪住相连 命人捆了送官 有二姐忙只累 反劝贾连 你太多事 人家并没威逼他死 是他自寻短见 你便送他道官 又有何意 反决生事出丑 不如放他去罢 岂不省事 贾连此事也没了主意 便放了守命相连快去 相连反不动身 气道 我并不知是这等刚烈贤妻 可敬 可敬 相连反复是大哭一场 等买了棺木 眼见入恋 又俯观大哭一场 放告辞而去 出门无所知 昏昏默默 自想方才之事 原来由三姐这样标志 又这等刚烈 自毁不及 正走之间 只见薛盘的小思寻他家去 那相连只管出神 那小思带他到心房之中 十分齐整 胡听环沛叮当 由三姐从外而入 一手捧着鸳鸯剑 一手捧着一卷册子 向柳相连气道 妾痴情代君五年矣 不欺君国冷心冷面 妾已死报此痴情 妾今奉景焕之命 前往太须幻境修筑案中 所有一干情鬼 妾不忍一别 故来已会 从此再不能相见已 说着便走 相连不舍 忙遇上来拉住问时 那由三姐便说 来自晴天 去由晴帝 前生勿被晴获 今即恥情而叫 与君两无干涉 说必一阵相逢 无踪无影去了 相连警觉 似梦非梦 睁眼看时 那里有薛家小童 也非心事 竟是一座破庙 旁边坐着一个家腿 倒是补师 相连便起身 鸡手相问 此系何方 先师先名法号 倒是笑道 连我也不知道 此系何方 我系何人 不过暂来歇足而已 柳湘连听了 不觉冷然如寒冰轻鼓 撤出那股雄剑 将万根烦恼丝 一挥而尽 便随那道士 不知往哪里去了 后悔便见 红楼梦 第六十七回 剑土仪 贫青丝故里 文秘事 奉解训家童 幽图笑谈 制作 话说 由三姐自进之后 由老娘和二姐 贾真 贾连等 惧不胜悲痛 自不必说 忙令人胜炼 送往城外埋葬 柳湘连见 由三姐身亡 痴情眷恋 却被道人数据 冷言打破 迷关 竟自杰发出家 跟随封道人 飘然而去 不知何往 暂且不表 却说 薛姨妈 闻之相连 已说定了 由三姐为妻 心中甚喜 正是高高兴兴 要打算 替她买房子 制家伙 择机迎娶 以报她救命之恩 忽悠家中 小厮嘲嚷 三姐而自尽了 被小丫头们听见 告知薛姨妈 薛姨妈不知为何 心甚叹息 正在猜疑 宝钗从园里过来 薛姨妈便对宝钗说道 我的儿 你听见了没有 你真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 她不是已经许定 给你哥哥的一帝柳香莲了吗 不知为什么自吻了 那柳香莲也不知往哪里去了 真正奇怪的是 叫人意想不到 宝钗听了 并不在意 便说道 俗话说得好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 前日 妈妈为她救了哥哥 商量着替她料理 如今已经死的死了 走的走了 依我说 也只好由她罢了 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 倒是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 犯了来的货物 想来也该发完了 那同伴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 回来几个月了 妈妈和哥哥商议商议 也该请一请 愁些愁些才是 别叫人家看着无理似的 母女正说话间 见薛盘自外而入 眼中尚有泪痕 一进门来 便向她母亲拍手说道 妈妈可知道柳二哥游三姐的事吗 薛姨妈说 我才听见说 正在这里和你妹妹说这件公案呢 薛盘道 妈妈可听见说柳香莲 跟着一个道士出了家了吗 薛姨妈道 这越发起了 怎么柳相公那样一个年轻的聪明人 一时糊涂就跟着道士去了呢 我想你们好了一场 他又无父母兄弟 居身一人在此 你该个处找找他才是 靠那道士能往哪里远去 左不过是在这方近左右的庙里寺里罢了 薛盘说 何尝不是呢 我一听见这个信儿 就连忙带了小丝们在各处寻找 连一个影儿也没有 又去问人 都说没看见 薛姨妈说 你既找寻过没有 也算把你做朋友的心尽了 言之他这一出家 不是得了好处去呢 只是你如今也该张罗张罗买卖 二则把你自己娶媳妇应办的事情 倒早些料理料理 咱们家媒人 苏语说的夯劝鲜飞 省得临时丢三落四的不齐全 令人笑话 再者你妹妹才说 你也回家半个多月了 想货物也该发完了 同你去的伙计们也该摆桌酒 给他们道道发财事 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 受了四五个月的辛苦 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担了多少的 惊怕沉重 薛盘听说 便道 妈妈说得很是 倒是妹妹想得周到 我也这样想着 只因这些日子 为个触发祸闹的脑袋都大了 又为柳二哥的是忙了这几日 反倒落了一个空 白张罗了一会子 倒把正经事都误了 要不然定了名后 而下天请罢 薛姨妈道 由你办去罢 话又未了 外面小厮进来回说 管总的张大爷 差人送了两箱子东西来 说这是爷各自买的 不在货帐里面 本要早送来 因货物箱子压着 没得拿 昨儿货物发完了 所以今日才送来了 一面说 一面又见两个小厮搬进了两个家板家的大宗箱 薛班一见 说哎哟 可是我怎么就糊涂到这不田地了 特特的给妈和妹妹带来的东西 都忘了没拿了家里来 还是伙计送了来了 宝钗说 亏你说 还是特特的带来的 才放了一二十天 若不是特特的带来 大约要放到年底下才送来了 我看你也诸是太不留心了 薛班笑道 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吓掉了 还没归竅呢 说着大家笑了一回 便向小丫头说 出去告诉小厮们 东西收下 叫他们回去吧 薛姨妈同宝钗音问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样捆着绑着的 薛班便命叫两个小厮进来 解了绳子 去了家板 开了所看时 这一箱都是绸缎领紧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 薛班笑着道 那一箱是给妹妹带的 亲自来开 母女二人看时 却是些笔 墨 纸 燕 各色兼纸 香带 香珠 扇子 扇坠 花粉 胭脂等物 外有虎丘带来的自行人 酒粒 水银罐的打金斗小小子 沙子灯 一出一出的泥人的戏 用青纱罩的匣子装着 又有在虎丘山上尼捏的薛盘的小巷 与薛盘毫无相差 宝差见了 别的都不理论 倒是薛盘的小巷 拿着细细看了一看 又看看她哥哥 不禁笑起来了 因叫婴儿带着几个老婆子 将这些东西连箱子送到园里去 又和母亲哥哥说了一回闲话 才回园里去了 这里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 一分一分地打点清楚 叫同喜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不提 且说 宝差到了自己房中 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地过了幕 除了自己留用之外 一分一分配合妥当 也有送笔墨纸燕的 也有送香带扇子相坠的 也有送支粉头油的 有单送玩意儿的 只有黛玉的比别人不同 且又加厚一辈 一一打点完毕 使婴儿同着一个老婆子 跟着送往各处 这边姊妹诸人都收了东西 赏赐来时说见面再谢 唯有林黛玉看见她家乡之物 反自触悟伤情 想起父母双亡 又无兄弟 寄居亲戚家中 那里有人也给我带些土物 想到这里 不觉得又伤起心来了 子涓身知待遇心长 但也不敢说破 只在一旁劝道 姑娘的身子多病 早晚服药 这两日看着 比那些日子略好些 虽说精神长了一点 还算不得十分大好 金儿宝姑娘送来的这些东西 可见宝姑娘素日看的姑娘很重 姑娘看着该喜欢才是 为什么反倒伤起心来 这不是宝姑娘送东西来到叫姑娘烦恼了不成 就是宝姑娘听见 反觉脸上不好看 再者 这里老太太们为姑娘的病体 千方百计情好大夫配要诊治 也为是姑娘的病好 这如今才好些 又这样哭哭啼啼 岂不是自己糟蹋了自己身子 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烦了吗 况且姑娘这病 原是素日忧虑过度 伤了血气 姑娘的千金贵体 也别自己看清了 子涓正在这里劝解 只听见小鸭头子在院内说 宝二爷来了 子涓忙说 请二爷进来吧 只见宝玉进房来了 黛玉让作弊 宝玉见黛玉泪痕满面 便问 妹妹又是谁气着你了 黛玉勉强笑道 谁生什么气 旁边子涓将嘴向床后桌上一弩 宝玉会议往那里一瞧 箭堆着许多东西 就知道是宝钗送来的 便取笑说道 哪里这些东西不是妹妹要开杂货铺啊 黛玉也不搭言 子涓笑着道 二爷还提东西呢 阴宝姑娘送了些东西来 姑娘一看就伤起心来了 我正在这里劝解 恰好二爷来得很巧 替我们劝劝 宝玉明知 黛玉是这个缘故 却也不敢提头 只得笑说道 你们姑娘的缘故 想来不为别的 必是宝姑娘送来的东西少 所以生起伤心 妹妹 你放心 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 与你多多的带两船来 省得你唐颜抹泪的 黛玉听了这些话 也知宝玉是为自己开心 也不好推 也不好认 因说道 我认凭怎么没见世面 也到不了这不田地 因送的东西少 就生起伤心 我又不是两三岁的小孩子 你也推把人看得小气了 我有我的缘故 你哪里知道 说着 眼泪又流下来了 宝玉芒走到床前 挨着黛玉坐下 将那些东西 一件一件拿起来 摆弄着戏桥 故意问这是什么 叫什么名字 那是什么做的 这样齐整 这是什么 要他做什么使用 又说 这一件可以摆在面前 又说那一件可以放在条桌上当古董而道好呢 一味地将些没要紧的话来私混 带玉见宝玉如此 自己心里道过不去 便说 你不用在这里混搅了 咱们到宝姐姐那边去吧 宝玉吧不得带玉出去散散闷 解了悲痛 便道 宝姐姐送咱们东西 咱们原该谢谢去 带玉道 自家姊妹 这倒不必 只是到他那边 薛大哥回来了 必然告诉他些南边的骨剑 我去听听 只当回了家乡一趟的 说着 眼圈又红了 宝玉便站着等他 带玉只得捅他出来 往宝钗那里去了 且说 薛盘听了母亲之言 急下了请帖 办了酒席 次日 请了四位伙计 拒已到齐 不免说些贩卖账母 发货之事 不一时 上席让座 薛盘挨赐真了酒 薛姨妈又使人出来质疑 大家喝着酒说闲话 那中一个问着薛盘道 怎么不请柳二爷来 薛盘闻言 把眉一皱 叹口气道 那柳二爷竟别提起 真是天下头一见其事 什么是柳二爷 如今不知那里坐柳道爷去了 众人都诧异道 这是怎么说 薛盘便把相连前后尸体 说了一遍 众人听了 越发害意 因说道 怪不得前日 我们在殿里 访访佛佛 也听见人嘲嚷说 有一个道士三言两语 把一个人渡了去了 又说一阵风刮了去了 只不知是谁 我们正发货 哪里有闲工夫打听这个事去 到如今还是四信不信的 谁知就是柳二爷呢 早知是他 我们大家也该劝他劝才是 任他怎么着 也不叫他去 那中一个道 别是这么着吧 众人问怎么样 那人道 柳二爷那样个灵力人 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吧 他原会写武艺 又有力量 或看破那道士的妖术写法 特意跟他去 在背地摆布他 也未可知 薛盘道 果然如此道也罢了 世上这些妖言祸重的人 怎么没人治他一下子 众人道 那时难道你知道了 也没找寻他去 薛盘说 城里城外 哪里没有找到 不怕你们笑话 我找不着他 还哭了一场呢 盐碧 只是长玉短碳 无精打采的 不向往日高兴 中火机见他这样光景 自然不便久坐 不过随便喝了几杯酒 吃了饭 大家散了 且说 宝玉同着黛玉到宝钗出来 宝玉见了宝钗 便说道 大哥哥辛辛苦苦地带了东西来 姐姐留着屎吧 又送我们 宝钗笑道 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过是远路带来的土窝 大家看着新鲜些就是了 待遇到 这些东西 我们小时候倒不理会 如今看见 真是新鲜窝了 宝钗英笑道 妹妹知道 这就是俗语说的物理相贵 其实可算什么呢 宝玉听了这话 正对了黛玉方才的心事 连忙拿话岔道 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时 替我们多带下来 黛玉瞅了他一眼 便道 你要你只管说 不必拉扯上人 姐姐 你瞧 宝哥哥不是给姐姐来道谢 竟又要定下明年的东西来了 说得宝钗宝玉都笑了 三个人又闲话了一回 因提起待遇的病来 宝钗劝了一回 因说道 妹妹若觉着身子不爽快 倒要自己勉强 扎症着出来 走走逛逛 散散心 比在屋里 闷坐着到底好些 我那两日不是觉着发懒 浑身发热 只是要歪着 也因为食器不好 怕病 因此寻些事情 自己混着 这两日才觉着好些了 待遇到 姐姐 说得何尝不是 我也是这么想着呢 大家又做了一会子方散 宝玉仍把待遇送至 萧香馆门手 才各自回去了 且说 赵姨娘 因剑宝钗 送了甲环些东西 心中甚是喜欢 想到 怨不得别人都说 那宝丫头好 会做人 很大方 如今看起来 果然不错 她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 她挨门送到 并不一露一处 也不露出 谁宝谁厚 连我们这样没食运的 她都想到了 若是那林丫头 她把我们娘们正眼 也不瞧 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 一面想 一面把那些东西翻来覆去的摆弄 瞧看一回 忽然想到宝钗戏王夫人的亲戚 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卖个行呢 自己便歇歇遮遮地拿着东西 走至王夫人房中 站在旁边 陪笑说道 这是宝姑娘才刚给还根的 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 想得这么周到 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 又展样又大方 怎么叫人不敬福呢 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 都夸她疼她 我也不敢自砖就收起来 特拿来给太太瞧瞧 太太也喜欢喜欢 王夫人听了 早知道来意了 又见她说得不伦不类 也不便不理她 说道 你自管收了去给还哥玩吧 赵姨娘来时 兴兴头头 谁知抹了一鼻子灰 满心生气 又不敢露出来 只得善善地出来了 到了自己房中 将东西丢在一边 嘴里咕咕浓浓 自言自语道 这个又算了个什么呢 一面坐着 各自生了一回闷气 却说 婴儿带着老婆子们 送东西回来 回复了宝钗 将众人道谢的话 并赏赐的银钱 都回完了 那老婆子便出去了 婴儿走近 前来一步 挨着宝钗 悄悄地说道 刚才我到脸 二奶奶那边 看见二奶奶 一脸的怒气 我送下东西出来时 悄悄地问小红 说刚才二奶奶 从老太太屋里回来 不似往日欢天喜地地 叫了瓶儿去 唧唧咕咕地 不知了说些什么 看那个光景 倒像有什么大事的似的 姑娘没听见那边老太太 有什么事 宝钗听了 也自己纳闷 想不出凤姐 是为什么有气 便道 个人家有个人的事 咱们哪里管得 你去到茶去罢 婴儿于是出来 自去到茶不提 且说 宝玉送了黛玉回来 想着黛玉的孤苦 不免也替她伤感起来 一要将这话告诉习人 进来时却只有 摄月秋文在房中 因问 你习人姐姐 哪里去了 摄月道 左不过在这几个院里 哪里就丢了她 一时不见 就这样找 宝玉笑着道 不是怕丢了她 因我方才到林姑娘那边 见林姑娘又正伤心呢 问起来 却是魏宝姐姐送了她东西 她看见是她家乡的土物 不免对景伤情 我要告诉你 习人姐姐 叫她闲时过去劝劝 正说着 晴文进来了 因问宝玉道 你回来了 你又要叫劝谁 宝玉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 晴文道 习人姐姐才出去 听见她说 要到脸二奶奶那边去 保不住还到林姑娘那里 宝玉听了 便不言语 秋文道了茶来 宝玉竖了一口 递给小丫头子 心中着实不自在 就随便歪在床上 却说 习人因宝玉出门 自己做了回活计 忽想起 凤姐身上不好 这几日也没有过去看看 文说 假脸不在家 正好大家说说话 便告诉晴文 嚎生在屋里 别都出去了 叫宝玉回来 抓不着人 清文道 哎哟 这屋里 单你一个人记挂着它 我们都是白闲着混饭吃的 习人笑着 也不搭言 就走了 刚来到沁方桥畔 那时正是夏末秋初 池中莲藕 心残相间 红绿离坯 习人走着 眼低看完了一回 猛抬头 看见那边 葡萄架底下 有人拿着胆子 在那里胆什么呢 走到跟前 却是老猪妈 那老婆子见了习人 便笑嘻嘻地迎上来 说道 姑娘怎么今日得功夫 出来逛逛 习人道 可不是 我要到脸二奶奶家 瞧瞧去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那婆子道 我在这里 赶密疯儿 今天三副里 雨水少 这果子树上 都有虫子 把果子吃得 巴拉流星的 掉了好些下来 姑娘还不知道呢 这马蜂最可恶的 一都路上 只要破三两根 那破的 水滴到好的上头 连这一都路都是要烂的 姑娘你瞧 咱们说话的酷儿美感 就落上许多了 西人道 你就是不住手的赶 也赶不了许多 你倒是告诉买伴 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 一都路套上一个 又透风 又不糟蹋 婆子笑道 倒是姑娘说的是 我今年采馆上 哪里知道这个桥法呢 殷佑笑着说道 今年果子虽糟蹋了些 为而倒好 不幸摘一个姑娘尝尝 西人正色道 这哪里使得 不但没熟吃不得 就是熟了 上头还没有贡献 咱们倒先吃了 你是府里食老了的 难道连这个规矩都不懂了 老猪盲笑道 姑娘说的是 我见姑娘很喜欢 我才敢这么说 可就把规矩错了 我可是老糊涂了 西人道 这也没有什么 只是你们有年纪的老奶奶们 别先领着头这么着就好了 说着碎衣镜出了园门 来到凤姐这边 一到院里 只听凤姐说道 天理良心 我在这屋里熬得 越发成了贼了 西人听见这话 知道有缘故了 又不好回来 又不好进去 随把脚步放重些 隔着窗子问道 凤姐姐在家里呢吗 凤儿忙 答应着迎出来 西人便问 二奶奶也在家里呢吗 身上可大安了 说着 已走进来 凤姐装着 在床上歪着呢 见西人进来 也笑着站起来 说 好些了 叫你垫着 怎么这几日 不顾我们这边坐坐 西人道 奶奶身上欠安 本该天天过来 请安才是 但只怕奶奶身上 不爽快 倒要静静地歇下 我们来了 道吵得奶奶烦 凤姐笑道 凡是没的话 倒是宝兄弟屋里 虽然人多 也就靠着你一个照看他 也实在地离不开 我常听见平儿告诉我 说你背地里还垫着我 常常问我 这就是你尽心了 一面说着 叫平儿挪了张物子 放在床旁边 让西人坐下 风儿端进茶来 西人欠身道 妹妹坐着吧 一面说闲话 只见一个小鸭头子 在外间屋里 悄悄地合平说 望儿来了 在二门上伺候着呢 又听见平儿也悄悄地道 知道了 叫他先去 回来再来 别在门口站着 西人知他们有事 又说了两句话 便起身要走 凤姐道 闲来坐坐 说说话 我倒开心 因命平儿 送送你妹妹 平儿答应着送出来 只见两三个小鸭头子 都在那里 秉升西气 齐齐地伺候着 西人不知何事 便自去了 却说 平儿送出西人 进来回到 望儿才来了 因西人在这里 我叫他先到外头等等 这惠子 还是立刻叫他呢 还是等着 请奶奶的试下 凤姐道 叫他来 平儿忙叫小丫头 去传望儿进来 这里凤姐又问平儿 你到底是怎么听见说的 平儿道 就是头里那小丫头子的话 他说 他在二门里头 听见外头两个小丝说 这个西儿奶奶 比咱们叫二奶奶 还俊呢 皮尖也好 不知是望儿是谁 吆喝了两个一顿 说 什么新奶奶 就奶奶的 还不快悄悄的呢 叫里头知道了 把你的舌头还割了呢 平儿正说着 只见一个小丫头 进来回说 望儿在外头伺候着呢 凤姐听了 冷笑了一声说 叫她进来 那小丫头出来说 奶奶叫呢 望儿连忙答应着进来 望儿请了安 在外间门口 垂首示例 凤姐儿道 你过来 我问你话 望儿才走到 里间门旁站着 凤姐儿道 你二爷在外头弄了人 你知道不知道 望儿又打着 望儿又打着欺儿回道 奴才天天在二门上听差事 如何能知道二爷外头的事呢 凤姐冷笑道 你自然不知道 你要知道 你怎么拦人呢 望儿见这话 知道刚才的话 已经走了疯了 撂着瞒不过 便又跪回道 奴才实在不知 就是头里 星儿和喜儿两个人 在那里混说 奴才吆喝了他们两句 那种深情低利 奴才不知道 不敢忘回 求奶奶问星儿 她是常跟二爷出门的 凤姐听了 吓死尽催了一口 骂道 你们这一起 没良心的混账 望八崽子 都是一条藤 打量我不知道呢 先去给我把星儿 那个望八崽子叫了来 你也不许走 问明白了她 回来再问你 好好好 这才是我使出来的好人呢 那望儿只得连声答应 几个事 磕了个头 爬起来出去 去叫星 却说 星儿正在帐房里 和小丝闷玩呢 听见说 二奶奶叫 先唬了一跳 却也想不到是 这件事发作了 连忙跟着望儿进来 望儿先进去 回说 星儿来了 凤姐儿立声道 叫她 那些儿 听见这个声音 早已没了主意了 只得乍着胆子进来 凤姐儿一见 便说 好小子啊 你和你爷办的好事啊 你只识说罢 兴儿一闻此言 又看见凤姐儿 气色及两边丫头们的光景 早糊软了 不觉跪下 只是磕头 凤姐儿道 论起这事来 我也听见说 不与你相干 但只你不早来回 我知道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你要识说了 我还饶你 再有一次虚言 你先摸摸你枪子上几个脑袋瓜子 星儿战兢兢地朝上磕头道 奶奶问的是什么事 奴才童爷办坏了 凤姐听了 一枪火都发作起来 赫命打嘴巴 望儿过来才要打时 凤姐儿骂道 什么糊涂忘八崽子 叫他自己打 用你打吗 一会子你再个人打你那嘴巴子 还不迟呢 那星儿 真搁自己左右开弓 打了自己十几个嘴巴 凤姐儿喝声站住 问道 你二爷外头娶了什么新奶奶 旧奶奶的事 你大概不知道啊 星儿见说出这件事来 越发着了慌 连忙把帽子抓下来 在砖地上咕咚咕咚碰得投山响 口里说道 只求奶奶超生 奴才再不敢撒一个字的慌 凤姐儿道 快说 兴儿直决决地跪起来回道 这势头里奴才也不知道 就是这一天 东府里大老爷送了病 鱼路往真大爷庙里去领银子 二爷同着荣哥到了东府里 到上爷儿两个说起 真大奶奶那边的二位姨奶奶来 二爷夸他好 荣哥哄着二爷 说把二爷奶奶说给二爷 凤姐听到这里 使劲催道 呸 没脸的忘八蛋 她是你那一门子的姨奶奶 星儿忙又磕头说 奴才该死 网上瞅着 不敢言语 凤姐儿道 完了吗 怎么不说了 星儿方才又回道 奶奶恕奴才 奴才才赶回 凤姐催道 放你妈的屁 这还什么恕不恕了 你好声给我往下说 好多着呢 星儿又回道 二爷听见这个话就喜欢了 后来奴才也不知道怎么就弄真了 凤姐微微冷笑道 这个自然嘛 你可哪里知道呢 你知道的只怕都烦了呢 是了 说底下的罢 星儿回道 后来就是荣哥给二爷找了房子 凤姐忙问道 如今房子在哪里 星儿道 就在府后头 凤姐儿道 哦 回头瞅着平儿道 咱们都是死人了 你听听 平儿也不敢作声 星儿又回道 真大爷那边 给了张家不知多少银子 那张家就不问了 凤姐道 这里头怎么又扯拉上什么张家李家脸呢 星儿回道 奶奶不知道 这二奶奶 刚说到这里 又自己打了个嘴巴 把凤姐儿道 哦笑了 两边的丫头也都抿嘴而笑 星儿想了想 说道 那真大奶奶的妹子 凤姐儿接着道 怎么样 快说啊 星儿道 那真大奶奶的妹子 原来从小儿有人家的 姓张 叫什么张华 如今穷得带好讨饭 真大爷许了他银子 他就退了亲了 凤姐儿听到这里 点了点头 回头便望丫头们说道 你们都听见了 小望八崽子 头里他还说不知道呢 星儿又回道 后来二爷才叫人 表胡了房子 娶过来了 凤姐道 打哪里娶过来的 星儿回道 就在他老娘家 抬过来的 凤姐道 好霸脸 又问 没人送亲吗 星儿道 就是荣哥 还有几个丫头老婆子们 没别人 凤姐道 你大奶奶没来吗 星儿道 过了两天 大奶奶才拿了些东西来瞧的 凤姐儿笑了一笑 回头向平儿道 怪到那两天 二爷称赞大奶奶 不理嘴呢 掉过脸来 又问星儿 谁服事呢 自然是你了 星儿赶着碰头不言语 凤姐又问 前头那些日子 说给那府里办事 想来办的就是这个了 星儿回道 也有办事的时候 也有往新房子里去的时候 凤姐又问道 谁和她住着呢 星儿道 她母亲和她妹子 昨儿她妹子个人抹了脖子了 凤姐道 这又为什么 星儿虽将柳香莲的事说了一遍 凤姐道 这个人还算造化高 省了当那出名的妄疤 阴又问道 没了别的事了吗 星儿道 别的事奴才不知道 奴才刚才说的字字是实话 一字虚假 奶奶问出来 只管打死奴才 奴才也无怨的 凤姐低了一回头 便又指着星儿说道 你这个猴儿崽子就该打死 这有什么瞒着我的 你想着瞒了我 就在你那糊涂爷跟前讨了好了 你新奶奶好疼你 我不看你刚才还有点怕倦 不敢撒谎 我把你的腿不给你砸折了呢 说着鹤声起去 星儿磕了个头 才爬起来 退到外间门口 不敢就走 凤姐道 过来 我还有话呢 星儿赶忙垂手静听 凤姐道 你忙什么 新奶奶等着赏你什么呢 星儿也不敢抬头 凤姐道 你从今日不许过去 我什么时候叫你 你什么时候到 迟疑不玩 你试试 出去吧 星儿忙答应 几个事 退出门来 凤姐又叫道 星儿 星儿赶忙答应回来 凤姐道 快出去告诉你 二爷去 是不是啊 星儿回道 奴才不敢 凤姐道 你出去提一个字 提防你的皮 星儿连忙 答应着 才出去了 凤姐又叫 望儿呢 望儿连忙 答应着过来 凤姐把眼智 瞪瞪的 瞅了两三句话的功夫 才说道 好望儿 很好 去吧 外头有人提一个字 全在你身上 望儿答应着 也出去了 凤姐便叫道 茶 小丫头子们 会议都出去了 这里凤姐才和平说 你都听见了 这才好呢 凤儿也不敢答言 只好陪笑 凤姐越想越气 歪在枕上指示出神 忽然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便叫 凤儿来 凤儿连忙 答应过来 凤姐道 我想这件事 竟该这么着才好 未知凤姐如何办理 下回分解 红楼梦 第六十八回 苦游娘 转入大观园 孙凤姐 大闹民国府 幽兔笑谈 制作 话说 甲连起身去后 偏执平安节度 寻边在外 约一个月方回 甲连未得确信 只得住在下处等候 急至回来相见 将是半妥 回城已是将两个月的线了 谁知凤姐心下早已算定 只带甲连前脚走了 回来便传各色将义 收拾东乡房三间 照一自己正式一样装饰陈设 至十四日便回名甲母王夫人 说十五日一早 要到姑子庙 进香去 只带了瓶儿 丰儿 周睿媳妇 望儿媳妇四人 未曾上车 便将缘故告诉了众人 又吩咐众男人 素衣素盖 一进前来 星儿引路 一直到了二姐门前叩门 抱二家的开了 星儿笑说 快回二奶奶去 大奶奶来了 抱二家的听了这句 顶梁鼓走了真魂 芒飞进暴雨由二姐 由二姐虽也一惊 但已来了 只得以礼相见 于是芒整衣营了出来 至门前 凤姐方下车进来 由二姐一看 只见头上皆是素白银器 肾上月白断袄 轻断披风 白灵素群 梅弯柳叶 高调两梢 木横丹凤 神明三角 俏丽若三春之桃 清洁若九秋之菊 周睿望二女人 掺入院来 由二姐陪笑盲迎上来万福 张口便叫 姐姐下将 不曾远接 望述仓促之罪 说着便服了下来 凤姐盲陪笑 还礼不迭 二人携手 同入适中 凤姐上座 由二姐命丫鬟拿入子来便行礼 说 奴家年轻 亦从到了这里之事 接戏家母和家姐商议主张 今日有姓相会 若姐姐不弃奴家寒威 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训 奴役清心土胆 只服侍姐姐 说着便行下礼去 凤姐儿盲下座以礼向环 口内盲说 皆因奴家妇人之见 一味劝夫慎重 不可在外棉花卧柳 恐惹父母担忧 此皆是你我之痴心 怎奈二爷错毁奴役 棉花素柳之事 蛮奴或可 金曲姐姐 二房之大事 亦人家大礼 亦不曾对奴说 奴役曾劝二爷早行此礼 以备生育 不想二爷凡以奴为 那等极度之父 私自行此大事 并不说之 使奴有冤难素 为天地可表 前于十日之先奴以封闻 恐二爷不乐 遂不敢先说 金刻乔远行在外 故奴家亲自拜见过 还求姐姐下体奴心 启动大家 挪至家中 你我姊妹同居同处 彼此核心 健确二爷 慎重事物 保养身体 方式大礼 若姐姐 在外 奴在内 虽余见不堪相伴 奴心又和安 再者 使外人闻之 亦甚不雅观 二爷之名也要紧 倒是谈论奴家 奴已不愿 所以 今生今世奴之名节 全在姐姐身上 那起下人 小人之言 未免见我素日持家太言 背后加减些言语 自是常情 姐姐 乃何等样人物 岂可信真 若我时有不好之处 上头三层公婆 中有无数姊妹 轴礼 旷甲府 世代名家 岂容我到今日 今日二爷私娶姐姐 在外 若别人则怒 我则以为幸 正是天地神佛 不忍我被小人们诽谤 故生此事 我进来求姐姐 进去和我一样 同居同处 同分同利 同侍公婆 同见丈夫 喜则同喜 卑则同卑 情似亲妹 何比骨肉 不但那起小人见了 自毁从前错认了我 就是二爷来家一见 他做丈夫之人 心中也未免暗悔 所以姐姐 竟是我的大恩人 使我从前之名 一喜无虞了 若姐姐不随奴去 奴役情愿 在此相陪 奴役做妹子 每日服侍姐姐 梳头洗面 只求姐姐 在二爷跟前 替我好言 方便方便 容我一席之地安身 奴死也愿意 说着 便乌乌叶叶哭僵起来 由二姐见了这般 也不免滴下泪来 二人对见了李 分续作下 平儿盲也上来要见李 由二姐见他打扮不凡 举止品貌不俗 料定是平儿 连盲亲身挽住 只叫妹子快秀如此 你我是一样的人 奴姐盲也起身笑说 舍死她了 妹子只管兽礼 她原是咱们的丫头 以后快别如此 说着 又命周家的 从包袱里取出 四匹上色尺头 四对金珠簪 还为拜礼 由二姐盲 拜兽了 二人吃茶 对诉以往之事 奉姐口内 全是自怨自错 怨不得别人 如今只求姐姐 疼我等于 由二姐见了这般 便认她做事个 极好的人 小人不醉心诽谤 主子亦是常理 故清心涂胆 续了一回 竟把奉姐认为知己 又见周睿等媳妇 在旁边称杨奉姐 素日许多善政 只是吃亏心太吃了 惹人怨 又说已经预备了房屋 奶奶进去一看便知 游氏心中早已要进去 同住方好 今又见如此 岂有不允之理 便说 原该跟了姐姐去 只是这里怎样 奉姐而道 这又何难 姐姐的香笼细软 只管着小厮搬了进去 这些粗笨货 要她无用 还叫人看着 姐姐说谁妥当 就叫谁在这里 由二姐忙说 今日既遇见姐姐 这一进去 凡事只凭姐姐料理 我也来的日子前 也不曾当过家 事事不明白 如何敢做主 这几件香笼拿进去罢 我也没有什么东西 那也不过是二爷的 凤姐听了 便命周瑞家的季青 好声看管着 抬到东乡房去 于是催着由二姐穿戴了 二人携手上车 又同坐一处 又悄悄地告诉她 我们家的规矩大 这是老太太一概不知 躺货之二爷效忠娶你 管把她打死了 如今且别见老太太 太太 我们有一个花园子极大 姊妹住着 容易没人去的 你这一去 且在园里住两天 等我设个法子回明白了 那是再见方陀 由二姐到 任凭姐姐 才处 那些跟车的小丝们 皆是预先说明的 如今不去大门 只奔后门而来 下了车 赶散众人 凤姐便带游士 进了大官员的后门 来到李丸处相见了 彼时大官员中 十庭人 已有九庭人知道了 惊呼见凤姐带了进来 引动多人来看问 由二姐一一见过 众人见她标志和月 无不撑阳 凤姐一一地吩咐了众人 都不许在外走了风声 若老太太 太太知道 我先叫你们死 园中婆子丫鬟 都诉聚凤姐的 又戏甲敛国 孝家孝中所行之事 知道关系非常 都不管这事 凤姐悄悄地求 李丸收养几日 等回明了 我们自然过去的 李丸见凤姐那边 已收拾房屋 矿在符中 不好畅扬 自是正理 只得收下全住 凤姐又变法 将她的丫头 一概退出 又将自己的一个丫头 送她使唤 暗暗吩咐园中 媳妇们 好生照看着她 若有走失逃亡 一概和你们算账 自己又去暗中行事 何家之人都暗暗呐喊地说 看她如何这等贤惠起来了 那由二姐得了这个所在 又见园中姊妹各个相好 倒也安心乐业地 自为得其所以 谁知三日之后 丫头善解 便有些不服使欢起来 由二姐因说 没了头油了 你去回生大奶奶 拿下来 善解便道 二奶奶 你怎么不知好歹没眼色 我们奶奶天天承认了老太太 又要承认这边太太 那边太太 这些轴离姊妹 上下几百男女 天天起来 都等她的话 一日少说 大事也有一二十件 小事还有三五十件 外头的从娘娘算起 以及王公侯博家 多少人情客里 家里又有这些亲友的调度 银子上千千上万 一日都从她一个手 一个心一个口里调度 哪里为这点子小事去反锁她 我劝你能这些而罢 咱们又不是明媚正取来的 这是她亘古少有一个贤良人 才这样待你 若差心的人 听见了这话 嘲嚷起来 把你丢在外 死不死 生不生 你又敢怎样呢 一席话 说得尤氏垂了头 自为有这一说 少不得将就些罢了 那善姐渐渐连饭 也怕端来与她吃 或早一顿 或晚一顿 所拿来之物 皆是圣诞 尤二姐说过两次 她反先乱叫起来 尤二姐又怕人笑她不安分 少不得忍着 隔上五日八日 见凤姐一面 那凤姐却是和容悦色 满嘴里姐姐 不离口 又说 躺有下人不到之处 你想不住他们 只管告诉我 我打他们 又骂丫头媳妇说 我深知你们 软得欺 硬得怕 背开我的眼 还怕谁 躺或二奶奶 告诉我一个不字 我要你们的命 尤氏见她这般的好心 思想既有她 何必我有多事 下人不知好歹 也是常情 我若告了 他们受了委屈 反叫人说我不显良 因此反替他们遮掩 凤姐一面 使望而在外打听戏事 这由二姐之事 皆已深知 原来已有了婆嫁的 女婿现在才十九岁 成日在外嫖赌 不理生夜 家私花尽 父亲撵她出来 现在赌钱厂存身 父亲得了油泼十两银子 退了亲的 这女婿尚不知道 原来这小伙子名叫张华 凤姐都一一禁之原委 便封了二十两银子与望儿 悄悄命她将张华勾来养活 这她写一张状子 只管网友思衙门中告去 就告脸二爷国校家校之中 被指蛮亲 账财一事 抢逼退亲 停妻再娶等语 这张华也深知厉害 先不敢造次 望儿回了凤姐 凤姐气地骂 赖狗扶不上墙的种子 你细细地说给她 便告我们家谋反也没事的 不过是借她一闹 大家没脸 若告大了 我这里自然能够平息的 望儿领命 只得细说与张华 凤姐又吩咐望儿 她若告了你 你就和她对此去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我自有道理 望儿听了有她做主 便又命张华状子上 听上自己 说 你只告我来往过父 一应调缩二爷做的 张华便得了主意 和望儿商议定了 写了一纸状子 次日便往督察院喊了冤 茶院座堂看状 见是告假脸的事 上面有家人望儿一人 只得遣人去贾府传望儿来对此 清衣不敢善入 只命人待信 那望儿正等着此事 不用人待信 早在这条街上等候 见了清衣 反应上去笑道 启动众位兄弟 必是兄弟的示范了 说不得 快来套上 中清衣不敢 只说 你老去吧 别闹了 于是来至堂前贵了 茶院命将状子 与她看 望儿故意看了一遍 碰头说道 这是小的尽知 小的主人 时有此事 但这张华 素语小的有仇 故意攀扯 小的在内 其中还有别人 求老爷再问 张华碰头说 虽还有人 小的不敢告他 所以只告他下人 望儿故意急地说 糊涂东西 还不快说出来 这是朝廷公堂之上 平氏主子 也要说出来 张华便说出贾荣来 茶院听了无法 只得去传贾荣 凤姐又拆了 清儿暗中打听 告了起来 便忙将王信换来 告诉他此事 命他托茶院 只虚张声势 警虎而已 又拿了三百银子 与他去打点 是叶王信到了 茶院私地 安了根子 那茶院深知原委 受了赃饮 次日回堂 只说张华无赖 因拖欠了贾府银两 罔捏虚辞 污赖良人 都茶院又肃与王子滕相好 王信也只到家说了一声 旷是贾府之人 巴不得了事 便也不提此事 且都收下 只传贾荣对此 且说 贾荣等正忙着贾珍之事 忽有人来报信 说有人告你们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快做道理 贾荣慌了 忙来回贾珍 贾珍说 我防了这一阵 只亏他大胆子 即刻封了二百银子 这人去打点茶院 又命家人去对此 正商议之间 人报 西府二奶奶来了 贾珍听了这个 道吃了一惊 忙要同贾荣常躲 不想凤姐进来了 说 好大哥哥 带着兄弟们干的好事 贾荣忙请安 凤姐拉了他就进来 贾珍还笑说 好生伺候你姑娘 吩咐他们杀生口碑犯 说了 忙命被马 夺往别处去了 这里凤姐带着贾荣走来上房 油市正迎了出来 见凤姐气色不善 盲笑说 什么是这等忙 凤姐照脸一口唾沫催道 你油家的丫头没人要了 偷着直往贾家送 难道贾家的人都是好的 普天下死绝了男人了 你就愿意给 也要三枚六正 大家说明 成个体统才是 你谈迷了心 只有蒙了窍 国校家校两重在身 就把个人送来了 这会子被人家告我们 我又是个美脚蟹 连官场中都知道我厉害吃醋 如今只能提我 要修我 我来了你家 干错了什么不是 你这等害我 或是老太太 太太有了话在你心里 使你们做这圈套 要挤我出去 如今咱们两个 一同去见官 纷正明白 回来咱们公同 请了合足众人 大家第一面说个明白 给我修说 我就走落 一面说 一面大哭 拉着游士 只要去见官 急得贾荣跪在地下碰头 只求姑娘婶子息怒 凤姐儿一面又骂贾荣 天雷劈脑子 无鬼分尸的 没良心的种子 不知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成日家调三窝四 干出这些没脸面 没往法败家破业的营上 你死了的娘英灵 也不容你 祖宗也不容 还敢来劝我 哭骂着 仰手就打 贾荣芒磕头有声说 沈子别动气 仔细手 让我自己打 沈子别动气 说着 自己举手左右开弓 自己打了一顿嘴巴子 又自己问着自己说 以后可再顾三不顾四的 混管闲事了 以后还单听叔叔的话 不听沈子的话了 众人又是劝 又要笑 又不敢笑 凤姐儿滚到游市怀里 豪天动地 大方悲声 只说 给你兄弟娶亲 我不恼 为什么使他为止被亲 将混账名给我背着 咱们只去见官 省得不快造力来 再者 咱们只过去见了老太太 太太和众族人 大家公益了 我既不贤良 又不容丈夫 娶亲买妾 只给我一纸修书 我即刻就走 你妹妹 我也亲身接来家 生怕老太太 太太生气 也不敢回 现在三茶六饭 金奴银币地住在园里 我这里赶着收拾房子 一样和我的道理 只等老太太知道了 人说接过来 大家安分守己的 我也不提就是了 谁知又有了人家的 不知你们干的什么事 我一概又不知道 如今告我 我昨日急了 纵然我出去见官 也丢的是你贾家的脸 少不得偷把太太的 五百两银子去打点 如今把我的人 还锁在那里 说了又哭 哭了又骂 后来放声大哭起 祖宗爹妈来 又要寻死撞头 把个油饰揉搓成一个面团 衣服上全是眼泪鼻涕 并无别语 只骂贾荣 孽障 和你老子做的好事 我就说不好的 凤姐听说 哭着两手 伴着油饰的脸 紧对香问道 你发昏了 你的嘴里 难道有茄子塞着 不然 他们给你脚子 闲上了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去 你若告诉了我 这惠子平安不了 怎得金官洞府 闹到这不田地 你这惠子还怨他们 自古说 欺贤夫或少 表状不如理状 你但凡是个好的 他们怎得闹出这些事来 你又没才干 又没口齿 锯了嘴子的胡萝 就只会一位 瞎小心图贤良的名 总是他们也不怕你 也不听你 说着脆了几口 游氏也哭道 何曾不是这样 你不信问问根的人 我何曾不劝的 也得他们听 教我怎么样呢 怨不得妹妹生气 我只好听着罢了 众姬妾丫环媳妇 已是乌鸦鸦跪了一地 陪笑求说 二奶奶最盛名的 虽是我们奶奶的不是 奶奶也坐见得够了 当着奴才们 奶奶们素日何等的好来 如今还求奶奶给留脸 说着捧上茶来 凤姐也摔了 一面指了枯碗头发 又哭骂贾荣 出去请大哥哥来 我对面问他 亲大爷的孝才武器 职儿娶亲 这个离我竟不知道 我问问 也好学着日后教导子职的 贾荣只跪着磕头 说 这是原部与父母相干 都是儿子一时吃了屎 调缩叔叔做的 我父亲也并不知道 如今我父亲正要商量 接太爷出殡 沈子若闹起来 儿子也是个死 只求沈子责罚儿子 儿子谨领 这官司还求沈子料理 儿子竟不能干这大事 沈子是何等样人 岂不知俗语说的胳膊 只折在袖子里 儿子糊涂死了 既做了不孝的事 就同那猫狗儿一般 沈子既教训 就不和儿子一般见识的 少不得还要沈子费心费力 将外头的压住了才好 原是沈子有这个不孝的儿子 既惹了祸 少不得委屈 还要疼儿子 说着又磕头不绝 凤姐见她母子这般 也在男往前施展了 只得又转过了一副 形容言谈来 与尤氏反陪里说 我是年轻不知事的人 一听见有人告诉了 把我吓昏了 不知方才怎样得罪了嫂子 可是荣儿说的 胳膊舌了往袖子里长 少不得嫂子要体谅我 还要嫂子转替哥哥说了 先把这官司按下去才好 由是贾荣一期都说 沈子放心 横竖一点连累不着叔叔 沈子方才说 用过了五百两银子 少不得我娘儿们 打点五百两银子 与沈子送过去 好补上的 不然岂有反交沈子 又添上亏空之名 越发我们该死了 但还有一件 老太太 太太们跟前沈子 还要周全方便 别提这些话方好 凤姐又冷笑道 你们饶压着我的头干了事 这会子反哄着我替宁周全 我虽然是个呆子 也呆不到如此 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 嫂子既怕她绝后 我岂不更比嫂子更怕绝后 嫂子的另妹 就是我的妹子一样 我一听见这话 连夜喜欢的连觉也睡不成 赶着传人收拾了屋子 就要接进来同住 倒是奴才小人的见识 他们倒说 奶奶太好性了 若是我们的主意 先回了老太太 太太看是怎样 再收拾房子 去接也不迟 我听了这话 叫我要打要骂的 才不言语 谁知偏不称我的意 偏打我的嘴 半空里又跑出一个张华来 告了一桩 我听见了 吓得两夜没合眼 又不敢声张 只得求人去打听 这张华是什么人 这样大胆 打听了两日 谁知是个无赖的花子 我年轻不知是返笑了 说她告什么 倒是小子们说 原是二奶奶许了她的 她如今正是急了 冻死饿死也是个死 现在有这个礼 她抓着纵然死了 死得倒比冻死饿死还值些 怎么愿得她告呢 这是原是爷做的太急了 国孝一层罪 家孝一层罪 背着父母思取一层罪 停妻再取一层罪 苏语说 拼着一身寡 敢把皇帝拉下马 她穷疯了的人 什么事做不出来 况且她又拿着这蛮礼 不告等请不成 嫂子说 我便是个寒信张良 听了这话 也把智谋吓回去了 你兄弟又不在家 又没个商议 少不得拿钱去垫补 谁知越使钱 越被人拿住了刀把 越发来恶 我是耗子尾上掌窗 多少浓血 所以又急又气 少不得来找嫂子 假使贾荣不等说完 都说 不必操心 自然要料理她 贾荣又道 那张话不过是穷疾 故舍了命才告 咱们如今想了一个法 竟许她些银子 只叫她应了妄告 不实之罪 咱们替她打点完了官司 她出来时 再给她歇个银子就完了 凤姐儿笑道 好孩子 怨不得你故意不顾二地做这些事出来 原来你竟糊涂 若你说的这话 她暂且依了 且打出官司来 又得了银子 眼前自然了事 这些人 这些人既是无赖之徒 银子到手 一旦光了 她又寻事故讹诈 躺又刀登起来这事 咱们虽不怕 也终担心 搁不住她说 既没毛病 为什么反给她银子 终究是不了之局 贾荣原是个明白人 听如此一说 便笑道 我还有个主意 来试试非人 去试试非者 这事还得我了才好 如今 我进去问张华个主意 或是他定要人 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钱再去 他若说一定要人 少不得我去劝我二姨 叫他出来仍嫁他去 若说要钱 我们这里少不得给他 凤姐儿忙道 虽如此说 我断舍不得你姨娘出去 我也断不肯使他去 好者 你若疼我 只能可多给他钱为事 贾荣深知 凤姐口虽如此 心却是巴不得 只要本人出来 他却做贤良人 如今怎说怎意 凤姐儿欢喜了 又说 外头好处了 家里终究怎么样 你也同我过去回名才是 有时又慌了 拉凤姐讨主意 如何撒谎才好 凤姐冷笑道 既没这本事 谁叫你干这事了 这会子又这个签 我又看不上 但要不出个主意 我又是个心思面软的人 凭人搓弄我 我还是一片痴心 说不得让我英起来 如今 你们只别露面 我只领了你妹妹 去与老太太 太太们磕头 只说元戏你妹妹 我看上了很好 正因我不大生长 原说买两个人 放在屋里的 金姬见你妹妹很好 而又是亲上做亲的 我愿意娶来做二房 接音家中 父母姊妹心尽一概死了 日子又艰难 不能度日 若等百日之后 无奈 无家无业 时难等的 我的主意接了进来 已经乡房收拾了出来 暂且住着 等满了福在远方 仗着我不怕骚的脸 死活赖去 有了不是 也寻不着你们了 你们母子想想 可使得 由是贾荣一奇笑说 到底是婶子宽宏大量 阻止多谋 等是妥了 少不得我们娘们过去败谢 由是盲命丫鬟们 服侍凤姐梳妆洗脸 又摆酒饭 亲自递酒剪菜 凤姐也不多做 执意就走了 金元忠将此事告诉于游二姐 又说我怎么操心打听 又怎么设法子 须得如此如此 方救下众人无罪 少不得我去拆开这鱼头 大家猜好 不知端详 且听下回分解 红楼梦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 用借鉴杀人 绝大献 吞生金自逝 幽土笑谈 制作 话说 游二姐听了 又感谢不尽 只得跟了她来 游是那边怎好不过来的 少不得也过来跟着凤姐去回 方氏大礼 凤姐笑说 你只别说话 等我去说 游是道 这个自然 但一有个不适 是往你身上推的 说着 大家先来至贾母房中 正知贾母和园中姊妹们说笑姐们 忽见凤姐带了一个标志小媳妇进来 忙去着眼看 说这是谁家的孩子 好可怜见的 凤姐上来笑道 老祖宗道细细地看看 好不好 说着 忙了二姐说 这是太婆婆 快磕头 二姐忙行了大礼 斩败起来 又指着众姊妹说 这是某人某人 你先认了 太太瞧过了再见礼 二姐听了 依依又从心故意地问过 垂头站在旁边 贾母上下瞧了一遍 阴又笑问 你姓什么 今年十几了 凤姐忙又笑说 老祖宗且别问 只说比我俊不俊 贾母又戴了眼镜 命鸳鸯琥珀 把那孩子拉过来 我瞧瞧肉皮 众人都抿嘴而笑着 只得推他上去 贾母戏瞧了一遍 又命虎珀 拿出手来我瞧瞧 鸳鸯又接起裙子来 贾母瞧臂 摘下眼镜来 笑说道 更是个齐全孩子 我看比你俊些 凤姐听说 孝昭盲跪下 将游氏那边所编之话 一五一十细细地说了一遍 少不得老祖宗发此心 先许她进来 住一年后在原房 贾母听了道 这有什么不是 既你这样贤良 很好 只是一年后方可原得房 凤姐听了 叩头起来 又求贾母这两个女人 一同带去见太太们 说是老祖宗的主意 贾母一云 遂使二人带去 见了邢夫人等 王夫人正因她风声不雅 深为忧虑 见她今行此事 岂有不乐之礼 于是 由二姐自此见了天日 挪到厢房住居 凤姐一面 使人暗暗调缩张华 指教她要缘妻 这里还有许多赔送卖 还给她银子安家过活 张华原无胆无心告贾家的 后来又见贾荣打发人来对此 那人原说的 张华先退了亲 我们皆是亲戚 皆到家里住着是真 并无取价之说 皆因张华 拖欠了我们的债务 追索不语 方无赖小的主人 那些个 茶院都和贾王两处有瓜葛 况又受了回 只说张华无赖 以穷讹诈 状子也不收 打了一顿赶出来 清儿在外替她打点 也没打中 又调缩张华 亲缘是你家定的 你只要亲事 关闭还断给你 于是又告 王欣那边又透了消息与茶院 茶院便批 张华所欠贾宅之音 令其县内暗数交还 其锁定之亲 仍令其有利时取回 又传了她父亲来当堂批准 她父亲依稀庆儿说明 乐得人才两尽 便去贾家领人 凤姐儿一面吓得来回贾母 说如此这般 都是真大嫂子干事不明 并没和那家退准 惹人告了 如此关断 贾母听了 忙换了尤士过来 说她做事不妥 既是你妹子 从小曾与人指妇为婚 又没退断 使人混告了 尤士听了 只得说她连银子都收了 怎么没准 凤姐在旁又说 张华的口供上 献说不曾见银子 也没见人去 她老子说 原是庆家母说过一次 并没应准 庆家母死了 你们就接进去做二方 如此没有对证 只好由她去混说 幸而连二爷不在家 没曾圆房 这还无妨 只是人已来了 怎好送回去 岂不伤脸 贾母道 又没圆房 没得强占人家有夫之人 名声也不好 不如送给她去 那里寻不出好人来 由二姐听了 又回贾母说 我母亲是于某年月日 给了她十两银子退准的 她因穷极了告 又翻了口 我姐姐远没错办 贾母听了 便说可见刁民难惹 既这样 凤丫头去料理料理 凤姐听了无法 只得硬着 回来只命人去找贾荣 贾荣深知凤姐之意 若要使张华领回 成何体统 便回了贾真 暗暗潜人去说张华 你如今既有许多银子 何必定咬猿人 若只管执定主意 岂不怕爷们一怒 寻出个由头 你死无葬身之地 你有了银子 回家去什么好人寻不出来 你若走时 还赏你些路费 张华听了 心中想了一想 这倒是好主意 和父亲商议已定 约贡也得了有百金 父子次日起个五更 回园集去了 贾荣打听得真了 来回了贾母凤姐 说张华父子望告不识 拒罪逃走 官府一直此情 也不追究 大事完毕 凤姐听了 心中一想 若必定这张华带回二姐去 未免贾脸回来 再花几个钱包站住 不怕张华不一 还是二姐不去 自己相伴着还妥当 且在做道理 只是张华此去不知何往 他躺或再将此事告诉了别人 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 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 原先不该如此 将刀把赋予外人去的 因此毁之不迭 夫又想了一条主意出来 敲命望而遣人寻找了他 或说他做贼 和他打官子 将他致死 或暗中使人算计 勿将张华致死 放茧草除根 保住自己的名誉 望而领命出来 回家细想 人已走了完事 何必如此大做 人命观天 非同儿戏 我且哄过他去 再做道理 因此在外躲了几日 回来告诉凤姐 只说张华是有了几两银子 在身上 掏去第三日 在京口地界五更天 已被截路人打门棍打死了 他老子胡死在殿房 在那里厌尸掩埋 凤姐听了不信 说 你要扯谎 我再使人打听出来 敲你的牙 自此方丢过不咎 凤姐和尤二姐 和美非常 更比亲子亲妹 还剩十倍 那甲连一日是避回来 先到了新房中 已经悄悄地封锁 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头 甲连问他缘故 老头子细说原委 甲连只在凳中跌足 少不得来见甲舍与行夫人 将所完之事回名 甲舍十分欢喜 说他中用 赏了他一百两银子 又将房中一个十七岁的丫鬟 明幻秋童者赏他为妾 甲连叩头领去 喜致不见 见了甲母和家中人 回来见凤姐 未免脸上有些愧色 谁知凤姐他反不似往日容颜 童游二姐一同出迎 续了寒温 甲连江秋童知事说了 未免脸上有些得意之色 较尽之容 凤姐听了 忙命两个媳妇 坐车在哪边接了来 心中一次未除 又凭空添了一次 说不得且吞声忍气 将好颜面换出来遮掩 一面又命白酒接风 一面带了秋童来见 甲母与王夫人等 甲连心中也暗暗地呐喊 那日已是腊月十二日 甲真起身 先拜了宗祠 然后过来辞拜甲母等人 合族中人直送到撒泪亭方回 独甲连甲荣二人 送出三日三夜方回 一路上 甲真命他好生收心至家等语 二人口内答应 也说些大理套话 不必烦恕 且说 凤姐在家 外面带游二姐 自不必说的 只是心中又怀别意 无人处置和游二姐说 妹妹的声明很不好听 连老太太 太太们都知道了 说妹妹在家 做女孩就不干净 又和姐夫有些首尾 没人要的了你捡了来 还不休了再寻好的 我听见这话 气得倒痒 茶是谁说的 又查不出来 这日久天长 这些个奴才们跟前 怎么说嘴 我反弄了个鱼头来拆 说了两遍 自己又气病了 茶饭也不吃 除了平儿 众丫头媳妇 无不言三语四 指桑说怀 暗香几次 秋童自为戏 假设之次 无人见她的 连凤姐平儿 皆不放在眼里 岂肯容她 张口是先见后去 没汉子要的娼妇 也来要我的墙 凤姐听了暗乐 游二姐听了 暗溃暗怒暗气 凤姐既装病 便不和游二姐吃饭了 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饭 到她房中去吃 那茶饭都细不堪之物 平儿看不过 自拿了钱出来 弄菜与她吃 或是有时 只说和她园中去完 在园中厨内 另做了汤水与她吃 也无人赶回凤姐 只有秋童一时撞见了 便去说舌告诉凤姐说 奶奶的名声 生是平儿弄坏了的 这样好菜好饭 浪着不吃 却往园里去偷吃 凤姐听了 骂平儿说 人家养猫拿耗子 我的猫只到咬鸡 平儿不敢多说 自此也要远着了 又暗恨秋童 难以出口 园中姊妹和李婉营 春夕春等人 皆为凤姐是好意 然宝黛一干人 暗围二姐担心 虽都不便多事 唯见二姐可怜 常来了 倒还都敏续她 每日常无人处 说起话来 由二姐便堂言抹泪 又不敢抱怨 凤姐又并无露出 一点坏心来 贾连来家时 见了凤姐贤良 也便不留心 旷苏习以来 因假设 姬妾丫鬟最多 贾连美怀不轨之心 只未敢下手 如这秋童辈等人 既是恨老爷年迈昏溃 贪多交不烂 没得留下这些人做什么 因此 除了几个知里有耻的 愚者或有与二门上 小妈们吵戏的 甚至与贾连 眉来眼去相偷妻的 只具假设之威 未曾到手 这秋童便和贾连有救 从未来过一次 今日天元凑巧 竟赏了她 真是一对烈火干柴 如焦头漆 燕耳新婚 连日哪里拆得开 那假脸在二姐身上之心 也渐渐淡了 只有秋童一人是命 凤姐虽恨秋童 且喜借她先可发托二姐 自己且抽头 用借鉴杀人之法 坐山观虎斗 等秋童杀得由二姐 自己再杀秋童 主意已定 没人触肠 又思劝秋童说 你年轻不知事 她现是二房奶奶 你野心坎上的人 我还让她三分 你去硬碰她 岂不是自寻其死 那秋童听了这话 越发恼了 天天大口乱骂说 奶奶是软弱人 那等贤惠 我却做不来 奶奶把素日的威风 怎都没了 奶奶宽宏大量 我却眼里揉 补下沙子去 让我和她这淫妇 坐一回 她才知道 凤姐儿在屋里 纸妆不敢出声 气得由二姐 在房里哭泣 饭也不吃 又不敢告诉贾脸 次日贾母见她 眼红红的肿了 问她又不敢说 秋童正是 抓乖卖俏之时 她便悄悄地告诉贾母 王夫人等说 专会作死 好好地成天家好丧 被地里周二奶奶 和我早死了 她好和二爷 一心一记地过 贾母听了便说 人太声娇俏了 可知心就极度 风鸭头道好意待她 她倒这样争风吃醋的 可是个贱骨韬 因此剑刺便不大喜欢 众人见贾母不喜 不免又往下踏剑起来 弄得这由二姐 要死不能 要生不得 还是亏了瓶儿 时常背着凤姐 看她这般 与她排解排解 那由二姐 原是个花围 长度血做肌肤的人 如何惊得这般魔折 不过受了一个月的暗器 便奄奄得了一病 四肢懒动 茶饭不尽 剑刺黄兽下去 夜来和尚眼 只见她小妹子 手捧鸳鸯宝剑前来说 姐姐 你一生为人 心痴意软 终斥了这亏 修心那杜妇花言巧语 外左贤良 内长尖角 她发恨定要弄你一死方霸 若妹子在世 断不肯令你进来 急进来时 亦不容她这样 此一戏礼数应然 你我生前银笨不才 使人家丧伦拜行 固有此报 你一我将此剑斩了那杜妇 一同归至景幻暗下 听其发落 不然 你则白白地丧命 且无人联系 由二姐祈祷 妹妹 我一生品行济亏 今日之报 济细当然 何必又生杀戮之冤 随我去忍耐 若天见脸 使我好了 岂不两全 小妹笑道 姐姐 你终是个痴人 自古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天道好还 你虽悔过自心 然已将人父子兄弟 置于幽惧之乱 天怎容你安生 由二姐祈祷 既不得安生 亦是理之当然 奴役无怨 小妹听了 长叹而去 由二姐惊醒 却是一梦 等贾连来看时 因无人在测 便气说 我这病便不能好了 我来了半年 腹中也有身孕 但不能欲知男女 躺天见脸 生了下来 还渴 若不然 我这命就不保 何况于他 贾连一气说 你只放心 我请名人来医治 于是出去 即刻请医生 谁知王太医 一谋干了 军前效力 回来嚎讨阴风的 小丝们走去 便请了个姓胡的太医 名叫君荣 进来诊脉看了 说是精水不调 全要大补 贾连便说 已是三月更信不行 又常做藕酸 恐是胎气 胡君荣听了 赴幼命老婆子们 请出手来再看看 尤二姐少不得 又从帐内伸出手来 胡君荣又诊了半日 说若论胎气 肝脉自应宏大 然牧圣则生火 精水不调 一阶因有肝木所致 医生要大胆 须得请奶奶 将今面略露露 医生光观气色 方敢下药 家恋无法 只得命将丈子掀起一缝 由二姐露出脸来 胡君荣一见 魂魄如飞上九天 通身麻木 亦无所知 一时演了帐子 甲脸就陪她出来 问是如何 胡太医道 不是胎气 只是淤血明解 如今只已下淤血通 经脉药解 于是写了一方 作词而去 甲脸命人送了药礼 抓了药来 调服下去 只半夜 由二姐腹痛不止 谁知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 于是血行不止 二姐就昏迷过去 甲脸文之 大骂胡君荣 一面再遣人去请一条志 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荣 胡君荣听了 早已卷包逃走 这里太医便说 本来气血生成亏弱 受胎以来 像是着了些气脑 欲结于衷 这位先生 善用虎狼之计 如今大人元气 十分伤其八九 一时难保救育 兼完二药并行 还要一些闲言闲事不闻 树可望好 说避而去 急得甲脸 查是谁请了姓胡的来 一时查了出来 便打了半死 凤姐比甲脸更及十倍 只说 咱们命中无子 好容易有了一个 又遇见这样没本事的大夫 于是天地前烧香礼拜 自己通陈祷告说 我或有病 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 再得怀胎胜一男子 我愿吃长寨念佛 甲脸众人见了 无不称赞 甲脸与秋童在一处时 凤姐又做汤做水的 就人送与二姐 又骂平儿不是个有福的 也和我一样 我因多病了 你却无病也不见怀胎 如今二奶奶这样 都因咱们无福 或犯了什么 冲得她这样 因幼教人出去算命打挂 偏算命的回来又说 细数兔的因人冲犯 大家算将起来 只有秋童一人属兔 说她冲的 秋童近见甲脸请医制药 打人骂狗 未由二姐十分尽心 她心中早进了一缸醋在内了 仅又听见如此说她冲了 凤姐又劝她说 你暂且别处去躲几个月再来 秋童便气地哭骂道 离那起瞎操的混咬蛇根 我和她井水不犯河水 怎么就冲了她 好个爱巴格 在外头什么人不见 偏来了就有人冲了 白眉赤脸 哪里来的孩子 她不过指着 哄我们那个棉花耳朵的爷罢了 纵有孩子 也不知姓张姓王 奶奶稀罕的杂种膏子 我不喜欢 老了谁不成 谁不会养 一年半载养一个 倒还是一点掺杂没有的呢 骂得众人又要笑 又不敢笑 可巧行夫人过来请安 秋童便哭告行夫人说 二爷奶奶要撵我回去 我没了安身之处 太太好歹开恩 行夫人听说 慌得鼠落凤姐儿一阵 又骂假脸 不知好歹的种子 凭她怎不好 是你父亲给的 为个外头来得撵她 连老子都没了 你要撵她 你不如还你父亲去到好 说着 赌气去了 秋童更又得意 月姓走到她窗户根底下 大哭大骂起来 由二姐听了 不免更添烦恼 晚间 假脸在秋童房中歇了 凤姐已睡 平儿过来瞧她 又悄悄劝她 好生养病 不要理那畜生 由二姐拉她哭道 姐姐 我从到了这里 多亏姐姐照应 为我 姐姐也不知受了多少嫌弃 我若逃得出命来 我必达报姐姐的恩德 只怕我逃不出命来 也只好等来生罢 平儿也不禁低泪说道 想来都是我坑了你 我原是一片痴心 从没瞒她的话 既听见你在外头 岂有不告诉她的 谁知生出这些个事来 由二姐忙到 姐姐这话错了 若姐姐便不告诉她 她岂有打听不出来的 不过是姐姐说的在先 况且我也要一心进来 方成个体统 与姐姐合肝 二人哭了一回 平儿又嘱咐了几句 夜已深了 方去安息 这里由二姐心下自私 并已成事 日无所养 反有所伤 料定必不能好 旷太已打下 无可悬心 何必受这些灵气 不如一死 倒还干净 常听见人说 生金子可以坠死 岂不比上吊 自吻又干净 想必 扎蒸起来 打开箱子 找出一块生金 也不知多重 恨命含泪 便吞入口中 几次狠命直搏 放咽了下去 于是赶忙将衣服首饰 穿戴齐整 上抗躺下了 当下人不知 鬼不觉 到第二日早晨 丫鬟媳妇们 见她不叫人 乐得且自己去梳洗 凤姐便和秋童都上去了 平儿看不过 说丫头们 你们就只配 没人心地 打着骂着时也罢了 一个病人 也不知可怜可怜 她虽好幸而 你们也该拿出各样儿来 别太过于了 强倒众人推 丫鬟听了 急推房门进来看时 却穿戴得齐齐整整 死在炕上 于是方下慌了 喊叫起来 平儿进来看了 不禁大哭 众人虽素席惧怕凤姐 然想由二姐实在温和怜下 比凤姐原强 如今死去 谁不伤心落泪 只不敢与凤姐看见 当下和宅戒指 假脸进来 楼师大哭不止 凤姐也假意哭 狠心的妹妹 你怎么丢下我去了 辜负了我的心 游是贾荣等 也来哭了一场 劝住假脸 假脸便回了王夫人 讨了离香院 停放五日 挪到铁剑寺去 王夫人医允 假脸忙命人 去开了离香院的门 收拾出正房来停领 假脸先后门出灵不向 便对着离香院的正墙上通街 陷开了一个大门 两边搭棚 安坛场做佛事 用软踏铺了紧端侵入 将二姐抬上踏去 用钦丹盖了 八个小丝和几个媳妇为随 从内子墙一带 抬往离香院来 那里一请夏天 闻声预备 接起钦丹一看 只见这由二姐面色如生 比活着还美貌 假脸又搂着大哭 只叫奶奶 你死的不明 都是我坑了你 假荣忙上来劝 叔叔解着心 我这个姨娘自己没服 说着 又向男子大官员的借墙 假脸会议 只悄悄跌脚说 我忽略了 终究对出来 我替你报仇 天闻声回说 奶奶足于今日正卯时 五日出不得 或是三日 或是七日方可 明日银时入恋大吉 假脸道 三日断壶使不得 净是七日 银家叔家兄皆在外 小丧不敢多停 等到外头 还放五七 坐大到场才掩灵 明年往南去下葬 天闻声英诺 写了秧榜而去 宝玉仪早过来陪哭一场 众族众人也都来了 假脸忙进去找凤姐 要银子置半 观过丧礼 凤姐建台了出去 推有病 回老太太 太太说我病着 挤三房 不许我去 因此也不出来 穿笑 且往大官员中来 绕过群山 至北界墙根下 往外听 隐隐绰绰听了一言半语 回来又回 贾母说 如此这般 贾母道 信她胡说 谁家劳病死的孩子 不烧了一撒 也认真的开丧破图起来 既是二房一场 也是夫妻之分 听五七日台出来 或一烧 或乱葬地上 埋了完事 凤姐笑道 可是这话 我又不敢劝她 正说着 丫鬟来请凤姐 说 二爷等着奶奶拿银子呢 凤姐只得来了 便问她 什么银子 家里进来艰难 你还不知道 咱们的阅历 一月赶不上一月 继而吃了过年两 昨日我把两个金像圈当了三百银子 你还做梦呢 这里还有二三十两银子 你要就拿去 说着 命平儿拿了出来 地与贾脸 指着贾母有话 又去了 恨得贾脸没话可说 只得开了油饰香跪 去拿自己的梯戟 急开了香跪 一滴无存 只有些拆簪烂花 并几件半心不救的绸卷衣裳 都是由二姐素席所穿的 不禁又伤心哭了起来 自己用个包袱一起包了 也不命小私丫鬟来拿 便自己提着来烧 平儿又是伤心 又是好笑 忙将二百两一包的碎银子偷了出来 到厢房拉住贾脸 敲地与他说 你只别作声才好 你要哭 外头多少哭不得 又跑了这里来点眼 贾脸听说 便说 你说的是 接了银子 又将一条裙子递与平儿 说 这是他家常穿的 你好生替我收着 做个念心 平儿只得掩了 自己收去 贾脸拿了银子与众人 走来命人先去买板 好的又贵 中的又不要 贾脸骑马自去药桥 至晚间 裹抬了一副好板进来 驾银五百两设着 连夜赶造 一面分派了人口穿笑首铃 晚来也不进去 只在这里半宿 且待下回分解 红楼梦 第七十回 林黛玉 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 藕田柳旭词 幽图笑谈 制作 话说 贾脸自在黎香苑 半宿七日夜 天天僧道 不断做佛事 贾母换了她去 吩咐不许送往家庙中 贾脸无法 只得又和实觉说了 就在游三姐之上 点了一个穴 破土埋葬 那日送病 只不过族中人 与王信夫妇 游是婆媳而已 凤姐一应不管 只凭她自去办理 阴幼年近岁逼 逐五位即不算外 又有林之孝 开了一个人名单子来 共有八个二十五岁的单身小私 应该娶妻成房 等里面有该放的丫头们 好求指配 凤姐看了 先来问贾母和王夫人 大家商议 虽有几个应该发配的 那个人既有缘故 第一个鸳鸯发誓不去 自那日之后 一向为何宝玉说话 也不胜装农事 众人见她至间 也不好相强 第二个琥珀 又有病 这次不能了 采云因近日和甲环分崩 也染了无一之症 只有凤姐儿和李丸房中 粗食的大丫鬟出去了 其余年纪未足 令他们外头自娶去了 原来这一向因凤姐病了 李丸探春料理家务不得闲暇 借着过年过节 出来许多杂事 竟将施设隔起 如今重春天气 虽得了功夫 争奈宝玉因冷顿了柳香莲 见吻了有小妹 金氏了由二姐 气病了柳我 连连接接 嫌愁胡恨 一重不了一重天 弄得情色若痴 语言常乱 四然争充知己 慌得习人等 又不敢回贾母 只百般逗她玩笑 这日清晨方醒 只听外间房内 唧唧呱呱 笑声不断 习人音笑说 你快出去解救 晴文和摄月两个人 暗住温都里那格子呢 宝玉听了 盲披上挥束袄子 出来一瞧 只见她三人 被褥上尾叠起 大衣也未穿 那晴文只穿 葱绿院筹小袄 红小衣红睡鞋 披着头发 骑在熊奴身上 摄月是红灵墨凶 披着一身旧衣 在那里抓熊奴的累质 熊奴却养在炕上 穿着洒花紧衫 红裤绿袜 两脚乱灯 笑得喘不过气来 宝玉忙上前笑说 两个大的 欺负一个小的 等我助力 说着也上床来 隔止晴文 晴文处养 笑得忙丢下熊奴 和宝玉对抓 熊奴趁时又将 晴文按倒 向他累下抓动 习人笑说 仔细动着了 看他四人 裹在一处到好笑 忽悠李婉打发 碧月来说 昨晚上奶奶在这里 把快手帕子忘了 不知可在这里 小燕说 有 有 有 我在地下拾了起来 不知是哪一位的 才洗了出来晾着 还未干呢 碧月 见他四人乱滚 殷笑道 倒是这里热闹 大清早起 就唧唧唧呱呱呱地 玩到一处 宝玉笑道 你们那里人也不少 怎么不玩 碧月道 我们奶奶不玩 把两个姨娘和秦姑娘 也编住了 如今 秦姑娘又跟了老太太 前头去了 更寂寞了 两个姨娘 今年过了 到明年冬天 都去了 又更寂寞呢 你瞧保姑娘那里 出去了一个乡林 就冷清了多少 把个云姑娘落了单 正说着 只见香云又打发了翠吕来说 请二爷快出去瞧好事 宝玉听了 盲问 哪里的好事 翠吕笑道 姑娘们都在沁方亭上 你去了便知 宝玉听了 盲书写了出来 果见黛玉 宝钗 香云 宝琴 探春都在那里 手里拿着一篇诗看 见他来时 都笑说 这会子还不起来 咱们的诗舍散了一年 也没有人作星 如今正是初春时节 万物更新 正该鼓舞另立起来才好 香云笑道 一起诗舍 时事秋天 就不应发达 如今却好万物逢春 接主生圣 况这首桃花诗又好 就把海棠舍改作桃花舍 宝玉听着 点头说 很好 且忙着要诗看 众人都有说 咱们此时就访 往稻香老农去 大家一定好奇的 说着 一起起来 都往稻香村来 宝玉一臂走 一臂看那纸上写着 桃花醒一篇 月 桃花莲外 东风软 桃花莲内 沉庄兰 莲外桃花 莲内人 人与桃花 隔不远 东风有意 接莲笼 花欲亏人 莲不卷 桃花莲外 开仁旧 莲中人笔 桃花兽 花姐连人 花也愁 隔连消息 风吹透 风透相连 花满亭 亭前春色 被伤情 闲台院落 门空眼 鞋日栏杆 人自平 平兰人 像 东风气 欠群偷棒 桃花莉 桃花桃叶 乱纷纷 花占星红 夜宁碧 物国燕风 一万珠 轰楼照臂 红模糊 天机烧破 鸳鸯锦 春酣欲醒 移山枕 侍女金盆 进水来 香泉影战 腌制冷 腌制鲜艳 和香泪 花之颜色 人之泪 若将人泪 比桃花 泪自长流 花自媚 泪眼观花 泪已干 泪已干 春尽 花憔悴 憔悴花遮 憔悴人 花非人眷 亦黄昏 一生度雨 春归尽 寂寞莲联笼 空月狠 宝玉 看了并不称赞 却滚下泪来 便知出自待遇 因此落下泪来 又怕众人看见 又忙自己擦了 因问 你们怎么得来 宝钦笑道 你猜是谁做的 宝玉笑道 自然是肖乡自搞 宝钦笑道 献是我做的呢 宝玉笑道 我不献 这声调口气 窘呼 不像横无之体 所以不献 宝钦笑道 所以你不通 难道渡公不守守 只做从举两开 他日泪之据不成 一般的也有 红湛与肥美 水性千锋 翠代常之魅语 宝玉笑道 固然如此说 但我知道 姐姐断不许妹妹 有此伤道语句 妹妹虽有此才 是断不肯做的 比不得林妹妹 曾经离丧 做此哀音 众人听说 都笑了 一致道乡村中 将尸与李丸看了 自不必说称赏不已 说起诗舍 大家议定 明日乃三月初二日 就起舍 便改海棠舍为桃花舍 林黛玉就为舍主 明日饭后 齐吉肖香馆 音诱大家拟题 黛玉便说 大家就要桃花师一百月 宝钗道 使不得 从来桃花师最多 纵做了碧落套 比不得你这一首古风 须得在你 正说着 人回就太太来了 姑娘出去请安 因此 大家都往前头来见 王子腾的夫人 陪着说话 吃饭必 又陪入园中来 各处游玩一遍 至晚饭后 掌灯方去 此日乃是探春的寿日 元春早打发了两个小太兼颂了几件玩器 何家皆有寿仪 自不必说 饭后 探春换了礼服 各处 各处行礼 待遇 笑向众人道 我这一社开得又不巧了 偏忘了这两日是她的生日 虽不白酒唱戏的 少不得都要陪她在老太太 太太跟前玩笑一日 如何能得闲空 因此改之初五 这日中姊妹皆在房中誓早膳臂 便有贾政书信到了 宝玉请安 将请贾母的安柄 拆开念语贾母厅 上面不过是请安的话 说六月中准进京等语 其余家信事物之铁 自有贾脸和王夫人开读 众人听说六七月回京 都喜致不尽 天生近日王子藤之女 许与宝宁侯之子为妻 择日于五月初十日过门 凤姐又忙着张罗 长三五日不再嫁 这日王子藤的夫人 又来接凤姐 一并请众生男生女 闲乐一日 贾母和王夫人命保玉 叛春 林黛玉 宝钗四人同凤姐去 众人不敢没拗 只得回房去令装饰了起来 五人作词 去了一日 掌灯方回 宝玉进入依红院 谢了半课 习人便乘机见景 劝他收一收心 闲时把书里一礼预备着 宝玉区只算一算说 还早呢 习人道 书是第一件 字是第二件 到那时你纵有了书 你的字写的在哪里呢 宝玉笑道 我时常也有写的好些 难道都没收着 习人道 何尝没收着 你昨儿不在家 我就拿出来 共算 数了一数 才有五六十篇 这三四年的功夫 难道只有这几张字不成 依我说 从明日起 把别的心拳收了起来 天天快临几张字补上 虽不能按日都有 也要大概看得过去 宝玉听了 忙得自己又亲捡了一遍 实在搪塞不去 便说 明日为时 一天写一百字才好 说话时 大家安下 至此日起来 书洗了 便在窗下颜墨 公开灵帖 家母因不见她 只当病了 忙使人来问 宝玉方去请安 便说写字之故 先将早起清晨的功夫 尽了出来 再做别的 因此出来迟了 家母听了 便十分欢喜 吩咐她 以后只管写字念书 不用出来也使得 你去回你太太知道 宝玉听说 便往王夫人房中来说明 王夫人便说 临阵磨枪也不中用 有这会子着急 天天写写念念 有多少完不了的 这一赶 又赶出病来才罢 宝玉回说 不妨是 这里甲母也说 怕急出病来 探春宝钗等都笑说 老太太不用急 书虽替她不得 自却替得她 我们每人每日 淋一篇给她 搪塞过这一步就完了 一则老爷到家不生气 二则 他也急不出病来 家母听说 喜之不尽 原来林黛玉文的贾政回家 必问宝玉的功课 宝玉肯分心 恐林妻吃了亏 因此 自己只装作不耐烦 把施舍变不起 也不以外事去勾引她 探春宝钗二人 每日也淋一篇 楷书字与宝玉 宝玉自己每日也加工 获写二百三百步居 至三月下旬 便将自幼集凑出许多来 这日正算 再得五十篇 也就混得过了 谁知子涓走来 送了一卷东西与宝玉 拆开看时 却是一色老油 竹纸上林的 忠王迎头小凯 自己且与自己十分相似 喜得宝玉和子涓 做了一个衣 又亲自来道谢 史湘云宝杰二人 一接临了几篇相送 凑成虽不足功课 一足堂塞了 宝玉放了心 于是将所应读之书 又温礼过几遍 正是天天用功 可巧尽海一带海啸 又糟蹋了几处生命 地方官提本奏文 奉旨就着贾政 顺路查看镇计回来 如此算去 至冬底方回 宝玉听了 便把书字又割过一边 仍是照酒游荡 时之牧春之际 使湘云无聊 因见柳花飘舞 便偶成一小令 调记如梦令 其词曰 其是秀荣残土 卷起半年香物 先手自拈来 空时捐体验赌 切桌 切桌 莫是春光别去 自己做了 心中得意 便用一条纸写好 与宝钗看了 又来找黛玉 黛玉看壁 笑道 好 也新鲜有趣 我却不能 湘云笑道 咱们这几事总没有填词 你明日合不起设填词 改个样 岂不新鲜些 黛玉听了 偶然性动 便说 这话说得极是 我如今便请他们去 说着 一面吩咐 预备了几色果典之类 一面就打发人分头 去请众人 这里他二人便拟了柳絮之题 又献出几个调来 写了碗在壁上 众人来看时 以柳絮为题 献各色小调 又都看了史湘云的 称赏了一回 宝玉笑道 这词上我们平常 少不得也要胡周起来 于是大家研究 宝钗便念得了 临江仙 宝琴念得 西江月 探春念得了 南科子 黛玉念得了 唐多令 宝玉念得了 蝶炼花 子涓住了一只梦田香 大家思索起来 一时黛玉有了 写完 接着 宝琴宝钗都有了 他三人写完 互相看时 宝钗便笑道 我先瞧完了你们的 再看我的 探春笑道 哎呀 今儿 这香怎么这样快 已剩了三分了 我才有了伴手 音又问 宝玉可有了 宝玉虽做了些 只是自己嫌不好 又都磨了 要另做 回头看香 已将近了 李丸笑道 这算输了 娇丫头的半首 且写出来 探春听说 盲写了出来 众人看时 上面却只半首 南科子 写道是 空挂仙仙缕 徒垂落落丝 也难挽戏 也难激 一任东西南北 各分离 李丸笑道 这也却好做 何不叙赏 宝玉见香没了 情愿任父 不肯勉强色泽 将笔割下 来瞧这半首 见眉完时 反倒动了心 开了机 乃提笔续道时 落去君修夕 非来我自知 迎愁迭眷晚方时 纵是明春 再见来年期 众人笑道 正经你分内的 又不能 这却偏有了 纵然好 也不算得 说着 看待遇的 唐多令 粉朵百花粥 香残燕子楼 一团团 竹队成秋 飘泡一如人命薄 空前犬 说风流 草木叶之仇 韶华净白头 探金生 谁舍谁收 驾雨东风春 不管 平尔去 忍烟柳 众人看了 据点头感叹 说 太作悲了 好事固然好的 阴幼看 宝琴的是 西江月 汉院灵星有限 随滴点缀无穷 三春事业 赴东风 明月梅花一梦 几处落红庭院 谁家香雪连笼 江南江北一般同 天使离人恨重 众人都笑说 到底是他的声调状 激处 谁家两句最妙 宝钗笑道 终不免过于丧拜 我想 柳絮园是一件 轻薄无根无半的东西 然依我的主意 偏要把它说好了 才不落套 所以我周了一首来 未必和你们的意思 众人笑道 不要太谦 我们且赏剑 自然是好的 应看这一首 林江仙道士 白玉堂前春节舞 东风卷的均匀 香云仙笑道 好一个东风卷的均匀 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 又看底下道 风团叠震乱纷纷 几城随是水 岂碧为方尘 万缕千丝中不改 任他随举随分 韶华修孝本无根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清云 众人拍案叫绝 都说 果然番的好气力 自然是这首为尊 缠绵悲戚 让肖香妃子 情之妩媚 却是枕霞 小靴与教课 今日落地 要受罚的 包亲笑道 我们自然受罚 但不知附白卷子的 又怎么罚 离完道 不要忙 这定要重重罚他 下次为例 一语未了 只听窗外竹子上一声响 恰似窗梯子倒了一般 众人唬了一跳 丫鬟们出去瞧时 连外丫鬟嚷道 一个大蝴蝶风筝 挂在竹梢上了 众丫鬟笑道 好一个齐整风筝 不知是谁家放断了绳 拿下它来 宝玉等听了 也都出来看时 宝玉笑道 我认得这风筝 这是大老爷那院里 娇红姑娘放的 拿下来给她送过去罢 子涓笑道 难道天下没有一样的风筝 但她有这个不成 我不管 我且拿起来 探春道 子涓也学小气了 你们一般的也有 这惠子十人走了的 也不怕忌讳 带玉笑道 可是呢 知道是谁放晦气的 快掉出去罢 把咱们的拿出来 咱们也放晦气 子涓听了 赶着命小丫头们 将这风筝 送出与原门上植日的婆子去了 唐有人来找 好与他们去的 这里小丫头们听见放风筝 巴不得七手八脚 都忙着拿出个美人风筝来 也有扳高凳去的 也有捆茧子骨的 也有拔月子的 宝钗等都立在院门前 命丫头们在院外场地下放去 宝钦笑道 你这个不大好看 不如三姐姐的那一个 软赤子大凤凰好 宝钗笑道 果然 因回头向翠莫笑道 你把你们的拿来也放放 翠莫笑嘻嘻的 果然也取去了 宝玉又兴透起来 也打发个小丫头子家去 说 把昨儿赖大娘送我的那个大鱼取来 小丫头子去了半天 空手回来 笑道 秦姑娘昨儿放走了 宝玉道 我还没放一枣儿呢 探春笑道 横竖是给你放回气罢了 宝玉道 也罢 再把那个大螃蟹拿来罢 丫头去了 捅了几个人 扛了一个美人并月子来 说道 西姑娘说 昨儿把螃蟹给了三爷了 这一个是林大娘才送来的 放这一个罢 宝玉细看了一回 只见这美人做得十分精致 心中欢喜 便命叫放起来 此时探春的也取了来 翠莫带着几个小丫头子们 在那边山坡上 已放了起来 宝琴也命人将自己的一个大红蝙蝠也取来 宝钗也高兴 也取了一个来 却是一连七个大雁的都放起来 独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去 宝玉说丫头们不会放 自己放了半天 只起防高便落下来了 急得宝玉头上出汗 众人又笑 宝玉恨得置在地下 指着风筝道 若不是个美人 我一顿脚剁个稀烂 戴玉笑道 那是顶线不好 拿出去令使人打了顶线就好了 宝玉一面使人拿去打顶线 一面又取一个来放 大家都仰面而看 天上这几个风筝都起在半空中去了 衣食丫环们又拿了许多各式各样的送饭的来 玩了一回 子娟笑道 这一回的劲大 姑娘来放罢 戴玉听说 用手帕电灼手 炖了一顿 果然风景力大 接过月子来 随着风筝的是将月子一松 只听一阵呼此次响 灯时月子先进 戴玉音让众人来放 众人都笑道 个人都有 你先请罢 戴玉笑道 这一放虽有趣 只是不忍 李丸道 放风筝图的是这一乐 所以又说放灰气 你更该多放弃 把你这病根都带了去就好了 子娟笑道 我们姑娘越发小气了 那一年不放几个子 今忽然又心疼了 姑娘不放 等我放 说着便向雪燕手中 接过一把西洋小银剪子来 其月子根下寸丝不留 咯噔一声脚断 笑道 这一去 把病根可都带了去了 那风筝飘飘摇摇 只管往后退了去 一时只有鸡蛋大小 斩眼只剩了一点黑星 再斩眼便不见了 众人皆仰面 嘴眼说 有趣 有趣 宝玉道 可惜不知落在哪里去了 若落在有人烟处 被小孩子得了还好 若落在荒郊野外 无人烟处 我替他寂寞 想起来把我这个放去 教他两个作伴吧 于是也用剪子剪断 照先放去 探春正要剪自己的凤凰 见天上也有一个凤凰 阴道 这也不知是谁家的 众人揭笑说 且别剪你的 看他倒像要来搅的样 说着 只见那凤凰剑逼进来 遂与这凤凰搅在一处 众人方要往下收线 那一家也要收线 正不开交 又见一个门扇大的 玲珑喜字带响边 在半天如钟鸣一般 也逼进来 众人笑道 这一个也来搅了 且别收 让他三个搅在一处 道有趣呢 说着 那喜字果然与这两个凤凰搅在一处 三下齐收乱顿 谁知线都断了 那三个风筝 飘飘摇摇都去了 众人拍手轰然一笑 说道有趣 可不知那喜字是谁家的 推促侠了些 戴宇说 我的风筝也放去了 我也罚了 我也要歇歇去了 宝钗说 且等我们放了去 大家好散 说着 看姊妹都放去了 大家放散 待遇回房歪着养房 要枝端的 下回便见 众人拍手 众人拍手 感谢观看